我仅仅是随手拉开了窗帘 就引起了整个龙国的恐慌 不久后更是传遍全球 世界各国都为我这个举动疯狂 只因此时的我正身处在规则怪谈事件 在这里不遵守规则就会当场毙命 而这个世界中的首条规则就是不能拉开窗帘 这是2055年 整个地球都被规则怪谈笼罩 规则世界会从各国随机选中闯关选手 闯关成功会为全国赢得巨大奖励 反之 规则惩罚则会降临到该国 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而我所在的国家龙国就是连续五次失败 导致大量民众丧生 这次随机选中了18岁的我 但我毫无经验根本不被看好 连续走了几次狗屎运的东岛国 更是第一时间发来消息嘲讽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马上就会被打脸 原来首次进入怪谈世界的选中者 都可以获得一次天赋抽取资格 而我抽中的正是绝无仅有的3S级诡异天赋 天生反骨 在怪谈世界无视规则对错 直接叛逆就不会受到任何诡异污染 这完全是为我量身打造 为所发育咱不会 但要论叛逆程度那妥妥的是送分体 放松下来的我立刻起身观察起四周 这次我进入的怪谈世界名为妈妈的纸条 我需要自己判断纸条上信息的对错 来度过接下来的几天考验 规则一 无论黑夜还是白天都不要拉开窗帘 规则二 冰箱里有冷冻牛肉 但最好生时 千万不可煎到全熟使用 规则三 卫生间绝对不可开灯 规则四 家里挂钟会告诉你时间 但千万不能用来当闹钟 规则五 千万不要开门 有人敲门也别开 规则六 照顾好家里猫咪 但千万不要取名 规则七 要给猫咪吃面条 一定不能给它吃猫粮 规则八 晚上睡觉要把猫咪带在身边 千万不能把它留在客厅 规则九 邻居串门请给它开门并送它猫粮 规则十 电视千万不要看 刚看完规则的我便快步走到窗前 紧接着一把把窗帘拉开 现在的我主打就是一个叛逆 见到此情景 在外面观看直播的民众也是疑惑起来 难道规则一是假的 而更多的龙国人则是为我的表现感到兴奋 这么快就准确判断出规则的正确性 根本不像第一次进怪谈世界 龙国有救了 与此同时 世界各国也赶紧给自己国家的选中者发出提示 告诉他们第一条是错误的 听到消息的东岛国选中者为了不输给我 立马就拉开了窗帘 可就在他一脸享受的沐浴着阳光时 一阵诡异污染瞬间袭来 幸亏他抽中的天赋能抵挡三次清洗 不然这家伙现在坟头草都一丈高了 可其他几个小国家的选中者就没这么幸运了 纷纷打掉 这也导致了剩下的各国选手谨慎起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竟什么事都没再发生 我无聊的甚至还有一点饿 随后便起身走到了冰箱面前 只见里面赫然放着五块牛肉饼和一把面条 但通关时间是七天 所以五块牛肉饼显然不够吃 于是不想挨饿的我便把魔爪伸向了面条 而我的这一举动也再次让外面的所有人大跌眼镜 因为规则七写得清清楚楚 面条是要留给猫咪吃的 这只猫咪马上就要变异 只因我为了它猫粮而不是面条 原来就在今天 我被意外选中代表龙国进入规则怪谈世界 只有判断好纸条上规则的对错 才能活命 而纸条上第七条规则分明写着要给猫咪吃面条 一定不能给它吃猫粮 但我却熟视无睹 一把抓起面条煮了起来 甚至还打了个鸡蛋 可就在此时 必知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菊黄猫咪早已经站在我身后注视着 接着更是从高处跳下 来到我身边来回打量 眼神里充满了人性化的威光 我一把把它抱起 看到它这么可爱 不禁给它起了一个性感的名字 你以后就叫丑八怪了 猫咪惊怒地叫了一声 眼中的光芒都开始变得犀利 而与此同时 外部世界更是因为我这一句话炸开了锅 因为我又违反了一条规则 给猫取了名字 但我却根本不在乎猫咪变成什么样子 在规则怪谈世界当中 妈妈的纸条死亡率高达99% 如果靠我自己瞎猜肯定隔屁 但老子天生反骨 我只有一直叛逆 才能受到天赋的持续庇佑 顺利通关 所以无论眼前出现多么可怕的场景 我都得硬着头皮扛过去 想到此处我也不再犹豫 开始大口躲一起来 吃完后还不忘打了个宝格 连自己都开始佩服起自己 怎么做饭会这么好吃 吃饱喝足后 看着旁边眼巴巴看着的丑八怪 我直接把猫粮倒进了他碗里 而此时的猫咪也变得更加奇怪 但我却一点都不在乎 悠闲地去厨房刷碗 是要把叛逆进行道理 看到我接连违反了多条规则 世界各国也都幸灾乐祸起来 而龙国的高层更是急得跳脚 这个大一万到底在搞什么 猫咪是很重要的一环 明显是不能被取名字和喂猫粮的 现在可好 失去了猫咪的帮助 后面几天怕是难以支撑 原来还以为他会是龙国的救星 但现在看来还是太年轻了 一众龙国高层纷纷垂头丧气 都对我的表现大失所望 接着便要使用一次珍贵的机会 提醒我注意猫咪的变化 但就在此时 大屏幕突然同不出最新消息 越国 缅国等六个国家选中者 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看到此消息的众人也是一脸震惊 这才意识到其他国家 应该是效仿了我的做法 结果大国选中者 用天赋避免的吞噬 而这些小国却全部感染 这也无形中加速了怪谈世界的进程 而此时的怪谈世界内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 各国选中者都在看着牛排发呆 由于牛排到底是生吃还是煎熟在吃 但我就不一样了 喜滋滋的把牛排直接扔进了煎锅 然后美美的饱餐了一顿 接着便一脸惬意的窝在沙发里 打算睡个午觉 而此时的丑八怪眼里 已经彻底没了人性的光芒 眼睛里布满血丝 透露着一丝诡异 而看到这一幕的世界各国 也第一时间给他们的选中者发送提示 告知他们第二条规则是错的 但也有一些小国选中者忌惮 第一次规则的教训 选择了生吃 结果瞬间被诡异吞噬 现在的我俨然成了导向镖 这也让米国选中者约翰愤愤不已 抽中S级天赋的 他竟一直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跑 是要在后面几天搬回烈士 而此刻看到龙国传来提示的我 也意识到其他各国是在模仿我的选择 我淡淡一笑 心里想着你们既然喜欢模仿 那就让你们模仿个够 我开局便给了猫咪一个大逼斗 根本不顾及规则时让猫咪陪伴的提示 因为我抽中一身反骨天赋 只有一只叛逆才能在怪谈世界中 避免污染顺利通关 而我刚才的举动也引起了全球观众的惊呼 可我根本不管这么多 直接把丑八怪拎起关进了厕所 看不见丑八怪的我顿时心情舒畅 随便找了个舒服的姿躺在沙发上 心里想着无聊了逗什么猫咪啊 于是我便打开电视 接着一只粉红小猪出现在了电视 我看得津津有味 但我不知道的是 看到这一幕的外部世界又集体炸开了过 因为我又违反了一条规则 这是什么骚操作 在怪谈世界里看粉红丸皮猪 这是去度假的吧 而与此同时 小岛国的高层会议室内一群八个急的跳脚 日川还像个傻子一样在猜测规则对错 听什么大意万却能这么惬意 米国约翰那个家伙到底怎么回事 就甘心让龙国骑在头上吗 而此刻怪谈世界内 而是一团巨大的诡异 随后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拖进电视 彻底消失 接着系统便传出提示 因为该国选中者的淘汰 规则怪谈世界降临 而此时的各国高层才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一样猛然清醒过来 纷纷猜测我是抽中了高阶天赋 因为高阶天赋里有个天赋可以免疫三次诡异轻视 但现如今我已经连续违反了三条规则 这也使龙国高层原本放松的心情 一下又提到了嗓子眼 而怪谈世界内一下午过久 小岛伯和泡菜伯的选中整气的跟孙子一样 想要模仿我却又不敢冒险 而此刻的我却根本没时间想这么多 急匆匆的跑上厕所 又是面条又是牛排吃的我有点消化不良 可刚进厕所就发现厕所里一片漆黑 而阴影里更是仿佛有一团诡异的黑影在蠕动 如果按照规则三的提示 厕所使用时是绝对不可以开灯的 但对我来说不开灯是不可能的 没有丝毫犹豫 我就打开了开关 厕所瞬间被照亮 很整洁 什么诡异都没有 只有从脚下窜出去的丑八怪 可正当我要舒服地解决一下时 就看到墙壁上有着好几道酷似猫爪的划痕 而这些划痕完美地拼成了一个死字 我当即提上裤子 气冲冲地跑到客厅抓住丑八怪 就是你在厕所墙上乱抓乱话是吧 不会写字就不要写 再让我发现你到处搞破坏 我就把你断了 一边说着一边又给了他两个大逼斗 看他眼神还有点不服气 我一把把他丢回厕所 大声说道 老实点 不管你是什么东西 老子有的是手段对付 今晚不把墙壁上的抓痕清理干净 明天有你的好果子吃 这只猫咪生更半夜不睡觉 却在沙发上发出节节节的怪笑 老子上去就是一个大逼斗 只因这种笑声 都是出自各类小说漫画的反派之口 而毫无意外 我的这一举动 也再次让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炸开了锅 纷纷开始讨论 秀 地花之秀 原本我以为大一万看到厕所里的死字会感到害怕 谁知道他居然反手就给了猫咪两个大逼斗 猫猫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打猫猫 这两个大逼斗伤害一定很大吧 与此同时 憋了一天的小窝国选手没穿裤子再也憋不住 仿佛要拉到裤兜里一样急匆匆地冲进厕所 连灯都没开 而在外部世界观看直播的吃瓜群众看到这一幕 也纷纷认为这是一场有味道的直播 可就当他刚坐在马桶上准备放肆的一泻千里时 竟有无数的诡异从四周飞速起来 众人都以为他这是要搞 但他身上瞬间亮起了一层金色光圈 挡住了来自四周的攻击 可没等他松一口气 诡异竟再次起来 而且他的免疫好像是一次性 不多久便有得过去的迹象 梅穿裤子再也顾不了那么多 竟真的梅穿裤子就跑向厕所门口 飞速打开了开关 而随着灯光的亮起 四周诡异也突然消失 仿佛没出现过一样 就这样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梅穿裤子已损失一次免疫机会 暂时换取了平安 而看到他顺利摆脱诡异 小窝博的高层也不禁为他欢呼起来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劫后余生的梅穿裤子根本高兴不起来 因为现在的他就只剩下了 最后一次免疫机会 但他还算是运气好的 起码活了下来 其他人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有几个没开灯的小博选手 直接被诡异吞噬 而随着这几个小博的陆续淘汰 现在就只剩下六个大博和三个小博还在兼挺 而与此同时 怪谈规则世界内 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晚上十点 我洗了个澡 早早就躺在了床上 跟其他选中者不同的是 我继续叛逆 又一连违反了两条规则 我直接把挂钟拿了下来 设置成闹钟放在了床头 而且睡觉的时候 也没有像其他选手一样抱着猫咪睡觉 而是把丑八怪留在了客厅阵游戏自生自灭 这也就意味着我选择了和他们完全相反的方向 深夜 其他选中者在睡觉的时候并没有诡异的事情发生 但我房间外的丑八怪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先是大把大把的脱毛 然后皮肤撕裂 一道人形的影子竟从他体内爬了出来 所有人都看不清他的脸 只能从长发和身形上勉强判断式的女人 就这样 在外部世界无数道目光紧张的注视下 他把整个房间转了个遍 最终竟停在了我的卧室门口 然后就这么一直诡异的站着 这个女人深更半夜不睡觉 却在我卧室门前一动不动站了三个多小时 只因我违反规则狂扇了猫咪两百的大鼻洞 他半夜从猫咪的肚子里爬了出来 发誓要为猫咪报仇 而见到此情景 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坐不住了 大姐你怎么和大一万一样 都多久了还不更新 已经在这里站了三个多小时了 你到底行不行了 再不动一下 我可就去睡觉了 但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女人突然肩膀怂动 随后猛然回头发出一道凄厉的海 而与此同时 所有的直播画面都骤然一黑 这一幕也把龙国民众给吓了一机灵 很好 老子瞌睡彻底没了 现在比打了鸡血还精神 妈妈问我为什么还不睡觉 我把刚刚的画面录像拿给他看 结果他现在和我一起缩在被窝瑟瑟发 而我黑屏的直播画面 直到半个小时后才渐渐恢复正常 再看丑八怪 竟然在悠闲的呼呼大睡 仿佛刚才发生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但此时龙国的高层可坐不住了 因为刚刚那一幕实在是太过诡异 他们不得不重视 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 我没把丑八怪带进卧室是正确的选择 那只猫有大问题 赶紧给大一万发信息 再次提醒他远离猫咪 而与此同时 我的这段诡异的直播画面 也在一小时之内 出现在了各国高层的会议室内 一直跟龙国叫嚣的小窝国 此时尤为兴奋 他们判断猫咪的诡异变化 是我违反规则的结果 都在期盼我早日隔屁 而米国高层此时也是面带轻蔑 看着画面扬起了脑袋 认为我和龙国的好运到此为止 只有八铁国的高层忧心忡忡 紧紧盯着画面为我加油呐喊 更是给龙国发送密电 表示永远会跟龙国站在统一战线 第二天清晨 我刚起床就收到了高层给我的提示 这已经是第二次提醒我猫咪危险 昨晚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 难道丑八怪身体里还藏着一个女人 不过即使丑八怪真是诡异的一部分 但只要我一直叛逆 违反这些规则 那她现在应该也拿我没办法 不然她应该昨天就对我动手了 我也不可能活到现在 我大致整理了一下思路 想清楚后也不再担心丑八怪的变化 打开繁琐的卧室门走进客厅 瞥了一眼正在沙发上舔是爪子的丑八怪后 便静止进了厕所 可当我进入厕所后发现 昨晚墙壁上的那个死字竟真的不见了 墙面很平整 就像是那些抓痕从未出现过一样 看到这一幕我心中也有了猜测 这个丑八怪果然有问题 不然一只猫怎么能如此完美的 处理好那些抓痕呢 果然不能对她太好 随后便来到厨房开始煮面 而给丑八怪吃的依然是猫粮 可就在我津津有味的吃早餐时 其他选中者的直播画面里 却是死一样的寂静 因为他们的房间内依然是黑暗的 根本分不清此刻是白天还是黑夜 仅仅是因为记错了时间 一整个国家便被降临了上百种规则怪谈 直接覆灭 只因现在的地球已经被规则怪谈笼罩 各国的选中者如果闯关失败 则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 而此时 规则怪谈事件内 除了我和八铁国的帕夏准时醒来外 其他国家选中者的直播画面里 都是死一样的寂静 根本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 这也让外部世界的各国高层都产生了疑惑 直到他们发现我和帕夏都拥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都把挂钟拿下来当作了闹钟 这也就是说规则四 居然是一条对错参半的规则 而在规则怪谈事件内 记错时间是致命的 一旦挑战超时 将会受到比正常淘汰残酷数倍的惩罚 曾经有一个大国就是因此一夜消失 如今见到自家的选中者居然还在酣睡 各个国家高层都急得跳脚 只有米国高层还算理智 率先给他们的选中者发送了提示 其他国家见状也纷纷效仿 不过随着选中者们一个个被叫醒 他们三次弥足珍贵的提示机会也全部耗尽 现在除了龙国和八铁国还剩最后一次提示机会外 其余国家都已经没有了任何提示机会 屏幕外的他们只能当个抗坑 而怪谈事件内 被叫醒的选中者们也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对于我的再次领先 米国的约翰感到非常的愤怒 就像是电影里的主角突然被跑龙套的抢了风头 这让他无法接受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里不是好莱坞 在这里化身反骨战神的我才是开挂的主角 而小卧国的没穿裤子到现在也还搞不清形势 还以为我是跳梁小丑 打定主意死心塌地跟着米国的约翰混 但我却不管这么多 吃完早餐便又打开电视 继续开始了我的百烂生活 而剩下的选中者却没有这么悠闲 紧急整理起现在得到的所有信息 妈妈留下的纸条上只有十条规则 就目前来看 规则一 规则六 规则七 规则八 规则十是正确的 规则二和规则三是错误的 规则四是对错参半 而规则五和规则九暂时还不能确定 但明显有着矛盾冲突 规则五还有个很奇怪的点 他并没有提到邻居这个词 那是不是意味着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但可以给邻居开门呢 但又怎么才能确定敲门的是邻居 不是其他诡异呢 就在这时 几乎同一时间 所有选中者的锁在房间 都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 突然传出的响声 把他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只有正在看着熊出没的 我朝门外嚎了一声 谁啊 是我 我是你的邻居 我听着外面的声音 感觉像是个挺有礼貌的男人 随后便起身向房门走了过去 我仅仅是随手开了个门 便引起了龙国亿万人哭泣 没多久更是传遍全球 让以米国为首的各国幸灾乐乎 只因我此时正身处怪谈世界 稍有差池不但自己会隔屁 还会牵连背后的国家 原来就在刚刚怪谈世界内 几乎同一时间 所有选中者都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 因为规则五明确写着千万不要开门 有人敲门也别开 所以其他人都吓得冷汗直流不敢动他 但只有我感觉门外的声音还算有礼貌 便起身前去开门 可门打开后发现屋外并没有人 就在我还一脸疑惑四处张望的时候 一道诡异的身影瞬间出现 飞速向我袭来 也就在此刻 伴随着外部世界无数的尖叫声 我的直播画面直接一黑 看到这一幕 龙国几乎所有人都瞬间 贪坐在地失声痛哭起来 眼里充满了绝望 因为他们知道我已经被淘汰 规则怪谈即将降临 而龙国面临的将会是灭顶之灾 而与此同时 以米国为首的几个国家 也都看到了我的画面 纷纷性在乐祸拍手叫好起来 都认为我的这一次贸然的决定 已经导致龙国失去了所有希望 而属于龙国的时代即将终结 一脸嘲讽地表示 要亲眼见证我们的灭亡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五分钟 但令其他国家失望 却又让龙国惊喜的是 规则怪谈并没有降临 所有的一切如往常一样 此时所有人都差一且意外 因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龙国的众人 却死死盯着我的直播画面 希望有奇迹的发生 然而就在下一秒 奇迹竟真的发生了 我的画面在黑了整整十分钟后 居然真的恢复了正常 看着毫发无伤的我 整个龙国上下都忍不住欢呼起来 我也大笑着跟大家报平安 不好意思 我刚刚被诡异攻击了一下 画面也是被诡异给屏蔽了 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而我嚣张的发言 也彻底让整个龙国沸腾了 什么 就只是被诡异攻击了一下 说的也太轻松了吧 这播装的我要给你满分 不怕你骄傲 我的这句话非常给龙国长脸 还是头一次有人敢 这么不把诡异放在眼里 但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看着我平安归来 以李国为首的各国破了大房 小巴嘎更是垂胸顿足 大喊黑幕 而怪谈世界内 敲门声还在一直持续 因为除了我赶起身开门外 其他选中者都还缩在沙发里 瑟瑟发抖 但由于他们长时间没有回应 此时门外的敲门声 也就有什么撞门 巨大的响声下的泡菜国选中者 瞧不成双手抱头激进崩溃 红着眼睛朝门外大喊 一把大刀瞬间把门踢穿 这么刺激的画面 直接把朴布城下的大小便湿尽 窝在沙发里阿巴阿巴地叫着 见到朴布城这副怂样 龙国民众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一顿嘴炮输出过去 而此刻炮菜国的高层 看着这一条条的弹幕 也是被气到晕绝 像是吃了朴布城拉出的奥利给一样难受 就这样又持续了三十分钟 门外终于没有了动静 可所有人的心情都依然紧绷 生怕诡异突然破门而入 把他们都打了 只有我不慌不忙 悠闲地吃了块牛排后 便打算在沙发上睡一觉 可就在此时 敲门声竟再次响起 这次又是谁 还有完没完了 明明知道门外是诡异来袭 但我却偏偏要去开门 此因我刚进入怪谈世界 便抽中了三S级诡异天赋 毕身反骨 在怪谈世界内无视规则对错 直接叛逆就不会受到任何诡异污染 我听着门外再次传来的声音 依旧很正常 而且跟早上的一样客气 但这份客气却让我有些无语 一次不够吗 怎么还来 其实我第一次准备开门的时候 就已经判断出门外的并不是邻居 试问怪谈世界里的邻居 怎么会用正常人的语气说话 只有诡异才会用人的语气 引导他人开门 但我虽然判断出门外不是邻居 但根据规则五不能开门的提示 我却不得不反其道而行 只有把叛逆进行到底 我才能一直获得天赋毕语 就这样做好心理准备的 我再次打开了房门 但与上次情况不一样的是 这次门外居然真的什么都没有 可能诡异也就是走个流程 知道伤害不了我 所以直接摆烂了 看到这一幕的我也是一脸无语 我做了这么久心理建设才开的门 你竟然不攻击我 真是太没有职业道德了 而外部世界 龙国众人看到我被诡异攻击后 竟还敢开门 纷纷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而与此同时 泡菜国选中者调不成这边 也听到了再次传来的敲门声 大家都以为他会像第一次那样 缩在沙发上的安全 可他的操作却让人大跌眼镜 竟阿巴阿巴地笑了一会后 静止朝房门走去 原来他已经被第一次 斧子披门给下的精神失常 就这样在外部世界 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调不成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打开了房门 不过和我不一样的是 调不成的直播画面 瞬间就黑了下去 接着便听到一声冰冷的声音 在全球上空响起 泡菜国选中者调不成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数即时开始 而此刻的外部世界 也炸开了锅 纷纷议论起来 为什么同样是打开了房门 大亿万倍诡异攻击 能安然无恙 调不成的结果却截然相反 但泡菜国高层和民众 就没有这么悠闲了 纷纷对调不成表达了 亲切的问候 稀巴 该死的调不成 居然能被敲门声吓成傻子 怪谈马上要降临了 我真是感谢你八倍祖宗 看见连续嘲讽 我们多次的泡菜国 终于降临了规则怪谈 大国所掌握的 关于规则怪谈的资料 要比小国多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 大国的选中者遇到事情 会比小国更加冷静的原因 但怪谈世界是复杂多样的 就算大国将这些资料 研究的在透彻 也是无法保证 百分百挑战成功 而怪谈世界内 连续两次的敲门事件 也让活下来的选中者 更加小心翼翼 但就在他们觉得 是不过三的时候 第三次敲门还是来了 这次敲门的时间 是在晚上七点 敲门声的再度响起 也让各国选中者的神经 再次紧绷起来 这次还是一个 自称邻居的人 说是来见猫粮 表示可以用食物换 但这次的声音 明显跟前两次不太一样 我意识到这次 可能是真的邻居 但我的食物完全足够 所以便起身 走到门前 声音地拒绝了他 邻居听后 也是明显一愣 在确定我真的不会开门后 脚步声便 渐渐消失在了楼梯间 再看其他国家 米国约翰 跟我的做法截然相反 他选择打开门 和邻居交换食物 中间过程中 并没有受到诡异清洗 而小窝博的梅穿裤子 却还是跟前两次一样 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 把缩头乌龟 这个词表现得淋漓尽致 可就在众人一边嘲讽 一边认为 他又要蒙混过关事 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一道如同触手的影子 竟随着邻居的敲门声 钻进了屋内 猛然扑向了他 我的阳台上 凭空出现了一个人偶娃娃 但当我把他拿起来的时候 却是浑身鲜血 只因我身处规则怪谈世界 稍不留神就可能会面临灭顶之灾 而此时小窝博的梅穿裤子 正撅着屁股在沙发上双手抱头 频繁的敲门声 把他吓得瑟瑟发抖 想着死不开门 便可以蒙混过关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一道诡异的影子 已经伴随着敲门钻了进来 慢慢向他靠近 但就在诡异影子 袭向梅穿裤子的时候 一道金黄色的光圈再次亮起 第三天清晨 每位选中者 都在闹铃声中清醒 可当再次看向妈妈留下的纸条时 却发现已经增加了几条新的规则 规则十一 猫咪会保护你 但它也会伤害你 规则十二 如果当你发现猫咪变得异常 请马上杀死它 规则十三 家里有时会出现奇怪的女人 请尝试跟她沟通 并且可以完全地信任她 规则十四 时间会混淆 不能一直依赖挂钟 规则十五 你可以出门 但你得一直盯着自己的鞋子 规则十六 卧室门不要反锁 规则十七 阳台上没有东西 无论听到任何声音都不要好奇 规则十八 妈妈不会回来了 七天之后打开门一切结束 而这突然出现的八条新规则 也让一众选中者感到及时 因为规则的前两条 就让他们感到不含而立 在其他选中者眼里 猫咪一直都是好的角色 而且除了我之外 他们都已经带着猫咪睡了两天 但规则十一和十二的出现 却让他们几倍发凉 我起床看到新规则后 也越发觉得 沙发上的丑八怪不对劲 但我丝毫不慌 又怒删了他两个大逼斗后 便表示今天想吃猫肉 恐怖的表情下的丑八怪怪叫一声 一溜烟钻进了厕所 可就当我站在窗边 思索后面应该怎么处理丑八怪时 却发现阳台上 突然出现了一只人偶娃 人偶不是布的 更像是皮质的 我一脸疑惑 难道是丑八怪搞的 昨天还没有啊 说着我便走过去 把玩偶拿了起来 可刚拿起来 就感觉手里一阵冰凉 低头一看 才发现不知何时 已经沾满了鲜血 而这些鲜血 竟像虫子一样 在往我的手里钻 但好在我一直受天赋保护 手掌上幅献出一道淡淡的金光 便把鲜血消散 可接着玩偶身上的皮肤 居然开始溃烂脱落 鲜血也再次喷涌而出 什么恶心玩意儿 大早上的倒胃口 一边说着我一边 把他扔进了厕所 不一会儿厕所里 还来了丑八怪 上窜下跳的声音 我的阳台出现了一个人偶娃娃 但我却毫不犹豫 把他扔进了厕所 只因他突然面露凶光 浑身上下充满了诡异 而我的这个操作 也让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议论纷纷 因为此时丑八怪还在厕所里 这人偶不会也是诡异的一部分吧 大一万这是打算用诡异对付诡异 夺损了 方圆几公里的损 简直都让大一万夺完了 与此同时 人偶攻击被我化解的这一幕 也被有新人看到 米国高层纷纷认为 我的天赋起码是S级 因为就目前来看 我和日川都能免疫诡异攻击 但我的免疫次数早就超过了三次 他们也意识到我并不好对付 只希望自己国家的选中者约翰 能尽快超越我 第一个通关 而怪谈世界内 米国约翰正在纠结 要不要使用自己的S级天赋 他拥有三次辨别错误规则的机会 除此之外 天赋还赋予他跟任何选中者 隔空对话半分钟的权利 但他的三次辨别机会 由于前两天已经使用了两次 所以现在他只剩下最后一次 此刻他正在纠结 要不要用这最后一次机会 辨别猫咪的好坏 但他最终还是放弃 因为不管猫咪扮演的角色是好是坏 他现在都要提防他 所以辨别机会用在这里意义不大 而且规则十八才是最重要的 怪谈世界的挑战时间确实是七天 但如果这是个误导规则 很容易就会前功尽弃 思考在三后 他便打算把最后的机会 用在第十八条规则上 随着天赋的发动 第三次辨别机会用尽 一道提示也跃然出现在 妈妈留下的纸条上 规则十八错误 随后便看到约翰长输了一口气 不出所料 这果然是错误的规则 龙国的大一万肯定想不到 可就在他一脸欣喜咧嘴大笑的时候 阳台竟突然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约翰一脸疑惑 身体不由自主地想要去拉开窗帘查看 但这时猫咪却突然出现拦下了他 嘴里还不停地喵喵叫着 你这是想提醒我不要去 约翰蹲下身子抚摸着猫咪 而在他的注视下 猫咪竟真的点了点头 见到这一幕 约翰也意识到猫咪确实会保护他 但也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猫咪这么简单 其实就算猫咪不出现 约翰也不会冒险去阳台查看 因为规则十七写得很清楚 不要对阳台产生好奇 之所以装作要去阳台查看 就是想确认一下猫咪的反应 而与此同时 其他选中者家里也同样传出了婴儿的哭声 日川就不用说了 这种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浑身颤抖 他不是不想上前查看 他是根本不敢 而对于阳台上突然出现的动静 大部分选中者都是选择了不予理会 但巴黎国的阿道夫因为神经一直紧绷 思维混乱一把拉开了窗帘 就这样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人偶就已经猙獰的扑了拐 随后便传来系统冰冷的提示音 巴黎国选中者阿道夫被诡异吞噬 外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阿道夫的淘汰使巴黎国民众顿时陷入了恐慌 但高层还算镇定 瞬间发布信息通知全国 开启一级戒备启动芯片 把掌握的所有有关妈妈纸条的全部资料 第一时间传送进了民众的脑子里 这也是大国和小国的区别 大国掌握了芯片技术 能第一时间把资料传给民众 极大程度地控制民众伤亡人数 而这些事情和我都毫不相关 此时的我正悠闲地已在厕所门上 听着厕所里的丑八怪和玩偶打架 我明明是在看粉红丸皮猪 电视里却爬出了一只黑画板的针子 但我丝毫不慌 转身就跑进厕所拿出了人偶 随后便当着针子的面给了人偶两个大逼斗 只因这个人偶和针子一样 也是诡异的一部分 原来就在今天早上 平空出现的人 被我跟进了厕所与丑八怪单挑 临近中午我发现厕所里没了动静后 才把厕所门打开 刚想看看里面的战况如何 丑八怪便羞地一下冲了出来 我定睛一看后 才发现丑八怪浑身的毛都被干没了 光秃秃的多少有点羞耻 看样子是打输了 随后便看到丑八怪 趴在沙发上一脸怨恨地盯着我 我看他这副模样看来还是不服 便戏谑地说道 是不是刚才你俩还没分出胜负 要不我把他拿出来你们在底底 可我话还没说完 便看到沙发上的丑八怪怪叫一声一蹦三米高 慌里慌张地躲进了桌子底下 丑八怪这副害怕的模样 把外部世界看直播的吃瓜群众都给看了 纷纷称赞我这波骚操作完的六 看来还是那个人偶更胜一丑 突然有点心疼丑八怪 这次他算是遇到克星了 用诡异对付诡异是个好办法 万一规则怪谈再次降临龙国 我们也学着这么干 拉倒吧 咱们也就是看着大一万的这么干 咱们要是这么干 现在坟头草都一丈高了 就在众人兴致勃勃讨论不停的时候 我已经把人偶从厕所里拿了出来 只见人偶除了身上有两道丑八怪留下的抓痕外 并没有其他伤口 可就在我拿着人偶观察时 他竟然也在用他那一双漆黑的眼睛盯着 随后更是面目逐渐猙獰 嘴角也眼见的上扬 见此情景 我眼疾手快直接上手把人偶的嘴给撕烂 心里暗自庆幸 还好我机智 物理打断他的施法 避免了一场恶战 想着这玩意现在也没什么用 倒是晚上可以用来手呢 随后便又给了他两个大逼斗后便扔回了厕所 而我则悠闲的去吃午餐 今天的午餐依然是牛排 虽然我也很想换换口味 但这里毕竟是规则怪谈世界 不是五星级度假村 家里也没有别的食材 只能将就一下 我的这个想法如果让其他选中者听到 肯定都该气吐血了 吃完后我便跟之前一样 躺在沙发上打开电视看大型系列连续剧 粉红蛮皮猪 但还没看多久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一个劈头散发 长得还不如真子好看的诡异从电视里缓缓爬了出来 我哪里见过这么圣人的场面 跑进厕所便拿出了人偶 当着诡异的念啪啪就给了人偶两个大逼斗 我愉悦地打完后 只见人偶和诡异都是一脸猛逼地看着我 人偶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 诡异是不知道他自己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就这么僵持了一分钟后 诡异终于还是想起了自己的职责 张牙舞爪的就向我扑揽 毕竟他要证明他是一直有职业道德的好诡异 那个爱cosplay真子的诡异虽然长得丑 但却会对我弯腰行李 只因我就是传说中的逼斗战神 一言不合就会甩人几个大逼斗 原来就在刚刚我对着人偶甩了两个大逼斗后 本以为这个诡异会知难而退 结果他缓迷震静还想搞事 我只能再次施展绝招 一把把躲在桌子底下的丑八怪拉了出来 继续当着诡异的面又给了狗八怪两个大逼斗 这两个大逼斗打完顿时变成了三连猛逼的状态 他们这几个不同形态的诡异直接傻 闭脸呆滞的看着我 就这样愣了好伴想 鬼一也意识到我在这个家的地位 居然起身恭敬的朝我行了一个礼后 规规矩矩的钻回了电视 电视里爬出来的鬼一肯定不如实体的人偶和丑八怪厉害 看到这俩都挨打了 他果然不敢造次 至此 我又成功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 感觉自己多少有点伟大 我的危机是解除了 但直播效果却炸了 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彻底震惊 这是什么鬼 大一万又解锁了新姿势 看到三连猛逼我莫名想笑是怎么回事 这个龙国人没毛病吧 他到底是在干什么 大一万当真是怪谈世界里的一股清流 这次逼斗事件不只是龙国 就连其他好几个国家的民众 都对我的操作感到不可思议 纷纷称赞我闻能导笑安天下 我能逼斗定乾坤 绝对是怪谈世界里的第一人 各国的高层也开始对我的直播更加关注起来 足球国和日不落国的高层 更是纷纷开始对龙国发送秘电以示友好 可此时也有不开心的 米国和小窝国高层现在就是满脸阴影 小巴大更是要举全国之力 全面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是要跟龙国对抗道顶 而此时龙国高层也收到了 来自足球国和日不落国的示好秘点 但这群墙头草来电的目的 他们也心知肚明 便打算先接受试好 但依然还是多加提防 我的这一次表现彻底出乎了高层的预料 纷纷认为只要我能处理好猫咪的事情 挑战成功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仅剩的最后一次提示机会 会在最关键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 确保我能顺利通关 此刻的怪谈事件内 我却并不知道自己的举动 在外面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 依然悠闲地煎着牛排 打算饱餐一段后早点休息 毕竟老甩人大逼斗也是需要体力的 可就在此时 客厅镜突然传来了高跟鞋的走动声 一回头便看见一个女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后 刺目相对差点把我吓得过去 我记得很清楚 房子里所有的门窗都是从里面锁上的 这个女人就像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而此时的我也想起了妈妈纸条上留下的内容 规则十三 家里有时会出现奇怪的女人 请尝试跟她沟通 并且可以完全信任她 我脑子飞速运转 如果这条规则是正确的 那么我现在就需要了解这个女人 但我并不想这么做 因为在这里我必须叛逆 才能获得天赋的保护 所以在简单的对视后 我便直接端着牛排走了出去 而我出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满屋子寻找丑八怪 但诡异的是丑八怪在这个时候居然消失了 难道真如龙国高层提示所言 这个女人和丑八怪有关系 一想到丑八怪皮肤撕裂 这个女人从她血淋淋的身体里钻出来 我内心就开始发毛 难道就因为我抽了丑八怪几个大逼斗 这个女人就忍不住要来找我报仇 等等 她会不会就是留下纸条的妈妈 这个女人会是留下纸条的妈妈吗 难道就是因为我抽了丑八怪几个大逼斗 她就忍不住变成女人来找我报仇 可就在我想再去厨房看看那个女人 寻找一下线索时 但却发现女人已经不知何时凭空消失 我一头雾水 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莫名其妙地出现 然后又莫名其妙地消失 带着无数的疑问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整个厨房 却仍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 但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却能隐隐感觉到 前后出现的两个女人虽然很相似 但却又有些不同 而与此同时 其他选中者的家里也出现了相同的女人 足球国的亚瑟见这个凭空出现的女人 并没有马上伤害她后 便判断规则十三很可能是正确的 所以她主动上前和女人沟通 甚至是非常信任女人 希望能从她口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 但她的沟通并不顺利 因为女人从始至终都未发一眼 女人只是朝亚瑟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后 便凭空消失在了原地 看着女人的消失 亚瑟也傻了 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但与我不同的是 她很快发现在女人消失的地方有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 发现纸条上只写着一行小字 我是我 这条规则的判断里 一共有三个人获得了女人的纸条 但毫无例外 都根本不清楚这句话具体的含义 再回到我这边 女人消失没两分钟 丑八怪就从沙发底下钻了出来 看着突然出现的丑八怪 我也是眉头紧正 因为沙发底下 我刚才明明仔细检查过 根本没有丑八怪的影子 这也让我确定了我的判断 丑八怪和女人只能同时出现一个 我也暗自庆幸 幸好我一开始就没跟她亲近 把她带进卧室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看来今晚还是得把她留在外面 而在所有的选中者中 除了我和同样意识到 猫咪不简单的约翰外 其他人依旧将猫咪带进了卧室 目前猫咪一切都表现得很正常 所以他们并没有发觉 这个举动有什么不同 午夜时分 其他人的猫咪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但被约翰留在客厅的那只猫 却喵喵乱叫着疯狂的脑门 约翰只能留着冷汗紧锁房门 假装睡去 但和约翰房间里的猫咪比起来 丑八怪的变化明显更加恐怖 如果约翰房间里的猫咪 现在处于黑化初期 那丑八怪绝对是到达了黑化后期 在无数龙国民众的注视下 那令人窒息的一幕又再次上演 只见客厅里的丑八怪 先是诡异且安静地坐着 月光照在她那光秃秃的身体上 显得格外圣人 丑八怪的身体没了毛厚 从背后看上去 就像一个没穿衣服的小孩子 没一会儿她便直立站了起来 两只立爪直接撕开了身体的外皮 就这样经过长达十分钟的血腥挣扎 一个扭动着躯体的女人 终于从丑八怪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而跟上次不同的是 女人出现后并没有到处乱转 而是直接盯着我卧室的方向 朝我这边走来 我只是下了个面条 连蛋都没舍得家 但这个女人却又凭空出现想要偷吃 原来就在刚刚 修复完门锁后的 我发现挂钟出现了异常 如果按照规则十四的提示 我就不能一直依赖挂钟来判断时间 不过老子天生叛逆 所以这件事我得从另一个角度看 规则就是想让我对挂钟上的时间彻底不信任 但我偏偏就选择相信挂钟 主打就是一个所有事情都反对 而怪谈事件里 除了我第一时间发现时间紊乱外 所有选中者中救米国的约翰 也注意到了时间的细节 不过他在这件事上的选择和我截然相反 他开始质疑起挂钟上时间的准确性 而除了我俩之外 其他几个小卡了米不知道天天在干嘛 根本没注意到时间的变化 但也正因为他们没有发现 所以他们下意识的选择就变成了和我一样 我是有天赋傍身 可这几个家伙却没有 如果后面再意识不到时间问题 感觉不多久他们就得隔屁 当然这些都与我无瓜 此时的我正坐在沙发上悠闲地看着电视 而电视节目赫然是上级还是大上级 出现的那个cosplay真子的诡异在跳进脸层 从他的身体舒展程度来看 我感觉他想必是专业的 惊天异常的平静 但这平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淡定面对 有些家伙就是闲得淡疼 非要不走寻常路折腾出点事情 日不落国的爱德拉就是其中的典型 他居然想去探索一下外面的世界 因为规则里有这么一条 你可以出门 但你得一直盯着你的鞋子 也正是因为这条规则导致他的判断出现了错 他觉得房间外面肯定会有重要线索 只要找到他就能获得其他人不知道的信息 从而领先他人 增加通过挑战的概念 可往往事与愿违 在亿万民众的注视下 爱德拉毅然决然地拉开房门走出去 然后就已经没有然后了 因为没走出去多远就被诡异吞噬 随之冰冷的系统提示在全球上空响起 日不落国选中者爱德拉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随着爱德拉的潮态 现在怪谈世界里只还剩六个人 而除了我和约翰是凭借实力和天赋活到今天 其他人则完全是靠运气 特别是小沃国的没穿裤子胆想如属 明明抽中的是五级天赋 却根本不会利用白白浪费的机会 就这样第四天在诡异的平静中度 第五天早上八点 我准时打开了卧室门 而迎接我的依旧是一地狼藉 没出意外 昨晚人偶又和那个女人进行了一场恶战 看着缺胳膊少腿的人偶我一脸无奈 昨天当给你缝好的手臂又被干没了 这女人也真是丧心病狂 就这么想把我打掉 天天缝 我都快变成裁缝王 也不知道人偶还能撑几天 我坐在沙发上用最快的速度把人偶缝好 随后就把她扔进了厕所 因为我想过了 既然晚上女人不让我睡个好觉 那白天丑八怪也别想好过 一定要在她身上讨回点利息 反正丑八怪这个丑东西也是天生反骨欠收拾 而我则趁人偶和丑八怪在厕所较量的间隙 去厨房给自己整了碗面条 可就当我端着面条走出来的时候 之前那个穿红色高跟鞋的女人今又凭空出现了 她就一动不动安静地坐着 一双眼睛把我盯得发毛 但我也不敢随意跟女人搭话 因为一旦搭理女人 我就不再受到天赋的保护 所以我便坐在她旁边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这个诡异的人偶竟在今晚成了我的守护者 只因我睡觉前把她放在了我的卧室门口 替我挡下了来自女人的所有攻击 原来就在刚刚 从猫咪肚子里钻出来的女人和上次不同 竟直奔我的卧室而来 女人依旧看不到脸 浑身写满了诡异 随后便见她突然紧紧地握住门把手竟想要开门 而这一幕 也把外部世界深夜观看直播的群众吓得喘不动气 但好在我睡前都有繁琐卧室门的习惯 所以房门并没有打开 可就在众人刚输了一口气的时候 女人手一用力 门锁竟瞬间变形 不多久便被女人一把扯下狠狠地丢在了地上 而就在这一瞬间 也不知是门锁的声音吵醒了人偶 还是人偶感觉到了危险 只见原本一直低着头的人偶竟眼冒红光 突然抬头死死地盯着女人露出猙獰的笑容 随后更是猛然跃起大笑着向女人扑去 可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 整个直播画面骤然一黑 信号竟然又被屏蔽了 直播间的突然异常也让龙国民众有些失望 他们并不是关心人偶和女人 而是关心我的安危 没想到人偶居然会保护大一万 大一万又做了一次对的选择 要不是提前放了人偶在卧室门口 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多么恐怖的事情 大一万每天看着轻松惬意 其实真是细节满满 就在这不断的讨论声中 龙国民众在我的直播间 从半夜一直守到了天 此时已经是规则怪谈世界的第四天 早上七点 我的直播画面终于恢复了正常 只见我打着哈欠刚从床上醒来 开门一看果然不出我所料 原来昨晚卧室门外的动静我是知道的 在这种精神高度紧绷的状态下 我就算知道诡异伤害不了我 也不敢睡得太死 在诡异的规则怪谈世界 完全放松警惕无异于厕所打登落 找死 我看着满地的狼藉就知道 昨晚必定是一场恶战 看着人偶我也于心不忍 毕竟是因为保护我才变成了这样 所以我便打算把他的身体给缝合一下 虽然我也是温水主板力的水平 但应该总比现在强一点 而我缝补他其实也不完全是出于好心 我意识到在剩下的几天里人偶还有用 起码有了这个免费的保镖后会安全很多 晚上睡觉不用担心女人半夜冲进来杆我 让我意外的是 在缝合过程中人偶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下午 似乎有自己的意识 就这样慢慢悠悠缝了一个小时 我终于把人偶彻底缝合好 随后便把他放在沙发上去修复门锁 就这样又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大功告成 看着焕然一新的人偶和门锁 我都不得不佩服我自己 我竟还是个小天才 可当我忙完这两件试骗的眼挂钟时 却发现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12点 肯定不对 缝个人偶修个门锁绝对用不了这么久 我意识到这个挂钟似乎比前三天快了许多 此时我也记起了规则十四的内容 时间会紊乱 所以不能一直依赖挂钟 但问题是这个钟似唯一知道准确时间的来源 如果不能依赖他 又怎么判断时间的流逝呢 丑八怪我打定了 大意外也就不了他 然后我说的 原来就在刚刚 我没有理会凭空出现的女人 仿若无人地开始缩面 但就在我把一大碗宽面都干进肚子里时 抬头却发现女人居然再次消失 不过她这次给我留下了一张纸条 上面血红的字迹显得格外显眼 中午12点之前解决猫咪 晚上我会找你 我盯着手里的纸条有些发懵 陪了我这么多天的丑八怪难道就要被打 而且我不确定这算不算是一条新的规则 如果这段话算规则 按常理我应该反着做才能得到天赋庇护 但如果不是规则 那我就需要考虑一下这段话的真正目的和含义 假如这个女人跟昨晚想告我的女人是同一个 那么她的话有待考虑 但我总感觉刚才这个女人对我并没有恶意 此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一边感觉刚才出现的女人其实就是所谓的妈妈 一边又觉得她和昨晚出现在卧室门外的女人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但如果真是同一个人 那她们的态度为什么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根本想不明白 可就在这时 厕所里突然传来丑八怪的一声惨叫 我赶忙冲进厕所查看 却发现丑八怪已经打了 被人偶解决了 见到这一幕 一种不安的情绪从我心底升起 因为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 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些慌张 我不明白人偶为什么要这么做 虽然他把丑八怪做得很惨 但却并没有要嘎丑八怪的动作 为什么会突然吓死手 难道就因为刚刚我读纸条里的信息 不小心被人偶听到了 我早该想到这个人偶不是普通的玩具 但如此一来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因为不管刚才纸条上的信息是不是规则 对我来说都不再受影响 而与此同时 其他选中者也都在拿着女人留下的纸条发呆 面临着和我一样的抉择 因为妈妈留下的纸条里 有关猫咪的规则就有好几条 但除了我和米国约翰外 其他四人截至目前根本没发现猫咪有任何异常 如果规则十二是对的 那女人留下的纸条就跟规则相互矛盾 所以在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亚瑟 伊万诺夫 梅川库子选择了留下猫咪 帕夏则因为收到了八铁国高层最后一次提示 坚定地选择了跟随我把猫咪打掉 而米国约翰这边的猫咪被留在客厅两晚后 早已经变得有些不正常 选择对约翰来说并不需要纠结 但动手的时间却是个大难题 因为女人留下的纸条里要求是 中午十二点前把猫咪解决 可由于约翰不信任挂钟上的时间 所以无法确定现在到底是几点 此时的挂钟上显示的正好是十二点零一分 但根据约翰的估算 挂钟上的时间要快几个小时 所以他认为现在解决依然来得及 最后他便不再犹豫瞬间扑向猫咪 就这样只有我 怕夏 约翰选择了解决猫咪 试对试错后续又会发生什么都无从得知 晚上十点 第五天马上就要过去了 此时的我正一脸疲倦地坐在客厅 守着凉凉的丑八怪等着女人的到来 我深更半夜不睡觉 却在客厅一脸疲惫地守着凉凉后的丑八怪 只因这个女人给我留下纸条 只要中午十二点之前打掉猫咪 她晚上就会来找我 晚上十点 就在我困得要睁不开眼的时候 女人如约而至 但这一次她并不是和以往一样凭空出现 而是当着我的面从丑八怪的尸体里钻了出来 目睹全破成的我多少有些反胃 心里突然有点后悔 这女人不是留下幼儿为了来打我的吧 人偶在哪里 呼叫人偶 正当我跑去把人偶拿来 以为他们要开始大战时 女人竟站在我的面前破天荒地说话了 而第一句话居然是谢谢 我一脸猛逼 女人却没有解释 而是自顾自地说起了事情经过 原来所有的规则纸条都是这个女人留下的 她就是所谓的妈妈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沦为了诡异的一部分 所以只能变成猫咪才能继续待在这里 因为她要在这里等她的孩子 真正的孩子 可最终她明白自己已经等不到了 所以才会留下纸条提示解决猫咪 从而让自己摆脱诡异的控制 找回清醒的自己 女人的声音越来越哽咽 就如同一个正常的母亲 在表达着对孩子的思念 而这一刻 我在她的面前也不再害怕 因为我看到了一份执着而伟大的母爱 随后在女人说完最后一句谢谢后 她就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我望着女人消失的位置缓了大半会儿 才转过头对着人偶说道 想哭就哭吧 因为我意识到人偶可能就是她的孩子 所以才每天晚上宁愿自己却胳膊断腿 都不愿伤害女人 而女人留下的我是我 我不是我的纸条也可以理解吗 白天的她才是真正的她 而晚上的她已经变成了诡异的一部分 此时的人偶已经哭成了一个泪偶 虽然哭不出声 眼泪却是啪哒啪哒直往下掉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只能静静地陪在旁边 不多时 一道系统提示打破了这悲伤的氛围 平凡生活中隐藏着一份伟大的爱 那就是母爱 坚定而深沉 选中者大一万 恭喜你完美通关妈妈的纸条 通关评价五星 通关奖励人偶 诡异抗性加一 目前诡异抗性1% 人偶介绍 外谈世界里诡异的一部分 在关键时刻 它会保护你的安全 而这时我才意识到 妈妈纸条上的第一段话也是规则 而且还是一条错误的规则 妈妈的纸条挑战时间实际只有5天 其实早有信息暗示 只是大家都没有往这边想 比如冰箱里的食物自始至终 就只够5天的量 我暗自庆幸 幸亏做了正确的选择 不然怕是要傻乎乎的等到7天 随后便看到一道黑色印记 悄然落在了我的手臂上 这就是我赢得的通关天赋 而这个天赋是可以保留到 下次关卡使用的 与此同时外部世界也炸开了波 因为我的五星通关 所以龙国获得了特殊奖励 龙国所有民众寿命增加10年 龙国群众纷纷表示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就连瘫痪多年的舅舅 都从床上站起来了 但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米国和小窝博的高层 现在正气的跳酒 气急败坏的相互埋怨 眼看就要喷到脸上 而这些都不是我需要关注的 因为我要开始准备 三天后的下次挑战 米国的选中者 虽然解决了猫咪 但依然被诡异吞噬 只因他误判时间 超过了中午12点 原来就在刚刚 我成功通关了妈妈的纸条后 已经在龙国民众万众 瞩目的期待中 传送到现实世界 回来后 我享受到了英雄般的最高待遇 但与此同时 规则怪坛内的其他选中者 则面临着不同的结局 巴铁国帕夏 由于按照高层提示 解决了猫咪后 他也顺利通关 但因他通关 只获得了一新评价 所以并没有得到 怪坛世界的任何奖励 而在我和帕夏 被传送出去之后 怪坛世界内还剩四人 分别是米国的约翰 足球国的亚瑟 灰雄国的伊万诺夫 以及小窝国的梅穿裤子 此时在四人面前 同样都站着一个女人 只是这个女人样子 有些诡异 看起来很可怕 约翰这边 女人在和他短暂的对视后 更是猛然向前 死死的掐住了他的脖子 原来约翰虽然判断出 挂中时间变快 并在他自己认为的 正确时间里解决了猫咪 但他却并没有意识到 前一天的晚上格外的漫长 挂中已经在那个时候 恢复成为正确时间 而规则十四 其实是个误导规则 就这样约翰带着 不甘被诡异瞬间噶掉 剩下的三人 看着眼前的女人 更是一脸猛逼 满脸惊恐 根本不知道 这是发生了什么 因为在女人出现的前一秒 她们都没有觉察到 猫咪有任何异常 女人也不废话 只是说了句时间道 便把她们一一吞噬 紧接着便听到 系统提示传出 米国约翰 足球国亚瑟 灰熊国伊万诺夫 小沃国没穿裤子 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而此时外部事件 米国和小沃国高层 虽然愤怒 但却并不害怕 因为他们已经完整了解了 妈妈纸条的全部过程 所以只要把信息 通过芯片发送到 民众的脑子里 就算是怪谈世界降临 他们也可以轻松应对 但往往事情 总是出人意料 降临的规则怪谈 并不是妈妈的纸条 而是另一个随机副本 就这样 在米国和小沃国高层的 骂声中 规则怪谈降临 损失惨重 但这些都与我无关 此时的我正在享受着 从未有过的巅峰人生 但往往愉快的时光 是短暂的 就这样度过了三天 又到了进入 规则怪谈世界的时间 跟上次一样 跟龙国民众告别后 我便被传送进怪谈世界 一睁眼便听到了系统提示音 本次挑战的怪谈世界 为开向远方的列车 列车的终点站 为雪斧陵园站 本次你们需要 扮演乘务员的角色 在扮演乘务员前 请规范穿好工作制服 务必记住你所在的车厢号 并仔细阅读乘务规则 你们的职责是保证 自己所在的车厢 成功抵达终点 列车抵达终点站 预计所需时间为三天 随着提示音落下 我熟练地环顾了一周 记住这里是六号车厢后 便赶忙一把推开了房门 因为现在的 我需要第一时间 找到乘务守则 我再次进入规则怪谈世界 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找到乘务守则 因为只有尽快找到守则 才能像在妈妈的纸条中 那样毫无顾忌地 给人大逼动 我环顾一周 记住车厢号后 便推门而出 不多久便在 车厢链接触的箱子里 成功找到了乘务员制服 和乘务守则 我赶忙换好制服 你别说 穿上制服后的 我还真有点像那么回事 随后便打开守则 认真阅读起来 列车里会出现 奇奇怪怪的乘客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乘客 服务好他们就是你的职责 守则一 面对乘客的刁难 你必须选择忍气吞声 守则二 如果乘客有在车厢里 随地大小便 抽烟等行为 请直接无视 守则三 车厢里丢东西是常识 如果有乘客 请你帮忙找回丢失的东西 你可以拒绝 但如果是孩子总丢了 那你有义务帮助他们 守则四 熊孩子在车厢里 跑来跑去是不要制止 他有什么错 毕竟还是个孩子 守则五 车厢里会提供食物 但一定不要领取 车厢连接处的食物 守则七 每节车厢就只有一名乘务员 而且车厢里不会卖乳主 守则一共十七条 待会儿还有 就先写这几条 不然视频太水 而且都写了你们也记不住 仔细翻完整本乘务守则后 我发现守则的最后一页竟被撕掉了 很显然 乘务守则不止以上失调 而乘务守则的最后一页 很可能就藏在这节车厢的某一处 为了了解清楚所有规则 我必须得趁着乘客 还没上车之前找到这最后一页 随后我便开始了疯狂的寻找 但是找遍了所有车厢 都没有见到那所谓的最后一页 06号车厢前后两节连接处 目前都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 难道乘务守则的最后一页 并不在车厢里 不过虽然没找到剩下的那一页 但经过这一番折腾 我倒是把整个车厢的情况 都了解了个差不多 车厢里的睡觉环境还是不错的 基本都是舒服的软物 而我自己的床位 则是在最后面的车厢连接处 因为实在找不到 剩下的乘务守则 我便一脸蛋疼的 来到我的床位坐了下来 甚至还有点想放个屁 可就当我拿出人偶 准备弯下身子 在床底再找一下时 却突然发现人偶 竟紧紧盯着枕头看个不停 我瞬间一愣 拦到枕头里有东西不成 我一把按了上去 竟真的有纸质的声音发出 把枕头拆开后 果然发现一张 跟乘务守则一样的纸张 滑落到了地上 这人偶真给力 我一边摸着人偶的脑袋 一边赶忙拿起查看 只见这张纸上 清楚地记录着 之前未看完的规则 守则十一 尊老爱又是传统美德 如果有乘客想跟你换枕头 请把舒服的枕头换给他 守则十二 不管发生什么事 车厢里的窗户一定不能打开 守则十三 车厢里不可能会出现宠物 如果你看到宠物 请尽快离开他的视线范围 守则十四 如果车厢里有人受伤 或疾病复发 请想办法救治 还有三条 太长不写 而我刚看完守则 便听到原本安静的车厢里 传来了许多脚步和交谈声 走到车厢走廊一看 原本空旷的车厢里 已经坐满了人 争吵声嘈杂声乱成一片 混乱中列车也开始发动 而在车厢连接处 我突然发现几个男人聚集 在一起准备抽烟 我大步走上前 在两个男人一脸猛逼的眼神中 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们手里的烟掐灭 就这样开局 我就违反了一条规则 我的叛逆之路第二集 也正式开始 大家敬请期待 我开局就给了乘客两个大逼斗 只因这两个家伙 尽胆当着我的面在车厢吸烟 虽然根据手则二的要求 见到乘客在车厢里 吸烟应该直接无视 但我是谁 天生叛逆 一手逼斗闯天下 曾经打得丑八怪 他们三连猛逼的逼斗战胜 所以就算出来炸倒 我也根本不会遵守这小小的手则 但这两个小卡拉米 好像还没意识到我的厉害 一脸怒气地准备找我理论 我直接把旁边 禁止吸烟的牌子 敲得光光作响 见到牌子后 这俩人也知道 理亏并不在上前 不过嘴里还是不满的嘟囔着 说是待会儿要去厕所抽 看我能把他们怎么样 我听着他们毫不避讳的谈话 瞬间大怒 真是不知道马王也有几只眼 竟敢当着我的面 给我上眼药 这能忍 我猛地回头 一把抓住 其中一个小卡拉米的衣领 就把他按在墙上 恶狠狠地威胁他们 别给自己找麻烦 其实这群所谓的乘客 已经不算是人 他们都是被诡异吞噬 从而留在这里 已经是诡异的一部分 所以对待他们 根本没必要客气 而我又是逼抖又是威胁 也让他们很不爽 当即变异后 就打算要跟我干一家 但我根本不慌 掏出藏在衣服里的人偶 便怼到他的脸上 人偶这些天看来也是憋坏了 丑八怪地离去 让他一身力气没处使 瞬间变眼冒红光 浑身散发着黑气 就要冲上去 幸亏我赶紧拉住了人偶 不然这两个小卡拉米坟头草 都一丈高了 再看那俩人 早已经吓得贪坐在地瑟瑟发抖 人偶本身就是高阶诡异 他们对人偶是本能的惧怕 见到他们这副怂样 我也没再理会 可一转头就发现 一个大婶敬领着一个小孩子 在过道大便 真是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我当即大声制止 威胁到如果拉在过道 我就把小孩子屁股打成八半 正准备伺候小孩子 窜息的大婶也是一愣 眼里闪过一丝古怪的神色后 便不情不愿地抱着孩子去了厕所 而经过我教训男人和大婶 也让整个车厢意识到 我这个乘务员并不好扰 一时间原本聊得热火朝天的车厢 瞬间安静下来 气氛也随之降到了冰点 这其实也是我想看到的 自己主动出机踪笛 等着被这些乘客拿捏墙 与此同时 小窝国的心境选中者 紧边一郎正在耐心地 劝导乘客不要吸烟 但没多久就被几个男乘客 按在地上疯狂摩擦 边摩擦还边嘲讽 就一个破乘务员 也敢管我们的闲事 你是不是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几个乘客打完 还不忘朝他脸上 吐了几口浓潭 紧边一郎哪里见过这么大的场面 随后便缩在车厢角落 委屈地痛哭起来 而在紧边一郎 已经开始怀疑人生时 其他国家的选中者 也没得到乘客的好脸色 不过也有例外 灰熊国选中者尼古拉 就在开局展露出了 自己抽中的S级天赋 这个男人 仅仅是和老人换了个枕头 就是战婆国高层气急败坏 甚至不惜使用一次珍贵的提示机会 也要让他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要把枕头换回 只因这里是规则怪谈世界 烧不留神就会被规则误导 从而淘汰 而每个选中者首次进入 都有一次抽取初始天赋的机会 灰熊国的选中者尼古拉 就在刚开局便展露出了 自己抽到的S级天赋 他的天赋名为领导者 能让他的话具有绝对的权威 让乘客具有一定的服从性 看到这一幕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坐不住 纷纷猜测起我的天赋到底是什么 因为从妈妈的纸条 到现在开往远方的列车 他们虽然一直看到我违反规则 但却并不知道 我为什么能无视规则的正确性 甚至还可以免疫诡异的吞噬 但我的天赋是最高机密 除了我自己 可能也就只有为数不多的龙国高层 才能大致了解 而与此同时 规则怪谈世界内 我在车厢里巡视了一圈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情况 看来我的先发制人 确实把这些乘客震慑住了 他们看上去老老实实 并没有再出现任何异常 一道开门声响起 我抬头一看正好是早上七点 只见最前方车厢连接处 被封锁的大门突然打开 一只诡异的手从另一端伸了过来 随后便有个冷漠的声音 从迷雾中传来 06号车厢乘务员 你的早餐到了 那手放下早餐后便缩了回去 大门也随之关闭 看到这一幕的我愣在了原地 因为刚刚开门的时候 真正的火车 到底是否存在其他车厢 难道真就如规则八所说 乘务员不能离开自己所在的车厢 想不明白的我也不再纠结 决定还是先吃饭 只有吃饱饭 才有精力来应对这些突发状况 虽然规则五清楚地写着 一定不能吃车厢连接处的食物 但我一眼就看出 这其实是和规则二一样的错误规则 再加上我本来就需要对规则进行叛逆 所以车厢连接处的食物 我不仅要吃 而且是非吃不可 可就在我大口享用早餐时 一道苍老的人影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抬头一看是一位老人家抱着一个枕头 说是枕头太硬 睡得不舒服要跟我换一下 我听后微微皱眉 心想果然还是来了 而且还来得这么快 我清楚地记得成物手则里有这么一条 手则十一 尊老爱幼是传统美德 如果有乘客想跟你换枕头 请把舒服的枕头换给他 这条手则虽然表面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它却是出自成物手则的最后一页 如果我不知道枕头里藏着成物手则 不然我非要再给他跟上两个大逼斗 我的瞬间变脸也让老人一脸无语 但他也没办法 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去 可刚走没多远 他就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怀里抱着的那个枕头也不断地溢出黑气 而此刻其他选中者也面临着同样的抉择 不过大部分人都选择了拒绝交换枕头 并由此察觉到枕头有问题 从而找到了里面藏着的最后一页 但仍然有三个小国选择了交换 其中就包括刚经过怪谈清洗的战婆国 随后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战婆国高层又急又起 赶忙发送信息提示自家选中者换回枕头 而此时的我已经吃完早饭 当身的懒腰准备好好休息一下 但立马就被外面的大喊声吸引了出去 这又是怎么回事 开局就给大家来个暴击 对不起了正在吃饭的兄弟姐妹们 原来就在刚刚 正打算休息一下的我被一阵吵闹声吸引 出门一看 发现是睡在二臂床位的一个大姐正在大喊大叫 经过我上前了解 也大概清楚了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这个大姐刚泡的老痰酸菜面丢了 上个厕所的功夫泡面就不翼而飞 而睡在旁边床位的人却纷纷表示 根本就没有动过大姐的泡面 对于他们的说辞 大姐肯定是不幸 所以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本着在怪谈世界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本来并不打算管 刚打算开溜 但却突然想起乘务守则里有这么一条 守则三 车厢里丢东西是常事 如果有乘客请你帮忙找回丢失的东西 你可以拒绝 但如果是孩子走丢了 那你有义务帮助他们 但老子天生叛逆 主要是不叛逆也不行了 不叛逆天赋就失效了 所以规则必须得反着来 说什么也得帮这个大姐把泡面给找回来 起码得给她的交代 随后我便一拍大姐胳膊微笑着说道 大姐别方 一切由我 大姐看着我这激动的神情竟有些被吓到 慌忙推辞倒不用麻烦 一桶泡面而已 但我肯定不能答应 这不是要我小命吗 瞬间我就再次露出温暖的笑容 表示不用担心 乘务员的职责就是保护好 所有乘客的财产安全 泡面虽小 但依然是我的责任 这事就交给我吧 我的这番震聋发聩的话语 让大姐和在场的乘客都肃然起敬 纷纷被我这种认真务实的精神所感动 可就在这时 一个大妈慌里慌张地跑过来 一把拉住我的手说道 乘务员我的小孙子丢了 快帮我找找 大妈神情很是焦急 周围乘客都将目光看向我 就在他们以为我会义不容辞 伸出正义之手时 却只说了一个字 在场的所有乘客瞬间猛逼 根本不敢相信这话 是从我的嘴里说出来 刚才还明明为了一桶泡面 急功好义 这怎么态度还转变这么大 旁边的大姐都挣住了 迟疑的对我说道 泡面是小事 要不先帮她找找孩子吧 大姐的话很有道理 引得周围乘客连连点头 但我却不为所动 大姐你说的我都懂 但事情也分先来后道 找孩子是大事 找泡面同样也是大事 别说了 我这就帮你把泡面找回来 不然待会儿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我的这段一本正经的发言 听得周围乘客都一愣一愣了 虽然感觉好像哪里有点问题 但也不好反驳 旁边大妈见我不肯帮忙 还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一脸愤怒地白了我一眼后 便气冲冲地满车厢寻找孩子去 我却不管这么多 可一脸呆滞的大姐打了个招呼后 便自顾自地找起泡面 可找了十多分钟 满车厢都找遍了 也没有找到酸菜味的泡面 没办法 看来只能找一下最后一处地路 那就是厕所 跑到厕所里找泡面 没有三十年脑血栓 肯定是想不出这个鬼点子 但我就偏偏不走寻常路 我不相信泡面真能不意而非 随后我便快步走到厕所门口 一把推开厕所门 可随着门的打开 让我傻眼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厕所里竟有一个熊孩子 在马桶里夹着泡面吃 满脸蛋黄酱的熊孩子 看到我后竟还咧嘴一笑 邀请我一起 我赶忙捂住嘴 刚吃的早饭差点吐出来 可就在我准备掉头跑路时 却发现熊孩子身后 竟出现了一只泰迪 只见泰迪眼中红光闪烁 难道这又是一只会变身的丑八怪 熊孩子背后竟突然出现 一只类似泰迪的玩意儿 而我却清楚地记得 橙物守则中有这么一条 守则十三 车厢里不可能会出现宠物 如果你看到宠物 请尽快离开他的视线范围 显而易见 守则里说的这个宠物 就是眼前这个类似泰迪的东西 但既然守则这么说 跑路看来肯定是不可能啊 毕竟一只叛逆 才能让我受到天赋的保护 那既然不能跑路 就只能留下来正面硬钢 随后我便一把把人偶 从衣服里掏了出来 随时准备和眼前的 这只泰迪来场大战 可就在这时 那个一直在寻找 小孙子的大妈 却突然闯了进来 看到眼前的场景 二话没说 就把满脸蛋黄酱的 熊孩子一顿胖揍 我不是跟你说过 不要乱吃东西 又跑来这里掏粪 大妈一边说着一边干呕 明显也是快被 这特殊的气味给熏吐 不过她也就是嘴上说的凶 收拾熊孩子时 却没用几分力气 不然此时的熊孩子 不会有闲心朝我做鬼脸 可被大妈这么一打断 当我在看向厕所时 却发现那只泰迪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已经凭空消失 我不清楚刚才发生了什么 但我确定这只泰迪 后面应该还会出现 所以便打算一步一步来 先回去把泡面的事情解决掉 我洗了个手后 便快步来到了二臂床位 把自己看到的一幕 完完整整地告诉了大姐 此时的大姐 正在吃着一桶新泡面 可能是我描述的过于详细 大姐听后先是一愣 随后便面色古怪地 捂着嘴朝厕所跑去 眼看就要吐出来 而我做的这件好人好事 也得到了外部世界 吃瓜群众的一致认可 那大姐刚泡好泡面 还没吃几口 大一万多损啊 我发现这节车厢 乘务员的脑子 多少有点不太正常 大一万最擅长的本事 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此时的我虽然不知道 众人对我的赞扬 但我依然欣慰地想着 不愧是我 又做了一件好事 而与此同时 其他选中者也陆续遇到了 丢泡面和丢孩子的事情 不过和我不同的是 几乎所有选中者 都选择了先去找孩子 而且大部分人 在看到泰迪时 都果断选择了逃离 但也有一小部分选中者 因为没有找到 宠物守则的最后一页 所以没有意识到 泰迪是极度危险的存在 等他们发现 异常时却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面前泰迪张开血盆大口 吐出无数根触手 瞬间把他们吞了下去 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李普国 战婆国 缅国等五个国家选中者 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此时五个打酱油的小国 高层直接贪软倒地 因为他们几个小国 都是在妈妈的纸条里 第一批淘汰的 还没过几天安稳日子 规则怪谈竟又要再次降临 这接连的打击 他们根本承受不了 要是再这么来一次 估计可以直接宣布灭国了 这几个高层没有办法 只能向龙国求助 表示可以用500万吨粮食 交换芯片技术 这些小国平时嚣张跋扈 以往仗着米国撑腰 对龙国进行封锁 现在看到龙国是 投压过米国后 竟又向龙国求援 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不过龙国之前 连续降临五次 这规则怪谈也确实元气大伤 粮食紧缺 所以便同意交换 但表示芯片要晚一周才能交火 而此时的规则怪谈世界内 我却毫无顾虑地正在呼呼大睡 可没多久便被车厢里 传来的吵闹声给吵醒 看来我又有活干了 我开局就给了熊孩子两个大逼子 只因他没事在车厢大吵大闹 家长还刻意纵容虎脚满产 原来就在刚刚 刚准备午休的我躺下 没多久就被车厢里 熊孩子的吵闹声吵醒 而且声音越来越大 看来家长根本就没有半点制止的意思 虽然守则中有这么一条 熊孩子在车厢里跑来跑去 是不要制止 他有什么错 毕竟还是个孩子 但众所周知 打扰别人休息等于谋财害命 更何况满车厢的诡异 已经不算是人 所以我也根本不需要跟他们客气 拿着人偶就快步来到熊孩子床位 熊孩子 别在车厢里乱叫 要是再吵我就把你的屁股打成八板 本来我也就是想适当地教训几句 可没想到熊孩子还没什么反应 旁边的大妈却先挤了 双手插腰阴阳怪气的说道 哎 我说你这么大个人还是乘务员 和孩子一般见识干嘛 小孩子贪婪又没爱着 关你什么事 教训完我还不忘一脸得意的安慰熊孩子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有我在没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这我能忍得了 这明显是在点我呀 好言相劝你不听 那就怪不得我 还没等大妈的嘚瑟劲过去 我上去就给了他俩的大逼倒 大妈被打后彻底呆了 满脸的不敢置信 冲上来就要准备还手 但我能给他机会 一脚又把他踹翻在地 这样不明事理 胡脚蛮缠的熊家长还留着干嘛 不做的他生活不能自理 都不足以平民分 教训完大妈后 我便朝熊孩子看了过去 按我这个脾气 熊孩子屁股开花肯定是跑不了 可就在这时 大妈突然脸色惨白 双眼冒出红光彻底变异 但我却一点都不害怕 笑着掏出人偶对大妈说道 是诡异的力量吗 不好意思 我也有 随后我便把人偶丢向了大妈 并嘱咐人偶教训一下就行 别吓死 此时我的直播画面再次黑屏 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 也随之炸开了过 什么情况 怎么每次诡异出手信号 就会被屏蔽 诡异的手段 是不会轻易让我们看到的 如果人类能完全了解这些诡异 或许规则怪谈就不会降临了 而与此同时 小窝国紧边一郎 这里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但他却不像是去教训熊孩子 反而像是上赶着去被熊孩子教训 只见大妈一个眼神 就把他吓得贪软倒地 久久不敢动他 如果不是小窝国 还在遭受怪谈入侵无暇顾及 他们高层看到这一幕 怕是要气得吐血 就在龙国民重症 疯狂吐槽警编一郎时 我的直播画面终于恢复 此时人偶和大妈的战斗已经结束 结果显而易见 大妈被人偶揍得鼻青脸肿 彻底没了刚才的嚣张 而熊孩子也是满脸惊恐 瑟瑟发抖地向我道歉 表示再也不敢了 看到他真心悔过 我也不打算再为难他 但两个大鱼狗还是少不了 毕竟要给他加深一下印象 随后我便在熊孩子的大哭声中 愉悦地收工 打算返回床位好好地休息一下 可刚走到半路 就碰到了一位售货员小姐姐 而且还表示内部人员 所有临时酒水都是免费的 但守则十六清楚地写着 除了吃饭时间 车厢里有时会兜售啤酒瓜子饮料 如果有人向你推荐 请拒绝 火车上的免费零食 竟会在深夜引来诡异攻击 原来就在刚刚 准备回床位睡觉的 我在半路碰上了一个售货员小姐姐 她悄悄地告诉我 零食酒水内部人员免费 可以随便拿 我见状也不客气 当即拿了几包瓜子和零食 而当我拿完东西后 就看到推着小推车的 售货员脸上的热情突然消失 接着便从后面车厢的连接处 快步离开 我一头雾水 原来车门连接处是打通的 但就是不知道 其他人可不可以同样离开 而至于手中的这些零食 我却并没有打算吃 而是随手就把它们扔到了一边 因为除了每天固定发放的食物外 其他东西我一概不吃 之所以接受售货员的好意 完全是为了叛逆规则 获得天赋的持续保护 如果没有守则十六 我是肯定不会搭理售货员的 毕竟在这诡异的规则 怪谈世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接受并不代表一定要吃 虽说受到天赋保护 但还是要谨慎的提防一下 而此时其他选中者 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有好几个选中者 当场就选择了接受 但是他们也不傻 同样清楚这里是诡异的怪谈世界 虽说手里的食物 看上去一切正常没什么问题 但肯定有规则的关联 而且现在的食物并不紧缺 所以他们打算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第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此时几乎所有选中者 都开始整理起了 自己在白天得到的信息 从目前来看 守则一 守则三 守则十三 守则十六基本可以确定是正确的 而守则二 守则四 守则五 守则十一应该是错误的 至于其他几条守则 还暂时分不清楚对错 晚上八点 其他选中者都遵循守则八的要求 纷纷开始关闭车厢里的灯光 但我的车厢却宛如白昼 显然我并不打算关灯 毕竟这么早的时间 乘客们还都玩得火热 就这样我一直等到晚上 十点车厢里的灯光自动关闭 但却还是辗转反侧 久久不能入睡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那只泰迪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给我的感觉竟和人偶有些类似 难道又是一个有思想的诡异 而且他出现的规律又是怎么样的 直到深夜十二点 脑袋中一团浆糊的我才打算放弃 随后我便把人偶放在床边 打算先养精蓄润 可没过多久 漆黑的车厢里突然传来了一阵 诡异的咀嚼声 我也被随之惊醒 睁眼一看 却发现人偶早已满身红光漂浮起来 挡在我的床前 眼睛更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车厢某个角落 可由于没有灯光 我并不能看清那个角落是个什么东西 但咯吱咯吱的咀嚼声却让我毛骨悚然 我敲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 我下意识地说出了声 黑暗中的咀嚼声瞬间停止 被人打断进食的那东西似乎有些不爽 瞬间向我扑了过来 幸好人偶就在我床前一巴掌把它拍飞出去 不然我怕是要凉 从后更听到激烈的打斗声传来 显然人偶已经和那东西站作一团 深夜来袭的黑影露出真面 竟是那只诡异的泰迪 原来就在刚刚 半夜被一阵咀嚼声吵醒的我破口大骂 这也惊扰到了正在吃东西的黑影 瞬间以保护我的人偶站成一团 但由于车厢太暗 我根本看不清那团黑影到底是什么 只能从声音听出这战况十分激烈 就这样打斗声持续了十多分钟后戛然而止 我赶忙跑过去查看 只见车厢角落里就只剩下人偶自己 看来这场战斗最终是以黑影离开作为结束 但看着人偶垂头丧气的表情 这场战斗看来赢得也并不轻松 应该是势均力敌 与此同时 其中有几个选中者也相继遇到了那团黑影 但他们却没有人偶的保护 瞬间就被诡异的黑影吞噬 而直到现在吃瓜群众们才看清 这团黑影就是那只曾经出现过类似泰迪的玩意儿 随着几个选中者的淘汰 系统提示音也再次响起 日不落国 越国 沃国三个国家选中者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看到又有三个国家被淘汰 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也纷纷讨论起来 日不落国的高层估计已经哭晕在厕所 他们国家的上一个怪谈清洗还没有结束 我好像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被诡异袭击了 被攻击的选中者都是白天接受受活原食物的人 按照我的判断 他们手里的东西就是害死他们的关键 或许这只类似泰迪的诡异正是被他们手里的临时吸引过去 就这样一直讨论了一晚上 不得不说吃瓜群众也有聪明人 事情分析的已经八九不离时 但这些分析我却看不到 此时的我正蹲在地上再次仔细检查昨晚的案发现场 生怕漏掉什么细节 只见除了我的那本乘务守则和零食被咬的稀碎外 其他地方都完好无损 难道昨晚那东西就是为了来偷吃我的零食 我心中也大带有了些思路 便打算等今天售货原来再多向他要些食物 再看泡菜国这边 选中者朴无力正在慌张地找了些什么 原来是他的乘务守则不翼而非 他左掌右掌找不到 眼看就要急得哭出来 因为按照守则九的提示 乘务守则绝不能让乘客看到 如果不小心被乘客看到 请立刻嘎掉乘客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守则九是正确的 乘务守则的丢失就相当于把所有的把柄和弱点全都暴露了出去 如果乘客利用乘务守则上的规则来对付他 那他将防不胜防 肯定得隔平 可他不知道的是 此时车厢的另一边 正有一个乘客翻着乘务守则露出圣人的笑容 中午十二点 又到了午餐时间 只见大门准时打开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除了那只手腕 竟还有一名乘务员跟了过来 虽然我不认识这人 但外部吃瓜群众却熟悉得不行 正是那个刚被吞噬的日不落国选中者 只见他双手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炉主走了过来 表示这是他们车厢特供的风味 很好吃 专门拿过来让我也尝尝 但根据乘务守则的提示 守则六 其他车厢里的乘务员有时会来串门 他们请你吃炉主请接受 但守则七又提示 每节车厢就只有一名乘务员 而且车厢里不会卖炉主 这两条显然相互矛盾 其中肯定有一条是错误的 遇到这种情况我又应该怎么办呢 我仅仅是不吃这人送来的炉主 他竟然就把自己脑袋转了180度 变成阿飘要来打我 原来就在刚刚 通道连接处大门打开后 除了那只手送来午餐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人 他表示是07车厢乘务员 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炉主要我尝尝 事出反常必有妖 我意识到这乘务员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也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把炉主接过来放在了一边 表示自己喜欢把好吃的留在最后 等待会吃完盒饭再吃 见我并没有吃炉主的意思 这乘务员也有些着急便再次催促的 兄弟 这炉主刚出锅的 凉了就不好吃了 你可以先尝尝 我一看他这么着急 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坑 所以我更不会吃 但我也不当面拒绝 就和他在这里反复拉扯 主打就是一个陪伴 而见到我一直不上头 这个乘务员的脸色也渐渐阴沉起来 好像知道了我在耍他 随后便见他假装离开 向前走了几步后脸色突然大变 脑袋瞬间转了180度 大声朝我喊道你吃啊 为什么不吃 接着就看到他的眼睛瞬间变成死于眼 从嘴里吐出一口黑气把我困住 可我一点不慌 就是不装了呀 那既然你已经摊牌了 我也只好摊牌 随后我便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人偶 而我的直播画面也随之黑屏 而外部世界 大家对我直播间的黑屏都已经习以为常 看到我一眼就识破了乘务员的好坏后 龙国高层也终于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了肚子里 他们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 本想用一条珍贵的提示提醒我 现在看来根本不需要 而就在他们一脸轻松地等着我的直播画面恢复时 一道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又一次响起 巴黎国等五个国家选中者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听到通告后的众人瞬间大惊 毕竟巴黎国也是大国 为什么这么快就被淘汰掉 原来诡异欺骗了巴黎国选中者 告诉他只要接受卢主并吃下 他就能获得额外的提示 并且还能保证他活着离开车厢 巴黎国选中者其实也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陷阱 但赌徒的心理作祟 最终他还是打算搏上一搏 结果可想而知 就这样把自己拨没了 而此时我的直播画面也再次恢复了正常 危机已经解除 人偶干的 只见人偶笑嘻嘻地看着我 看来这个对手是个小卡拉米 并没有费多少力气 看到这一幕的吃瓜群众纷纷为人偶打口 我为人偶吃 我为人偶狂 我为人偶撞大墙 而刚才乘务员消失的那一幕 也让我对怪谈世界的诡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里诡异的存在方式并不是局限的 可以是人偶 宠物 阿飘 甚至是一团黑雾 如果将来能弄清诡异的来源 应该就可以彻底解决诡异降临的危险 晚餐时间 那个推着小车的售货员再次准时出现在了我的车厢 但这次没等售货员开口 我便主动上前拿了些零食 在售货员诧异的眼神中 静静等着狗子的到来 这个男人仅仅是因为没去帮忙 就被女人变成诡异张开血盆大口 瞬间舔掉 而不只是他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就在我一直没睡 打算静静地等待狗子的到来时 一个乘客却急匆匆地跑到了我的面前 急切地告诉我车厢有个乘客心态突然崩了 马上就要打掉 让我赶紧去帮忙 我听到这里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大坑 因为目前有两条宠物守则摆在我的面前 而且是相互矛盾的 守则十四要求 如果车厢里有人受伤或疾病复发 请想办法救治 而十七又说晚上十二点到凌晨六点是危险时间 如果这个时间段有人找你 请不要搭理他 如果我要持续受到天赋的保护 那必须所有规则都得反着来 可现在这种情况 我只要叛逆其中一条 那肯定就会变成默认遵守的另一条 我感觉这两条规则仿佛是刻意为了针对我的天赋设置的 但我也没办法 只能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应对 突然我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只见我口头答应着去帮忙 身体却一动不动 如此一来 算是答应了 但又没完全答应 这样我的天赋保护就依然有效 而我的这番骚操作也让前来寻求帮忙的乘客彻底猛逼 完全没看懂我现在是在干嘛 心里想着你答应了你就赶紧跟我去 病人都要赶了 怎么还坐在那里跟老太爷一样一动不动 随后便开始催促我赶紧过去 而此时的我又开始发挥极限拉扯的本领 嘴上说的好听 但是身体就是不动 表示腿麻了 你也别扶我 我现在一动就得瘫痪 那哥们也是彻底扶了我这个老六 明白了我就是在耍他根本不会去帮忙 随即大怒着离开 这时我才咧嘴一笑缓缓站起身 就你还想害我 连窗户都没有 与此同时 其他国家选中者也面临着相同的选择 此时炮蔡国的条无力就正在纠结的不行 面对守则十四和守则十七两条相互矛盾的规则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可乘客却不会管他 看着条无力还在犹豫 乘客开始更加急迫地催促 而面对乘客的催促 条无力也终于没了耐心 脑袋一热就表示自己不去 乘客的催促声戛然而止 抬头一看 此时乘客的脸已经变得诡异而恐怖 咧着嘴大笑道就等你这句话 你已经违背了规则 那就被我永远留下来 说着就朝朴无力扑了过来 瞬间把他舔掉 而这个乘客就是上级捡到他乘客守则的人 谁都没想到朴无力会被一个乘客给坑了 随后系统提示也再次响起 泡菜国选中者朴无力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再回到我这边 当那个乘客走后 我看着狗子还没来便躺下休息 可刚睡没多久耳边就传来了熟悉的咀嚼声 我一脸笑意的起身 这次非要确定一下你是不是那只泰迪 随后我便拿起手电筒照了过去 灯光亮起 赫然是那只呆呆的泰迪在大口的吃着薯片 但这次他却没有急着攻击我 可能是知道有人偶在旁边 他也不想白费力气 我大着胆子走了过去 打算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小泰迪到底是什么玩意 可刚到旁边就听到系统音响起 恭喜你选中者 您已经获得了黑将军的初步认可 继续投位可增加黑将军的忠诚度 忠诚度达到一定级别后将有几率斩获黑将军的追随 但追随后的黑将军不可带出车厢以及列车范围 我听后也是略感诧异 这小泰迪还有个这么威风的名字呢 看来又是个好帮手 我在规则怪谈世界又收了一只诡异当宠物 只因这只诡异是只铲嘴的小泰迪 原来就在刚刚得到系统提示的 我第一时间意识到要去再倒些零食 毕竟这个名为黑将军的小泰迪 可是能和人偶大战一百回合不落下风的特殊存在 只要得到他的跟随 那这个开往远方的列车副本大概率就稳了 但卖零食的售货员早已经不知所踪 看来我只能使用点特殊手段 随即便见我走到车厢走廊 大喊道多醒醒 三分钟之内把你们的零食都给我交出来 否则别怪我放人偶 一众乘客就这样在深夜被我大喊声惊喜 都是一脸猛逼的状态 临时就堆积成一座小山 看到乘客们如此配合 我也很高兴就大方地表示先不放人偶 随后便喊过两眼放光的小泰迪让他慢慢享用 而小泰迪也不客气 一阵风卷残云后食物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此时的系统提示也再次响起 恭喜你选中者 您已获得黑将军的认可 黑将军认为您是个可靠的人 于是决定暂时地追随您 这就成功了 我听着提示一脸兴奋 本以为还要喂上几次 结果一次就成功了 我摸着黑将军的狗头欣喜若狂 真是捡了得大便宜 外部世界看直播的吃瓜群众也炸开了锅 妈呀 大一万这下岂不是无敌了 喂点零食就能收服诡异 好事怎么都让他赶上了 有了黑将军的守护后 我便更加放心地睡了个好觉 可第三天清晨 天刚亮我便被黑将军的跑动声吵醒 起身一看却发现他在围着车厢疯狂地转圈 我一脸不知所措 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看到我醒来后的黑将军 尽快速跑向车厢连接处 疯狂大叫起来 我意识到他是在提醒我 我抬头看去 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我明明是应该在六号车厢 但现在的车厢却赫然变成了八号 而刚进入副本的时候 提示里就强调了乘务员要系好自己的车厢号 没想到在这里就派上了用场 守则提示里果然没有一句是废话 随即便听到系统提示响起 选中的 相信你们已经发现 你们所在的车厢号发生了一些变化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个选择 一是原地不动 二是穿过车厢连接处的迷雾 回到原本的车厢 我眉头紧皱 此时的我犹豫不决 因为这已经不只是判断规则的对错 还要判断系统提示的正确性 我的天赋在这些判断面前作用就不是那么大 但灰熊国尼古拉却利用了自己S级领导者天赋 从乘客口中获得了隐秘信息 所以他毫不犹豫的就进入了迷雾 打算返回自己的车厢 而我又应该做什么选择呢 黑将军小泰迪再次发威 我完美通关开往远方的列车副本 原来就在刚刚 面对系统提示的车厢判断 我依然选择了第二条 因为乘务守则刚开始就强调乘务员 务必记住自己的车厢号 乘务守则肯定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写 而且之前推着小推车的售货员 就是从车厢连接处离开 所以我认为那些迷雾大概率都只是吓唬人 第二条选择才是正确的 想清楚后的我也不再犹豫大步朝迷雾走去 而与此同时 其他几位选中者也分别做出了选择 一直表现低调的足球国选中者基维斯 竟在此时展露出了自己的引路者天赋 而这个天赋也非常简单粗暴 就是当遇到难以抉择的时刻时 会直接给选中者指出正确的道路 所以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返回自己的车厢 除了他之外 还有巴铁国的小老弟帕夏在关键时刻得到高层提示 让他跟着我的选择来 所以他也没有犹豫 就这样在所有选中者当中除了我 灰雄国的尼古拉 足球国基维斯 巴铁国帕夏四人外 剩余的其他国家选中者都选择了留在原地 一部分人是出于胆小不敢穿越迷雾 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他们国家高层正忙着应付上次的怪谈降临 根本无法给他们提示 导致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不久后 系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选择时间结束 所有选择穿过迷雾的选中者存活 所有选择留在原地的选中者抹杀 随后便见留在原地的几人瞬间被黑暗包围 冰冷的系统提示也再次响起 小欧国等六个国家选中者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而此时的我已经顺利回到我原本的06号车厢 虽然这次选对了 但我知道挑战还没有结束 因为还有最后一条规则摆在我的面前 首则15 车厢连接处会在每次发放餐室时打开 打开时可能会有其他乘客趁机溜过来 如果发现不属于本节车厢的乘客 务必让他离开 看着乘客们的饭盒 残车肯定已经来过了 那也就是说在我不在车厢的这段时间里 有一个原本不属于本车厢的诡异混了进来 但这个车厢一共有40多名乘客 如果这人伪装的和其他乘客一样 我又应该怎么辨别呢 就在我绞尽脑汁思考的时候 外部世界龙国会议室内也焦急地讨论起来 他们马上想到是不是可以让每个隔间的乘客相互辨认 随后便立即要给我发送信息提示 那编辑完信息想要发送时 系统净提示本阶段无法发送提示 需要选中者独立完成 这不是赤裸裸的耍赖吗 难道怪谈世界已经开始针对我了 但此时的我却并不知道这些 而是回头看向两眼放光的小泰迪 身为高阶诡异的黑将军 辨认的小卡拉米不是轻而易举 随后我便关门放狗 只见黑将军在环绕了一圈后 猛然呲牙咧嘴地扑向了一名乘客 那乘客根本无力抵抗 被黑将军追着连滚带爬的朝连接处跑去 而随着那名乘客离开车厢 提示音也想了起来 选中者感谢你为06号车厢做出的贡献 你在06号车厢里教育了咄咄逼远的熊家长 使屡教不改的熊孩子改过自新 得到了黑将军的追随 恭喜你完美通关开向远方的列车 通关评价 五星 通关奖励 黑将军诡异抗性加一 目前诡异抗性2% 黑将军介绍 他一直在这里等待着带他离开的主人 他很忠诚 但同时也很能吃 如果某天醒来你发现黑将军不在身边 别急 他只是肚子饿了 我一脸惊喜地看着黑将军 通关奖励竟然是他 那不就意味着在下个副本我开局 就自带黑将军和人偶两大护法 我再次进入怪谈事件 而这次的怪谈名为动物园 原来就在刚刚驱逐完外部乘客的 我终于通关了开向远方的列车 并获得了黑将军的追随 与此同时 灰熊国尼古拉和足球国纪维斯 也通过自己的天赋 获得了最后的乘客信息 并顺利通关 但巴铁国帕夏却最终被淘汰 幸好巴铁国已经从龙国获得了芯片技术 不然怪谈世界的将领 肯定又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此时的我已经被传送回外部世界 自规则怪谈将领以来 我是唯一一个两次通关的 我的珍惜程度简直堪比大熊猫 所以刚回来就被龙国出动军队保护起来 这几天我也已经把所有的诡异资料做好记录 交给国家作为绝密档案封存 三天时间一到 我便再次被传送至新的副本 我打量的四周 这里难道是个动物园 随后便看到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向我这边走来 将一张地图一样的东西递了过来后说道 这是本动物园的路线分布图 请随身携带以防迷路 我接过地图发现这个动物园很大 上面准确标记了动物的分布情况 分为九个园区 而地图的反面则是 本次怪谈世界需要遵守的规矩 守则一 请文明参观动物园 不要进行投胃挑衅等危险操作 守则二 如果你发现粉色的兔子和蓝色的大象 请不要感到奇怪 动物注视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证是正面朝向他们 否则他们会立刻对你发起攻击 守则三 如果看到工作人员在追赶动物 请上前帮忙 他会感激你的 守则四 地图标注是错误的 请不要相信地图 守则五 如果你不小心在动物园里迷路 请保持镇定 你可以在动物园的长椅上休息 但如果是晚上 你则需要小心随时可能出现的动物 守则六 如果你饿了 可以在贩卖机里获取免费食物 温馨提示 你不想呕吐的话 请尽量选择吃山羊肉 守则七 必要时你可以向园内的工作人员求助 蓝色和红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会很乐意帮助你 但如果是黑色工作服 请立马逃离 守则八 海洋馆是安全区 守则九 动物园里没有海洋馆 守则十 请时刻在心里默念 我是人不是动物 仔细阅读完游园手册后 我发现本次的规则更加诡异 最后一条甚至让我有些毛骨悚然 而此时大门也随之消失 周围凭空出现了许多跟我一样的游客 但我可以确定他们并不是选中者 既然不是选中者 那肯定就是诡异 随即我便把黑将军召唤了出 有了黑将军的保护我也不再紧张 准备先去兔子园瞧瞧 刚到兔子园门口便看到 有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在给游客发放胡萝卜 毫无疑问这些胡萝卜是用来喂这些兔子 但守则一却明确写着请文明参观动物园 不要进行投胃挑衅等危险操作 这看来是选中者们要面临的第一次规则判断 而这种规则判断对我来说却是最简单的 因为我只需要按照天赋反着来就好了 随即我便拿起胡萝卜悠闲的喂了起来 但园里的兔子明明想吃却根本不敢靠近 因为黑将军一直在我旁边 呲牙咧嘴地瞪着他们 而我也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粉色的兔子 难道第二条规则是错误的 我也不再耽搁 喊着黑将军便打算去其他园去瞧瞧 而与此同时 阿三伯的萨米特也正拿着几根胡萝卜 在逗弄着兔子 可初次进入怪谈世界的他 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向他逼近 因为此时已经有一只兔子 正双眼血红地在直直地盯着他 这只兔子一蹦十米高 闭口咬在男人的脖子上 只因这个男人无视兔子的注视 竟想独自离开 原来就在刚刚 阿三伯的萨米特在喂完兔子后 竟直接转身想要离开 完全忘记了游客守则的内容 而守则二明确写着 如果你发现粉色的兔子和蓝色的大象 请不要感到奇怪 动物注视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证是正面朝向他们 否则他们会立刻对你发起攻击 就这样一直注视着萨米特的兔子 直接暴走 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 兔子竟直接一蹦而起 狠狠地咬在了萨米特的脖子上 此时的萨米特慌得要命 拼命挣扎着想把兔子甩掉 可兔子却像是长了根一样 牢牢地咬着他根本不松口 萨米特只能被迫向周围大声呼救 直到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赶来 才把兔子从萨米特的脖子上拿了下来 萨米特这时候也来了能耐 捂着脖子开始大骂工作人员 这是什么熊兔子 怎么竟还能跳出围栏咬人 你们工作人员是干什么吃的 不会管理吗 工作人员只能低头道歉 表示是管理的疏忽 会马上处理 萨米特一边捂着伤口一边还在不依不饶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此刻的眼睛已经开始泛红 瞳孔的颜色已经变得和刚才的那只兔子一模一样 而外部的吃瓜群众看到这一幕 在结合游客守则的最后一条 纷纷预测这货过不了多久 便会直接变成兔子 与此同时 我已经按照地图指示来到了动物园南侧 但地图上明明标注着这里有斑马 老虎和山羊 但我却只找到了斑马和老虎的园区 根本没有发现山羊园区在哪 难道真如守则四所说是地图出错了 为了印证我这个想法 我便准备前往大象区一探究竟 可刚到大象园区 我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只见这里大象双眼泛红耳朵直直立起 这哪里是大象 分明就是一只只放大版的兔子 而旁边的游客却没有丝毫惊讶 好像都已经习以为常 就在我注视着这群诡异的大象思考时 一头正常的大象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冲了出来 但当初来就被其他兔子一般的大象集体群殴 结局也可想而知 一个打十几个根本毫无胜算 而这只正常的大象也仿佛被童话了一样 眼睛慢慢开始变红 看到这一幕的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却又说不上来 可就在此时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这群大象竟又都变成了山羊 像疯了一样疯狂地冲撞着围栏 感觉像是要把周围的游客给纷纷嘎掉 游客们这才意识到不对 瞬间慌乱起来四散逃离 但不多久便有一群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赶来 大声喊道 大家不要惊慌 大象只是暂时出现暴乱 请大家跟随我们前往狮子园区 那里暂时是安全的 我本以为面对这样嘈杂的环境 工作人员的话语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 游客听完后竟真的瞬间安静了下来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只是走个过场 这群游客为什么会这么听话 他们难道就没有一点怀疑 而且大象暴乱为什么要去狮子园 守则八不是说海洋馆才是安全区吗 我望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也有些不知所措 但最终还是决定跟着去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黑将军再次发威 而他这次对抗的竟是发狂的狮子 原来就在刚刚 变成山羊的大象突然暴动 而闻声而来的工作人员却把游客们领进了狮子园 表示此时的狮子园是安全的 但按照乘客守则的提示 海洋馆才是安全区域 我也没什么好想法 便打算跟着他们一起 看看这些工作人员到底要搞什么幺蛾子 而与此同时 这诡异的动物园也让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纷纷讨论起来 这动物园是什么情况 像兔子的大象又变成了山羊 我不是在做梦吗 为什么要去狮子园 这群工作人员虽然穿着蓝色工作服 但是怎么看着不像好人呢 而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系统提示突然响起 非求果选中者巴布鲁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原来巴布鲁也遇到了大象的暴动 但他却并没有躲过大象的攻击 而是被暴乱的大象一脚踩到 结果也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 逃过大象暴动的选中者们也都和我一样 被工作人员领进了所谓安全的狮子园 灰熊国尼古拉也在其中 但别看他块头大 其实心思却很是缜密 刚进入狮子园便大声质问工作人员 为什么要把门锁上 可还没等到工作人员的答复 便听到狮子发狂的吼叫声 尼古拉回头一看 狮子早已开始伤人 已经有一部分乘客落入狮子的口中 这时他才意识到 这些工作人员根本不是要保护他们 而是要把他们当成狮子的口粮 尼古拉当即便翻越围栏逃离了这里 这么高的铁瓷网都拦不住他 不得不说身体素质也是真的好 而回到我这边 此时的我也面临的相同的情况 两头眼冒红光的狮子已经盯上了我 但我却一点不慌 因为我的怀里一直抱着黑将军 就在这两头狮子扑向我时 黑将军果断出手 不对 准确地说应该是果断出嘴 只见他嘴中吐出几根章鱼一样的出手 瞬间就把两头狮子缠住 随后更是一口就吞了下去 看到这一幕我也懵了 体型这么大的狮子都能吞下 你怕不是外星球来的誓言兽吧 而此时的黑将军却一脸坏笑地舔着舌头 仿佛还有些意犹未尽 与前几次不同的是 这次的诡异攻击并没有使我的直播画面黑屏 龙国高层判断是因为我上次带回了不少资料 让诡异认为没有了隐藏的必要 所以干脆公开 他们对我抱有很大期望 希望我能一路走下去 带领龙国摆脱怪弹清洗 面对诡异攻击的画面公开 大部分国家都是高兴的 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掌握更多的诡异信息 为以后的怪弹降临做准备 但也有不开心的 此时的小窝国高层就正气地跳脚 大骂我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能获得两只诡异的帮助 而美国的高层看着我的直播画面 也是一脸恼怒 纷纷责怪上次抽中了斯基天赋的约翰不争气 才让我一步步赶超 表示这次一定要全力确保 他们的选中者托马斯顺利通关 再回到怪弹世界 此时我正抱着小泰迪一顿夸赞 和一歪头却发现 竟有个游客主动翻越围栏逃离 我意识到这人肯定有些不同 竟会自己逃出去 身上很有可能带着有价值的线索 随后我便询问黑将军有没有办法出去 黑将军也不含火 触手一吐 两道厚重的铁门被瞬间弹开 不得不说这小家伙也是真的牛 但我也顾不得惊讶 赶忙向那个游客追去 不多久便在园里的长凳上发现了他 只见此时的他浑身颤抖 看起来很绝望 他又经历了什么呢 正常的大象竟是保安大叔变的 而冲向那些怪物的原因 只是为了保护游客 原来就在刚刚 我终于在园区的长椅上 找到了那名主动逃出的游客 却发现他浑身瑟瑟发抖 感觉他非常的害怕和绝望 正当我上前打算 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时 他竟从衣服里掏出纸笔 趴在长椅上写起了什么 大约就这样写了15分钟后 游客便起身匆匆离开 但那张纸条却没有被他带走 而是留在了长椅上 游客这反常的举动 也彻底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赶忙上前拿起纸条看了起来 我知道我无法活着离开了 动物园就像是凭空出现的 他在吸引我们进入 进入这座动物园 是我做过最错误的决定 我跟我的好朋友走散了 我无法再找到他 我迷路了 动物园没有出口 这座动物园很诡异 他们全都是诡异扭曲的怪物 我亲眼见到动物园里的 保安大叔变成了大象 他勇敢地冲向那些怪物 他想保护我们 但很可惜 他失败了 他被怪物同化 看到这里我心里很复杂 因为刚刚我就亲眼目睹了 这一幕的发生 原来那只突然冲出 被十几头诡异围攻的大象 竟是保安大叔变的 我继续往下看 只见上面写道 我们都被污染了 我很害怕 也很绝望 我待在动物园里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三天 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结局是什么 如果你能看到这张纸条 我希望你能遵守规则 愿它能带你离开这里 一定要记住 尽快找到海洋馆 或许它是真实存在的 我看着纸条的内容 久久无法平静 这也印证了我的想法 园区里的所有游客 都是被迫留下的 他们已经被诡异污染 在进行着无限制的循环 而通过这张纸条 也能确定一件事 那就是守则巴提到的海洋馆 可能真的是安全区 甚至是通关出口 而这也就意味着 守则九可能是错误的 但连工作人员 都不知道的海洋馆 到底在什么地方 就当我拿着纸条思考的时候 外部世界的各国高层 也纷纷意识到纸条的重要性 灰熊国和足球国的高层 率先用出唯一的一次提示机会 通知自己国家的选中者 要迅速找到 长椅上留下的纸条 而此时阿三国会议室内的高层 却是垂胸顿足 因为他们国家的选中者 萨米特被兔子咬后 精神已经出现了问题 现在就算是他们发送了提示 这家伙也不一定能看到 而与此同时 规则怪谈世界内 一道广播声突然在动物园上空响起 现在时间下午4点35分 需要用餐的游客 可以前往特定的商店 购买美味的肉制品 提醒动物园傍晚6点关门 如果届时还有游客 在动物园内逗留 我们不保障其人身安全 我听着广播一脸惊讶 现在都已经4点半了 为了不饿肚子 我只能赶忙去寻找 这个所谓的特定商店在哪里 而在寻找的时候 我竟在动物园东部意外 发现了山羊园区 但园里并没有山羊 而且按照地图提示 这个山羊园区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幸好商店也在附近 我也不再多想便快步走进了商店 商店里的工作人员 同样是穿着蓝色工作服 见到我的到来 便热情地打着招呼 游客您好 我们每天都给游客免费 提供三份山羊肉和饮品 请您进去自行取餐 我按照工作人员指的方向 很容易就找到了 摆在货架上的山羊肉 但我记得游客守则上有这么一条 如果你饿了 可以在贩卖机里获取免费食物 但你不想呕吐的话 请尽量选择吃山羊肉 虽然按照守则六的提示 我不应该吃山羊肉 只有叛逆规则 我才能得到天赋庇护 但我确实想吃肉了 而这里也没有别的肉啊 我灵机一动 只要不拿贩卖机里的免费食物 那也就不算完全遵守守则 理论上也不算违背叛逆的准则 想到这里 我都不得不佩服我的机制 随即我便拿了三份山羊肉 打算饱餐一顿 可就当我要拿些饮品的时候 却发现柜子里竟全是罐装的兔子鞋 我感觉非常奇怪 便拿了一瓶转头向工作人员询问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工作人员面对我这随口疑问 却明显地慌乱起来 动物园终于出现了 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而他又会带来什么线索呢 原来就在刚刚 拿了三份山羊肉的 我正打算再拿些喝的 却发现动物园商店的饮品区 竟摆满了兔子鞋 我一脸疑惑 便随手拿了一瓶转身 向工作人员询问 可工作人员竟眼见地慌乱起来 随后更是快速地 将货架上的兔子鞋全部收起 看着工作人员诡异的操作 我顿感不妙 便没有继续追问 而是快步走出了商店 与此同时 其他国家的选中者 也陆陆续续找到了商店 但和我不一样的是 他们选择遵循首则六的提示 并没有进入商店 而是选择在自动贩卖机里 获取食物 虽然贩卖机里也有兔子鞋 但绝大部分选中者 都选择了自动忽略 只有被兔子咬锅的 阿三国选中者萨米特 看到后陷入了癫狂状态 竟真的拿起来一饮而尽 结果也可想而知 冰冷的系统提示瞬间响起 阿三国选中者萨米特 被诡异吞噬 规则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式开始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我正梳理着 我现在的时间越久 精神就越容易混乱 从而被诡异的动物童话 而这个时间大概率就是三天 但我今天逛遍了整个动物园 却始终都没有发现出口 纸条和手则上提到的海洋馆 也毫无线索可学 这也让我意识到 怪谈世界的难度再逐渐增加 动物园的诡异程度 已经远超妈妈的纸条 和开往远方的列车 想了半天 还是毫无头绪的 我便打算先找个地方休息 但我并没有按照 手则舞的提示 选择在动物园的场椅上过夜 而是又回到了商店 此时商店的工作人员已经消失 我随便找了几个纸箱 铺在地上便躺下去 拔出人偶放在旁边 便打算好好休息一下 可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却把我惊醒 我悄悄走过去 躲在墙边查看 发现竟是一个 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在货架拿着什么 这也是今天一整天 第一次发现 穿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员 按照守则期的提示 遇到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要立马离开 但按照天赋要求 我却应该反着来 所以见到这人 拿了几块山羊肉 快速离开后 我也赶忙追了上去 可就当我追出去没多远 便发现这个人 竟突然转进了一个小巷子中 我顿时一愣 因为我清楚地记得 白天这里明明是没有路的 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 缓过神后 我还是快步跟了过去 但就当我也转过那个拐角时 却发现这条路 竟然是条死路 而刚才进入巷子的 那个工作人员也凭空消失 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我终于找到了海洋馆 但这里是否是 动物园真正的出口 原来就在刚刚 我违背了守则武的提示 并没有选择 在动物园长椅上过夜 而是选择回到之前的那家商店 可就当我把人偶摆 在旁边正打算酷然入睡时 一个穿黑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 却悄悄走了进来 随后便看到 他拿了几块山羊肉 后快速离开 我意识到这人肯定有问题 便赶忙追了出去 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动物园不仅出现了 一条白天从未有过的路 而且那人竟在这条死胡同里 凭空消失 只留下一张纸条 为了防止深夜诡异袭击 我便拿起纸条 快速返回了商店 但就在我回到商店 准备查看纸条内容时 一道系统提示 却突然在全球上空响起 足球国 巴廷国等六个国家选中者 被诡异吞噬 规则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原来守则武 竟是一条正确的规则 这些选中者 就是因为选择了 在长椅上休息 但是却没有注意周围 才导致被突然出现的 诡异动物吞噬 而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人选择了睡在商店 那就是米国的托马斯 原来是米国的高层 提前使用珍贵的提示机会 通知了托马斯 所以他也从商店工作人员 那里获得了这张关键的纸条 再回到我这边 我打开纸条 只见上面写道 我在追一群兔子是迷路了 当我回过神来时 我已经找不到我的朋友 我不得已 只能向工作人员求助 但工作人员并没有理会我的无助 兔子是猿猴 大象是兔子 前四头白狮子是猿猴 第五头白狮子是山羊 动物园白天保护正常人 海洋馆晚上保护轻微污染的人 请一定坚信自己是个人类 此时我也意识到 这人恐怕就是之前那个游客的朋友 不过同样是游客 他为什么会穿着 动物园的黑色工作服呢 难道他是在海洋馆换的衣服 这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海洋馆可能真的是安全区 甚至是动物园的出口 那晚上这条凭空出现的道路 而这一等就等到了晚上 可就在这时 突然有一群诡异的动物向我冲了过来 后面还有工作人员大喊着让我拦住他们 但为了叛逆守则 我肯定是不拦的 随即便悠闲转身 时去的站在了一边 而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面临了这种选择 但大部分选中者权衡利弊后 还是选择了遵守游客守则 正义领然的帮助了工作人员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已经被一个躲在暗处的兔子怪盯上 深夜他们便遭到了这群兔子怪的袭击 结果也毫无疑问 他们惨遭淘汰 而他们的国家也面临着怪谈世界的降临 而与此同时 我也终于等到了那条路的再次出现 随即便快速沿着道路走了过去 但除我之外 还有两个人也发现了这条路 一个是同样得到纸条的托马斯 还有一个是大半夜不睡觉 正在到处乱逛的尼古拉 不得不说这家伙的运气有点逆天 竟然误打误撞 发现了通往海洋馆的道路 此时的我已经来到了海洋馆 可刚进园区 便发现门口位置立着一块公告牌 公告牌上清楚地记录着 几条类似规则的信息 海洋馆游客首则 首则一 海洋馆有独立的水母区休息室 可以容纳游客休息 这里食物都是免费供应的 可以自行拿取 不要食用山羊肉 哪怕你在货架看到这类食品 首则二 通往海洋馆的路只有一条 一旦进入海洋馆 你在海洋馆里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天 而且你必须在这里待满一天以上 首则三 这里是海洋馆 只会存在海洋生物 如果你在鲸鱼区里看到游泳的大象 请不要激动 那只是趣味的三地投影 请假装那就是鲸鱼 首则四 海洋馆里没有人 你可以在门口领取黑色制服穿上 这是向工作人员发送 接受被救援信号的唯一方法 首则五 海洋馆的工作人员统一穿红色制服 他们会在每晚十二点 对海洋馆进行打扫 你可以与它对话 但不能提及有关动物园之类的话题 首则六 海洋馆是独立存在的 外面没有动物园 首则七 工作人员打扫完海洋馆后 会在凌晨六点离开 在此期间 你不能离开海洋馆 首则八 违背以上条例 安全问题后果自负 又睡了二十多秒 开心 能看完的都是真爱粉 明天见 我找到了海洋馆 但我却好像失忆了 我忘记了我到底是人还是动物 原来就在刚刚 我终于来到了海洋馆 看着这一长串的首则 我意识到我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场景 但放在旁边的黑色工作服 我却并没有穿 因为根据之前那个 穿着黑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来看 首则四大概率是正确的 我如果要得到天赋的持续庇护 肯定要违背这条规则 所以我便禁止走进了海洋馆 整个场馆空空荡荡 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 我刚来到金鱼区 便在巨大的透明玻璃前 看到了那头所谓在游泳的大象 根据首则三的提示 如果在金鱼区看到游泳的大象 意识到这海洋馆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安全 而是和外面一样处处透露着诡异 我没有再去其他区闲逛 而是小心翼翼找到了水母区 水母区确实如首则所说 给游客提供了一个 专门用来休息的水母休息室 我看着这些水母精神 感觉莫名的放松 之前那些紧张情绪也在此刻消失 难道之前纸条上所说的 这里能保护轻微污染的人 是指的这些水母 我感受着来自水母的精神安抚 神情越来越放松 不多久便打起哈欠 黑将军的大叫声把我吵起 我看着黑将军一脸疑惑 因为不知道他从哪里叼来了两本笔记 我上前接过来一看 发现上面写着 我是动物园里的工作人员 自从我在这里上班后 每晚都会做同一个梦 一个诡异却无比真实的梦 我看后一愣 动物园 什么动物园 而我这一场的反应 也把看直播的龙国民众吓了一跳 意识到我可能是失忆了 纷纷担心起来 我看着笔记上的这一大堆的内容 心想如果全部水完 可能得四十多秒 也要遵守许多奇怪规则 比如告诉游客 动物园没有海洋管 不遵守的人都凭空消失了 但诡异的是动物的数量 却在不断增加 最后提醒 无论何时都要记住 你是人而不是动物 这本日记内容就这么多 而最后一句话仿佛不是写给别人 而是他警醒自己 可这里面一直提及的动物园 特别是最后一句话 虽然让我很熟悉 但却根本想不起来 这也让我意识到 我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什么 我便从房间中找了根笔 将这句 我是人不是动物记在了手臂上 防止再次遗忘 随后我打开了第二本笔记 发现上面又是写了一大堆内容 只说几条有用的信息 想看的可以自己暂停 水母休息室的水母 能治疗被轻微污染的人 但同时他会不知不觉 抹去你的一部分记忆 动物园是存在的 但通往海洋管的路 只在特定时间出现 而且时间极短 或许你已经遗失了动物园的记忆 但没关系 只要成功进入海洋管 动物园也就不那么重要 房间里的水母 会让你感到困倦 但今夜你不能入睡 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必须时刻保持清醒 后面还有一大堆 下集再说 虽然我不知道今晚睡着后会发生什么 但这个日记既然特意提醒了 我便转头对人偶和黑将军嘱咐道 如果你们看到我有犯困的征兆 不管用什么方法立即叫醒我 黑将军小泰迪 不仅能屏蔽调选众者的初始天赋 竟还会骂人 原来就在刚刚 提醒完人偶和黑将军的 我再次看向那本笔记 发现竟还有一页内容 时刻警记 你是人不是动物 晚上12点左右 海洋馆的工作人员会进入水母休息室 关闭水母小夜灯 在此期间你需要装睡 第二天凌晨5点的时候 工作人员会再次进入水母休息室 此时如果你还算清醒的话 请跟他聊天 最好聊聊动物园之类的话题 离开的出口在海洋馆 凌晨5点半 海洋馆的工作人员会下班回家 跟随他 恭喜你 你或许已经找到回家的路 笔记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 我意识到这就是通关的唯一方法 为了防止被水母干扰遗忘 我赶忙把笔记重要的部分记在了手臂上 与此同时 灰熊国尼古拉在水母的精神安抚下 也遗失了有关动物园的记忆 但却又误打误撞地找到了笔记本 大概几辈子的运气都用到现在了 但他却认为有笔记本就足够了 所以并没有记录重要的内容 而是直接把笔记本收了起来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会是他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再看米国托马斯这边 他同样找到了两本记事本 但内容却和我们的不同 一本是海洋馆工作人员的笔记 而另一本竟是动物园园长的 翻开工作人员笔记 只见上面写道 我是一名海洋馆的工作人员 我通常是上夜班 我会在十二点零几分的时候 进入海洋馆工作 会在凌晨五点半左右离开 其实海洋馆准确的上下班时间 是晚上十二点到凌晨六点 我之所以要迟到和早退 那是因为海洋馆有明确规定 海洋馆不允许早到和加班 身为海洋馆的员工 我必须遵守规定时刻谨记 海洋馆是独立存在的 这里没有动物园 我对海洋馆的规定抱有一律 但我听说上个没有遵守规定的员工 已经彻底消失在了海洋馆里 我起初以为那只是个吓人的玩笑 直到那天我在鲸鱼区里 见到了那头溺死的大象 不管游客怎么询问 我必须一口咬定 不知道动物园的存在 我知道他们很快 也会忘记动物园的事情 因为这里的水母 会让他们遗忘那部分的记忆 曾有名游客 他误打误撞找到了这里 他询问我关于动物园的事情 我极力否认知道动物园的存在 很快他就失去了兴趣 趁游客睡着后 我按照规定关闭了 他床头的水母小夜灯 但是第二天在我上班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那名游客消失了 我不知道他是发生了意外 还是已经离开了海洋馆 总之自那之后 我没有在海洋馆里再见过他 而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也能清晰地 把整个事件的所有细节连起来了 在动物园留下笔记的 正是那名逃出海洋馆的游客 逃离却只字不提 随后托马斯便赶忙 翻开了园长的笔记 我是动物园园长 我无时无刻不再后悔 来到这里应聘动物园园长 在动物园任职不久 我就发现这座动物园有些反常 先是游客无缘无故失踪 接着我的员工也开始无故离职 我不清楚员工为什么会无故离职 他们明明在动物园里干得都很开心 而且就算是离职 也该写个离职报告吧 可是没有 他们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作为园长 我必须保证动物园和海洋馆的正常运行 我的工作十分繁琐 在监督员工工作时 我时常会看到他们在追赶兔子 虽然我不知道兔子是怎么逃出来的 员工会将兔子赶进狮子园区里 而狮子会直接攻击这些兔子 虽然这看起来很残忍 但园长守则告诉我 这在正常不过 我经常工作到深夜 但每到深夜 我总能在动物园里听到一些小孩子的嬉笑和打闹声 那些声音出现得非常频繁 我意识到我可能是出现了幻听 因为那是兔子园区的方向 我发现了动物园里的秘密 我无法离开动物园 它在限制我的自由 进入这座动物园的人 没有人能活着离开 包括我 如果你不幸踏入这座动物园 一定要牢记以下三点 一 它无时无刻不再影响你 二 不要去深究它是什么 三 不要被它同化 时刻记住 你是人不是动物 笔记也到此结束 并没有记录园长的去向 也没有记录逃离的方法 托马斯非常的沮丧 这两部笔记解决了 他对整个关卡的所有疑问 却唯独没有给出最终的逃离方法 就像是临门一脚 在你即将进球的时候 却突然被裁判罚下 但很快他便调整好状态 因为他还有天赋没有使用 他的天赋名为窃取者 可以从其他任何选中者那里 窃取一条有用的信息 毫无疑问 他的选定目标肯定是我 随着天赋的使用 只见纸条上的信息逐渐显露出来 可就在托马斯紧张期待的时候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直见上面写道扑街仔 想干啥 吃屎啊你 托马斯彻底绷不住 怒吐一口老血 瞬间把纸条握成一团扔在了地上 但对此我就毫不知情 只有身边的黑将军 在一脸坏笑地冲我几没弄眼 我成功找到了离开海洋馆的方法 但却是以手臂被咬伤为代价 原来就在刚刚 吃完山羊肉的我心满意足 可不多久一股困意却扑面来 眼看我就要睡去的时候 人偶和黑将军彻彻彻彻了我的指示 一个揪我头发 一个摇我手臂 瞬间让我清醒过来 不过也是真的吓死手 看着我血淋淋的手臂 就连外部世界的龙国群众都感到心疼 但我却一点都不在乎 反而夸着黑将军他们做得好 因为这水母的精神安慰 虽然能让人心情放松 但仿佛也有催眠的作用 让人不知不觉睡去 如果一旦在这时候睡去 恐怕就不是在叫醒这么简单了 上半夜就在如此反复的刺激中过久 凌晨十二点 我躺在床上假睡 因为按照笔记的提示 不多久就会有工作人员前来 果然 五分钟后 一个工作人员悄然走了进来 他进来熟练的拿走笔记本 关闭水母小夜灯后又悄悄的离开 幸亏我把重要的信息都记录在了手臂上 所以这对我的影响不大 我再次确认了一下信息 根据记录 工作人员直到凌晨五点之前 都不会再进入休息室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清醒的 等到凌晨五点半 等工作人员再次进入休息室后 跟随他们离开这里 而与此同时 灰熊国尼古拉这边 却没有这么轻松 因为就在他装睡等工作人员离开后 却发现桌子上的笔记 已经不翼而飞 他意识到很可能是工作人员 把笔记带走了 这才想起用笔将有用的信息 记录在别的地方 可就在他拿起纸笔时 却根本不记得 拿着这两样东西要干什么 水母的干扰 在深夜越来越严重 他的记忆已经飞速的一失 随后什么都记不起的 尼古拉只觉得困得要命 眼皮都已经睁不开的 他便打算先睡一觉 有什么事情到明天再说 就这样尼古拉再不多久 便沉沉地睡去 完全忘记了不能睡觉的提示 把原先的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而此时米国的托马斯 由于找到的笔记和我们不同 所以并没有得到离开的方法 便也在水母的催眠中进入了梦乡 只有我在人偶和黑将军的陪伴下 一直疲惫地坚持到了凌晨五点半 而就在这时 工作人员也准时来到了休息室打扫 看到我竟然是清醒的 他非常惊讶 甚至有一丝恐惧 或许在工作人员的守则里 游客就是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存在 这个工作人员并没有跟我说话 而是想极力地避开我 但我却不给他机会 不和你说话 难道老子白等这一晚上吗 手臂至今都流着血不说 头发都快被人偶就秃了 我便率先开口 动物园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吧 而你下班后应该能真正回家是吧 可工作人员却一脸懵 他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但却能感觉我和其他人不同 所以他草草打扫完后 便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 我意识到这或许就是我顺利通关的唯一机会 所以便领着人偶他们快步跟了出去 我终于逃离了动物园并成功通关 而这次的奖励是水母吊坠 原来就在刚刚 逆宿没睡的我终于在凌晨五点半等来了工作人员 并在他慌张跑路时找到了这个能离开海洋本大门 就这样随着我的推门而出 通关提示终于响起 选中者 恭喜你成功逃离动物园 本次通关奖励为水母吊坠 它会抚慰你的精神情绪 让你不再迷失自我 提示阴刚落 便看到一个闪闪发光的水母形态的吊坠从天而降 我赶忙接了过来 这可是神器 我的天赋可以避免躯体受到诡异无人 而新获得的这个吊坠 又可以避免精神上被诡异影响 再加上黑将军和人偶两大护法 拿到的剧本简直堪比爽文难主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遇到诡异了 而随着我的五星通关成功 龙国也获得了巨大的奖励 不仅免除了规则怪谈的降临 龙国国民的疾病率也下降了20% 这使得很多瘫痪多年的二大爷现在都能飞檐走壁 举重撸铁更是不在话下 龙国高层看到我再次通关更是把我当成了宝贝 不仅安排了最顶级的专家来为我治疗 还要亲自迎接我的回归 但与此同时 灰熊国和米国的高层会议室却没那么高兴 灰熊国尼古拉非常可惜地败给了细节 但他们的高层也无能为力 因为唯一一次提示机会已经用掉了 随后他们便决定不惜任何代价 和龙国建立友好国际关系 希望能在下次怪谈世界中避免这种情况 而米国的会议室内肯定是在喷粪 这个小胡子每次出现基本都不说好话 我就不给你们编了 省得又说我水 三天后 我又一次被传进了规则怪谈世界 这次的怪谈名为大洛山 提示的信息一大堆 你们自己看一下 通关时间是三天 外部世界的提示机会依然是一次 而上个怪谈没被选中的炮菜朵和小巫骨 也在本次的怪谈中再次被选中 就在我正思考 要给他们两个国家的选中者 编一个什么名字的时候 大洛山的规则出现了 但此次标示牌中浮现出的是 大洛山登山游客手则 那也就意味着可能还有B的存在 图片字体糊的不行 要是给你们截图自己看 你们2.0的视力得变成1.5 又不能读 B读就说水 只能这么放给你们看了 还给你们贴心的添加了BGM 赶紧点赞 读完手则后 我便打算先往山上面走走看 寻找一下有没有其他有用的信息 可我走了很久后才发现一个路牌 上面竟写着你已前进了100米 本登山到总计1万 我当场就服了 这不是在搞笑吗 我这个速度走了这么久才100米 我意识到这明显有问题 便打算自己根据部署计算 也顺便违背一下手则2的提示 增加点天赋并 可我刚走没两步 便听到身后有人大一万大一万的叫着 和叫魂一样叫得我心里直发毛 但根据手则1的提示 如果听到背后有人喊你 是千万不能回头的 但我偏偏就不 人家喊你不回头那不是不礼貌吗 我非要回头看看是谁叫得这么瘆人 可就当我回过头时 叫喊声却戛然而止 而且我的身后也没有任何人 但此时我也意识到有些不对 怎么会没有任何人 那些刚才还和我同行的游客去了哪里 所以我赶忙把黑将军招了出来 嘱咐他如果见到有仕途靠近我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 直接上嘴咬 尘封两年 已经禁止旅游的大洛山贩卖机里 竟然有新鲜的食物 这又是给谁吃的呢 原来就在刚刚 召唤出黑将军的我便没有了顾虑 快步向山上走去 而这一路也并没有再次听到那个诡异的声音 我气喘吁吁的爬了一个多小时后 终于在山道800米的地方发现了新的路牌 但离终点还是遥遥无期 我又渴又饿 幸亏在前面的空地上发现一个自动贩卖机 我便打算上前查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没过气的食物能对付一口 可出乎意料的是 打开一看发现里面不仅有新鲜的食物 就连旁边摆放的纪念品都是崭新的 显然是有人刚放在这里不久 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 大洛山封山了两年早已经禁止旅游 怎么会还有工作人员来定期放置食物 而且我清楚地记得游客守则中有这么一条 守则三 大洛山沿途设有无人售货点 你可将纪念品带回家 但是绝不能吃售货点的食物 那也就是说这些食物可能会有问题 但此时的我必须要反着来 毕竟叛逆以后会有天赋保护 就算这些食物有问题也吃不死 主要是我真的饿了 可就在我饱餐一顿准备再次出发的时候 那诡异的呼唤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大一万大一万叫得我心里烦得一劈 而且这次的声音明显靠近了很多 更令我诧异的是 身为诡异小能手的黑将军 竟然无法听到这个声音 难道这就是怪谈提示中的那个所谓的他 他又会是什么东西吗 可就在我一脸疑惑的思考时 一阵头晕目眩突然向我袭来 剧烈的眩晕感让我差点倒地 幸亏胸口的水母吊坠 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及时驱散了这诡异的呼唤 不然我的脑壳大概率要裂开 此时我也意识到这个所谓的他不是善茶 强悍的黑将军就连他的声音都无法听到 很可能这是个更加恐怖的诡异 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随后我便继续前进 终于在一千五百米处再次发现了路牌 而此次的路牌也与前几个有些不同 上面除了距离的标记 还画着大洛山的地图 但令人疑惑的是 最重要的大洛山终点位置却没有标记 就在我盯着地图思考时 旁边的小路上突然冒出几个人 按照守则武的提示 原大洛村的所有村民已经全部搬离 如果遇到自称大洛村的可疑人员不要攀谈 要迅速离开 既然规则这么写 那我肯定要继续叛逆 起码上去聊五毛钱的走个过场 这些人看到我后明显有些慌张 加快脚步似乎是要离开这里 但我却不给他们机会 而一聊才发现这群自称是大洛村村民的人 竟自己成立了巡查队 会定期来山上巡查 我微微一愣后便提出了疑问 既然你们是巡查队 为什么只走小路 却不走登山道呢 规则怪谈世界迎来的第一个女性选中者 那就是小窝国的桥豆麻袋 原来就在刚刚 在我正看着地图思考时 遇到了两个自称巡查队的人 但根据规则提示 这两个人大概率是冒充的 所以我便追问他们为什么只走小路 而不走登山道 他们面对我的追问非常慌张 结结巴巴的说了句 走小路习惯了后便开始转移话题 告诉我如果是想要快速达到山顶的话 只能一直沿着登山道前进 而且一定要前往山神庙 我听后一愣 因为山神庙这个名字是第一次出现 在怪谈提示和游客守则中都没有提到 可就在我愣神思考时 那两个人静趁我没注意急匆匆向小路跑去 不一会儿便消失不见 由于地图上也并没有山神庙的标记 而且这两个村民一直是在小路中前行 所以我便打算学学这些村民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劝便也能违背一下守则四 不要随意离开登山道的提示 增加点天赋庇护 而除了我之外 其他选中者也陆陆续续地遇到了村民 可因为有守则的提示 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逃离 只有小部分的选中者敢壮的胆子和村民聊天 从而也得到了山神庙的信息 但是他们也不敢跟着村民走小路 也就是说只有我自己在沿着小路前进 可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我在小路中走了很久后 竟又回到了原点 我明明一直走的都是直线 怎么会又返回了登山道 那些村民又去了哪里 看来小路是走不通的 带着满脑子的疑问 我只能再次沿着登山道前进 就这样在2000米时 牌子再次出现 而且这次的牌子上出现了新的规则 大洛山登山游客守则壁 守则六 管理方并未在大洛山沿途设立任何售卖点 如果您发现售卖点 请不要拿那里的任何东西 并且请及时向知情人员举报 守则七 在登山途中要是看到梁亭 请立刻远离 梁亭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要触控 守则八 如果你感觉被人跟踪 或者听到过一些异常的声音 请立即前往龙云潭洗漱 但注意 一定不要引用龙云潭里的水 守则九 龙口洞一直是大洛山一个不错的歇脚点 在那里你可以寻求知情人员的帮助 守则十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但守则十更像是刚加上去的 因为原本的牌子上有明显的划痕 像是被人动过手脚 而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就在其他选中者正查看着规则时 泡菜国选中者条国昌 却突然痛苦地抱住了脑袋 感觉马上就要赶掉 泡菜国的高层 看着这一幕瞬间急得跳脚 只能紧急使用了唯一一次提示机会 希望能通过提示寒醒条国昌 毕竟条国昌没法像我一样 拥有水母吊坠能消除精神影响 而随着提示音的响起 条国昌也终于清醒过来 但恢复正常的 他却没有再去看牌子上的内容 而是做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 他竟然开始往回走 他觉得副本只要求在三天之内走出大洛山 但并没有说不能反向操作 所以他依然决定要从出口离开 这一幕也让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炸开了锅 纷纷涌进了朴国昌的直播间 这清奇的脑回路 用咱老李的话说侦探娘的是个人才 可朴国昌往回走了半个多小时后 却还没有见到路边的标牌 他身边的时间和空间仿佛都已经停滞 就像在跑步机上不断地熏 泡菜国高层看到这一幕也彻底无语 便直接通知全国民众准备迎接怪谈将领 与此同时 我已经来到了大洛山三千米的地方 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梁亭 随后我便不顾守则期的提示直接走了进去 我就当我一屁股坐下准备休息一下的时候 纸条又出现了 大洛山提示频繁出现山神庙这个地方 而山神庙又是什么 原来就在刚刚走进梁亭的 我发现了两张不知是谁留下的纸条 打开一看 却发现其中一张是大洛村巡查组的工作人员写的 他们负责对村子附近和大洛山登山路周边进行巡逻 但同样 他们也需要遵守守则 村民守则中明确要求他们不允许与其他人有过多接触 特别是登山道上的游客 只需要告诉游客一直沿着登山道就能到达山神庙 看到这里我才明白 为什么刚才遇到的那两个村民见到我后会这么慌张 只提示了一下山神庙后便匆匆离开 原来他们也要受到规则的限制 继续往下看 上面还写着很多奇怪的信息 大洛村建有集体食堂 所有村民都来这里吃 但每次食堂都会多做一个菜 可这个菜却谁都不能跑 而是提供给大洛宾馆 龙鹰坛里的水可以饮用 我们常用它制作功能饮料 山神庙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我看这纸条一头雾水 前面的还好理解 但最后几条是什么意思 随后我便打开第二张纸条 想看看有没有其他有用的信息 可打开后却发现这张的信息更加诡异 而最后这个不要相信任何人是指的所有村民 还是还有其他人 虽然我看完后一脸懵 但这两张纸条中重复提到的大洛宾馆和山神庙 却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意识到这两个地方或许就是通关的关键 而与此同时 米国的奥斯丁 日布洛国的艾伦 巴里国的克洛德 阿三国的迪让 以及一些小国选中者也选择走进了凉亭 并得到了纸条 但小沃国的桥豆麻袋精神受到他的影响非常厉害 所以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远泥 感觉他大概率走不远了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的我已经来到了龙鹰潭 发现一个工作人员正在拿着水壶装水 我便上前打算借用一下 可谁知这人却不太配合 一脸慌张地告诉我这里的水不能喝 虽然守则巴中也有这样的提示 但如果不能饮用 这个人取潭水回去干什么 所以我认为守则巴大概率是错的 便一把把工作人员的水壶抢了过来 拿来吧你 随后更是在工作人员一脸猛逼的注视下痛快畅饮起来 他肯定没想到会遇到我这么的奇葩 喝完后的我神清气爽 面对工作人员的指责充耳不闻 只觉得被他的影响彻底消失 然后便大步离开 而这个工作人员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一脸疑惑地看着我 随后便对着一个方向败了起来 而其他选中者也遇到了这个选择 但大部分都按照守则巴的提示 并没有敢直接选择饮用龙鹰潭的潭水 只是简单的洗漱 只有小部分人思维还算是清晰 经过判断后喝下了潭水 而小窝国的桥豆麻袋就是那大部分没喝的人 本来就精神脆弱的他不多久 便彻底抵挡不了他的影响 随后便在一生生哑灭蝶中被彻底吞噬 虽然小窝国的高层想紧急利用提示机会 但为时已晚 此时的桥豆麻袋早已支撑不住 根本看不到任何信息 随后冰冷的提示音便在全球上空响起 桥豆麻袋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降临小窝国 不得不说此次淘汰小窝国的高层 也负有很大的责任 老想着把提示留在后面用 结果却导致这个妹子成了大洛山被淘汰的第一人 多少有些可惜 而与此同时 我已经来到了大洛山六千米的地方 可刚到这里黑将军就汪汪的叫个不停 我意识到他好像是在提醒着我什么 我赶忙转头一看 却发现周围被黑色迷雾笼罩的大洛宾馆凭空出现在了眼前 大洛山副本出现新的变动 被吸引进入大洛宾馆的人获得全新任务 原来就在刚刚 刚来到大洛山六千米的地方 黑将军便大声的汪汪叫了起来 我知道他是在提醒着我什么 猛然回头 竟发现一个黑雾环绕的大洛宾馆凭空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而这个宾馆到处充满着诡异 每当我注视它 使我都明显感觉到我的思维在变得混乱 仿佛有一股魔力在吸引着我进去 幸亏水母吊坠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使我清醒 不然我可能真的会不知不觉地走进去 与此同时 其他选中者却没有我这么好运 没有水母吊坠庇护的他们 大部分都被大洛宾馆吸引 精神混乱地走了进去 就连外部世界各国试图使用提示机会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只有小部分人遵守守则一的提示 一直没有回头才躲过了大洛宾馆的魅惑 而那些被吸引进入的选中者直到进入大洛宾馆后 才纷纷恢复了正常 巴利国克罗德就是其中之一 清醒后的他也发现了不对劲 但刚想逃出去的时候 却发现手中净停空多了一张纸条 如果你有幸进入大洛宾馆并想逃离这里 那么请你务必要执行以下计划 在宾馆内 假如遇见其他部门的员工 请称自己是宾馆安保部的人 这点极其重要 你的任务是打探宾馆的内部情况 不要被他们发现你的身份 请打探出宾馆内关于他的仆从数量 并将情报安全带到山神庙 看到这里的克罗德一脸震惊 这是什么情况 他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副本 而纸条上的内容明显是让他在大洛宾馆当间谍 但根据纸条上的内容 既然说把情报带到山神庙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山神庙会有人接应他 会不会是其他选中者 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此时的大洛宾馆大概率就变成了一个支线联动副本 他带着满脑子疑惑继续往下看 只要将情报成功放置在山神庙的神像前 你将获得山神赐福 反之你将被他盯上 在宾馆里你不受他的影响 但出了宾馆你就得小心他 在没有完成任务前 不要试图逃离宾馆 因为不管你逃到哪里 你最终都会回到这里 你没有试错的机会 这个任务异常艰巨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因为如果回去也不见得能通关成功 正好他抽中的天赋在这里非常适用 所以他打算留在这里拼一次 此时巴黎国的高层看到这一幕后 也发现情况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宾馆可能也是通关大洛山的其中一种选择 随后便打算通知龙国 虽然两国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什么太过友好的交集 但并不妨碍在怪谈世界中合作一把 而再看其他被吸引进入的选中者 却没有克罗德这么淡定 刚清醒的他们便一心想逃离大洛宾馆 直接忽略了手里多出的纸条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早在他们刚有逃跑动作的时候 就已经被暗处的宾馆员工盯上 结局也可想而知 还没跑到门口的他们就被诡异吞噬 直播画面也瞬间黑屏 而我却并不知道这些 意识到大洛宾馆诡异动 一刻也不敢停留继续向上走去 此时我已经来到了大洛山八千米的地方 根据守则九的提示 龙口洞一直是大洛山一个不错的歇脚点 在那里你可以寻求执行人员的帮助 但我本着叛逆的准则 求助是绝对不可能的 随即我便依然选择了继续前进 可过了大概二十分钟后 令我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我竟又返回到了原点 再次来到了八千米的指示排出 我意识到可能是那个 他在阻拦着我继续前进 那既然如此 我便进入这个龙口洞 看看他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 大洛山副本无法独自通关 只因龙口洞里有比黑将军还恐怖的存在 原来就在刚刚 必是到八千米处无法继续前进的 我便打算前往龙口洞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古怪 而与此同时 美国的奥斯汀和日不落国的艾伦 已经在我绕路时提前来到了洞口 只见洞口前的提示排格外醒目 上面竟又出现了新的规则 龙口洞暂时封闭 各位失踪者的家属 景区理解你们焦虑的心情 但景区专业人员对龙口洞进行过专业搜寻 并未发现失踪游客 请耐心等待调查结果 不要越过警戒线 擅自进入洞内寻找 大洛山登山游客守则C 守则11 请一定要前往登山道的终点 执勤人员会在那里等你 你也可以得到执勤人员的帮助 守则12 山神庙是不存在的 守则13 他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大 如果不幸遭遇他 请不要反抗 你也无法反抗 守则14 他就是山神 守则15 不要相信任何人 此时的奥斯汀看着洞口的规则有些懵 守则中多次出现的 不要相信任何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突然一道声音凭空出现吸引着他进入洞内 而他听到声音后瞬间失神 竟真的向洞内走去 幸亏在关键时刻 他的S级天赋负面清除发挥了作用 清除掉了诡异带来的负面影响 并使他立刻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成功摆脱了诡异的控制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而与此同时 日不落国的艾伦也利用天赋成功躲过了洞内的吸引 因为他抽中的诡异探知天赋能提前感知到身边诡异的存在 所以他在看完规则后就直接逃离了 根本没有在洞口多待 不得不说这两个人抽中的天赋都很逆天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别人只说我是挂逼了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的我在看完规则后也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声音 虽然我有水母吊坠的庇护精神上不会受到影响 但他频繁的骚扰却让我有些恼目 便打算让黑将军教训他一下 随后便见黑将军从嘴中吐出树根触手 瞬间把旁边一棵粗壮的大树连根拔起 呼的一声扔进了洞里 而随着洞内传来的巨大碰撞声 耳边诡异的声音竟真的消失了 难道这么轻松就解决了 但我瞬间打消了这个想法 因为刚扔进去的大树竟快速向我砸了回来 幸亏我伸手敏捷 不然这本漫画在此刻就要完结了 这也把正在看直播的龙国高层惊出了一身冷汗 纷纷庆幸幸亏我提前用树做了一下试探 不然直接走进去恐怕是难以逃脱 此刻他们也意识到了他的厉害 认为丹庭黑将军恐怕不是对手 所以便开始考虑起巴黎国的提议 准备和正在大洛宾馆当卧底的克罗德合作 而与此同时 身处在大洛宾馆的克罗德已经开始行动起来 大洛山长期封山根本没有游客 但是娱乐部的人却没有解散 肯定有古怪 所以他便打算从这里查起 看看是否能打探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可一进门便有两名工作人员死死地盯着他 这两人诡异的表情根本没有任何掩饰 只是单纯看着他们都会觉得紧张 克罗德面对这样的情况又会怎么做呢 大洛山的秘密逐步解开 而山神庙可能并不是终点 原来就在刚刚 在大洛宾馆面对诡异工作人员的紧盯时 克罗德紧急用出了自己的天赋精湛演技 从而让对方完全相信了自己的行为 骗过了他们 原来这就是克罗德选择留在大洛宾馆的仪仗 拥有这个天赋的他看来打探消息并不是问题 而与此同时 我已经来到了大洛山九千米的地方 看着只是排我陷入了沉思 按照游客守则的要求 条守则获得天赋庇护的话 那我就只还剩一条路可以选择 那就是前往山神庙 而就在我做选择的时候 美国的奥斯丁和日不落国的艾伦也陆续做出了选择 艾伦选择了继续前往终点 奥斯丁则和我一样打算前往山神庙 十分钟后 艾伦便快步来到大洛山九千六百米的地方 眼看着距终点只剩下四百米的他欣喜若狂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一万米并不是登山道的终点 这里也没有知情人员 而是一个竖着山神庙牌子的地方 在诡异的等着他 艾伦看到这一幕后瞬间崩溃 巨大的落差让他无法接受 如果这里是山神庙 那刚才只是牌里的山神庙又是什么呢 但艾伦已经等不到答案 因为他已经跟上了 随后艾伦的直播间便瞬间黑屏 而随着他的淘汰 怪谈世界也再次降临日不落国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我已经来到了山神庙前 因为有黑将军的跟随和天赋的庇护 所以我也不怕里面有什么古怪 便禁止走了进去 进去后才发现原来村民们所说的山神 其实是个人类 看上去非常普通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我在两边的柱子上却发现了重要的信息 他将引诱无辜的人进入大落山 并使他们迷失其中 被他引诱的人会出现被人窥探跟踪的错觉 他们会不自觉地进入大落山 并按照特定的路线前进 大多情况下这些人都将迷失在大落山里 并成为他的仆人 有极少部分的人能凭借自身顽强的意志力 消除他的异常影响 从而完全克服自身认知的扭曲 很多年前曾有一位神秘人类拜访大落山 他拥有抵抗认知扭曲的能力 在神秘人的带领下 大落山先鸣最终战胜了他 但神秘人也因此陷入沉睡 为了纪念这位神秘人 大落山先鸣尊称其为山神 并建立了山神庙令其勇响共访 看到这里我才逐渐理清了思路 原来这个神秘人才是真正的山神 而山神的沉睡才使他重新复苏 大代只有重新唤醒山神才可以击败他 但怎么才能唤醒山神呢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我在山神像的旁边竟又发现了一张纸条 看来我这个纸条小达人并非是浪德虚名 纸条上的内容大概就是由于负伤的诱惑 大落山被开发成景点 山神庙则被搬迁到了山顶 因为距离太远 山神庙的香火也就逐渐断了 这也让他的力量逐步恢复 从而彻底污染了大落山 纸条最后还留下重要线索 指向了大落宾馆 而与此同时 米国的奥斯丁也看到了这张纸条上的信息 来回的折腾让他非常的恼怒 但他也没有其他办法 便打算再次返回大落宾馆 可就在奥斯丁刚转过身的时候 他竟又出现了 难道返回大落宾馆也是错误的提示 我遇到了自进入规则怪谈世界以来的最大危机 面对他的出现人偶和黑将军竟完全不是对手 原来就在刚刚 山神庙纸条的信息再次把线索引向了大落宾馆 米国的奥斯丁看完后虽然恼怒 但却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快速返回 但他却出现了 看来去大落宾馆的这条信息也是错误的 就在龙国民众为我担心 以为我也要返回大落宾馆时 我随手就把纸条丢到了地上 想用区区一张纸条引诱我去大落宾馆 我才不会上当 那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地方 更何况黑将军早已经提示过我 而与此同时 克罗德不负众望 竟真打探出消息并带着纸条跑进了山神庙 只见他恭敬地把纸条放在了山神脚下 期盼着得到情报的选中者 能带他成功逃离大落山 而此时的我看着克罗德传来的纸条也明白了大概 原来大落宾馆的员工都是他的仆人 他们的生命都是他力量的源泉 要想除掉他不仅需要唤醒山神 还必须得除掉那些员工 纸条上提示山神庙里有一身金色衣服和贡箱 可以凭借这两样东西召唤出山神 随后我便在这里四处寻找起来 终于在一个桌子下面找到了衣服 换上衣服的我好似个小惊人 果然是人靠衣装 就在我拿着贡箱准备前往大落宾馆的时候 呼唤声再次响起 而这一次距离近的就在我身后 果然是他出现了 他仿佛是害怕我把山神召唤出来 所以也顾不了那么多 竟直接冲进了山神庙 打算先下手为强 我猛然回头 发现这个他邪气缠绕 凭凡的呼唤声仿佛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 想要让我沉浮 幸亏在这个时候水母吊坠再次发挥作用 不然我真的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我趁着清醒 立马根据纸条上的提示召唤起山神 但山神却并没有出现 这反而激怒了他 靠人不如靠己 既然山神不出现 那我便立即命令黑将军出战 黑将军早已迫不及待 瞬间就吐出无数根触手 向他包围过去 可他面对黑将军却根本不拒 举手抬足间 就把黑将军的触手给一一斩断 我看到这一幕后也是冷汗直流 没想到这个怪物竟如此厉害 便紧急掏出人偶扔了过去 可就算是人偶和黑将军一起攻击 竟还是进不了他的身 眼看着局势越来越恶劣 我焦急地思考着 到底是遗漏了什么细节 大洛山山神终于出现 我成功通关大洛山副本 原来就在刚刚 诡异的他为了阻止我 竟直接追到了山神庙 但按照克罗德纸条上的提示 我却并没能召唤出山神 面对他的步步紧逼 我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召唤出黑将军和人偶共同御敌 可谁知他俩联手 竟都不是这个诡异的对手 黑将军更是被他一拳击飞出去 我看着这一幕一脸震惊 完全没想到这次的诡异竟如此强大 一直以为自己拿的是爽文男主的剧本 可谁曾想现在竟要在这个大洛山隔壁 此时的诡异更加嚣张 知道我没有了倚仗 便怪笑地向我扑了过来 但我也不能怂 毕竟还有那么多吃瓜群众看着 再说就算认怂他也不会放过我 所以我便打算冲上去和他激情肉搏一下 祈祷我的天赋能起点作用 可就在这时 激动人心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一道道金色锁链停空出现 瞬间将诡异牢锁住 原来是大洛山的山神终于出现了 随后便见山神和诡异瞬间站坐一团 这时我才意识到 看来我并没有遗漏什么细节 只是山神的复苏需要时间 但此时的我却还不能放松 因为现在的山神和诡异只是势均力敌 而按照克罗德的情报提示 想要彻底战胜这个诡异 必须得解决大洛宾馆力 给他提供力量的人 所以我一刻都不敢停留 领着人偶和黑将军 便快速向大洛宾馆跑去 可谁知刚进大洛宾馆 这群员工竟仿佛 集体受到了他的召唤 正打算冲出来 我记得纸条上提示 穿红色和白色衣服的员工 才是他的主要力量来源 必须铲除 而灰色衣服的可以挽救 不用下死手 既然他们正好都在 那我也省得挨个房间找了 随后我便关门放黑将军 人偶和黑将军也不含糊 刚在诡异那里 受了一肚子气的他们 根本不给这些小卡拉米机会 不一会就把他们统统解决 黑将军更是整个肚子 被撑得溜圆 打着宝格躺在地上 一脸满足的样子 此时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恭喜你成功走出大洛山 通关评价五星 通关奖励山神之界 山神之界介绍 它是山神不屈一致的象征 也是山神力量的来源 它能帮助诡异短暂 获得山神力量的加持 相信我 你会需要它 我看着获得的山神之界 一脸兴奋 这可是个好东西 下次直接给人偶和黑将军 加持一下 战力肯定又能提升一大截 随后系统的提示再次传来 我和克罗德都成功通关了 大洛山副本 但不同的是我是五星通关 而克罗德是三星 看来我的作用还是大那么一点 获得的奖励也差别很大 龙国的奖励是 矿产资源总量增加了10% 而巴黎国的则是 秃头率降低10% 克罗德听完后一脸猛低 看来根本没想到 会得到这种奇葩奖励 在现实世界享受了三天后 我再次来到了新的怪谈世界 而本次挑战的怪谈 名为恒水学院 恒水学院以学风严谨 教学严格而闻名 假如你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 就必须用优异的成绩融入他们 恒水学院的老师 最讨厌不求上进的学生 在这里逃学旷课 不认真听讲等 一律会被关进小黑屋 但你绝对不会想知道 小黑屋里面到底有什么 不要让同学察觉到 你和他们不一样 不要被他发现你的身份 此次的挑战时间为三天 外部世界的提示机会 依然是一次 我看着这熟悉的开场 都有些习惯了 随后便伸了的懒腰 打算先寻找一下 具体需要遵守的规则 不多久便在教室的课桌上 发现了一张纸条 打开一看正是规则信息 规则一 踏进这间教室起 请确保自己校服的整洁 规则二 上课期间请认真盯着黑板 不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什么 都请不要惊讶 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情绪 请保持镇定 规则三 请不要一直盯着老师 老师会感觉被冒犯 从而增加让你起来 回答问题的几率 规则四 如果看到你的同桌上课不认真 不要犹豫 立马跟老师举报他 规则五 在下课期间 如果有同学找你搭话 请不要理会 特别是让你陪他上厕所 规则还有一大堆 下集什么时候 用到什么时候再说吧 大家明天见 这名语老师 竟把新来的学生叫做荤菜 而在座的同学听后 却异常兴奋 原来就在刚刚 我再次来到了怪谈世界 而这次的怪谈 名为恒水学院 看完规则后的 我便把纸条随手丢给了黑将军 谁知黑将军一口吞下后 竟默默隐身趴在了我的脚下 我也没想到他还有这个技能 不过有个隐身的保镖在身边 我也能放松很多 但该狗还是要狗一下 为了先获取天赋庇护的加成 我打算趁还没有人 把规则一先违反了 随即便拿起旁边的泥巴 涂满了全身 而随着上课灵的响起 学生们这才陆陆续续 走进了教室 我注意到他们的身上也非常脏 我就说这么脏的教室 怎么可能保持校服的整洁 所以规则一显然是错误的 等学生们都做好后 不多久便有一个 带着厚厚眼惊天的女老师走了进来 而这堂课也正式开始 只见这名老师面无表情 用红色粉笔在黑板上写了起来 新来的同学 如果你能看到我写的这段话 下课务必来我办公室一趟 记住 不能被人跟踪 放心 他们看不到用红色粉笔写的字 我看到这段话后微微皱眉 因为我还不能确定 老师是好还是坏 但我的这个表情 却瞬间引起了周围同学的注意 纷纷转头盯向我 因为规则二有明确提示 上课期间请认真盯着黑板 不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什么 都请不要惊讶 不要表现出任何异常情绪 请保持镇定 我意识到这可能会使我暴露 为了不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我便立即恢复了正常 而随着我的表情恢复正常后 周围的同学也纷纷转头 继续盯向黑板 只不过这时老师 已经把红色粉笔写的字擦掉 重新用白色粉笔写下了一段话 我们教室里混入了新的荤菜 让我们好好找找他吧 谁能找出他的话老师有奖励 看着周围同学一脸兴奋的表情 我却高兴不起来 心里想着这老师 竟然管心同学称为荤菜 那刚才的提醒又是什么情况 怕不是个精神分裂吧 但如果这些学生 也全都看得见红色粉笔字 那这很有可能就是个圈套 所以在我仔细思考后 便打算继续苟着 贸然暴露自己显然不理智 不过虽然如此 我还是打算试探一下 随后便紧紧盯着老师看了起来 按照规则三的提示 请不要一直盯着老师 老师会感觉被冒犯 从而增加让你起来回答问题的几率 所以我的行为不多久就被老师觉察到 当即喊我起来回答问题 如果你发现自己的同桌就是新同学 你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我会礼貌地跟他握手 可当我说完这句话时 明显感觉到教室的温度骤降 所有的同学都转头表情猙獰地盯着我 但还不等他们有下一步动作 我便面色癫狂地继续说道 接着我会将他大卸八块 送到食堂给我们加餐 听我把整句话说完后 教室里才重新恢复正常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只有我的同桌吓得不行 恨不得跳窗逃跑 看来一秒钟都不想和我多呆了 而与此同时 其他大部分国家选中者都选择了遵守规则 只有缅国的选中者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盯着老师看了一会儿 可就这一会儿也被老师觉察到 当即便被叫起来回答问题 只见老师露出一脸诡异的笑容 询问他食堂每天中午都是吃什么 强大的压迫感让缅国的选中者 憋了好久后才结结巴巴的说出了一个肉字 见到这名选中者如此慌张后 老师笑得更加诡异起来 阴沉的说到回答正确 不过准确的说今天是吃你的肉 说完便见周围的同学一起怪笑着 站起身来猛的扑向了这名选中者 此时的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缅国选中者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降临 看来幸亏是我的心理素质强 优秀的演技骗过了他们 不然我大概率也得被识破 不过经过这段小插曲后 便再也没有发生什么异常 很快就来到了下课时间 只见这些学生每个人都从课桌里 拿出了一本小黄书 认认真真的读了起来 虽然我并不知道不是情节 但就冲这个名字我就想拥有 这规则八的提示 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 小沃国选中者大祥玩不讲武德 竟毫不犹豫地举报同桌看小黄书 原来就在刚刚 经过上课提问这个小插曲后 再也没有发生其他异常 很快便来到了下课时间 可刚下课我就看到同学们 纷纷掏出了一本名为小黄书的书籍 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我虽然不知道书籍内容如何 但看这名字我就想拥有 随后我便在课桌抽屉里终于找到了他 默默地学习起来 因为这样不仅能增长姿势 还可以顺便违背一下规则八的提示 真是一举两得 但当看没多久就被同桌一巴掌打断 他表示肚子不太舒服 询问我能不能陪他一起去上个厕所 一起上厕所不是女孩子的专利吗 两个大男人一起上毛厕所 何况我正看在信头上 可虽然我一连比试 但我还记得规则五的提示 在下课期间 如果有同学找你搭话 请不要理会 特别是让你陪他上厕所 所以为了叛逆规则获取天赋庇护 我还是选择了答应 起码口头上不能拒绝 可刚要出发便听到上课铃响起 我当即表示要回去上课 听到我这么说 同桌也只能摸着头尴尬的同意 但这也让我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 通过我刚才仔细地观察 我发现这个同桌和其他同学并不相同 其他同学的眼神中都是浑浊的 而同桌瞳孔深处却还保留着一丝清澈 难道他发现了我的身份 刚才去厕所只是想提醒我些什么 就在我一头雾水的时候 第二节课正式开始 可刚上课就发现 同桌在老师眼皮子底下看起小黄叔 我原以为吕布已经天下无敌 没想到有人比他还勇猛 这是谁的不讲 但根据规则四的提示 我应该当即举报他 可举报同桌一向受到大众鄙视 那是妥妥的老六行为 再说我这天赋也不允许我举报 所以我便装作没看见 满脸呆滞的期望早点下课 可其他人却不这么想 小窝国的大翔丸就是其中的一个老六 看到同桌看小黄叔后 当即就把他举报 而老师的头直接转了180度 开始大声训斥 更是让他同桌下课到办公室 同桌也急了 怒视着大翔丸 没想到大翔丸这个老六 竟然毫不犹豫地把他卖了 中午11点 终于结束两节课的 我们纷纷来到食堂就餐 根据规则七的提示 学校食堂里的饭菜一定不能吃 要吃就吃老八秘制小汉堡 我看着臭气熏天的汉堡一脸无语 可就在这时 同桌竟又悄悄地来到了我身边 告诉我实在不想吃可以吃素菜 素菜是安全的 我微微一愣 便在打完菜后询问同桌为什么要帮我 原来他早已经看出我就是新同学 表示帮我就是帮他自己 并提醒我如果不想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 就必须习惯这里的一切 因为这里有个他无处不在 最终选择相信他 毕竟有天赋庇佑 就算判断错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随后我便向同桌打探刚才那个他指的是什么 但他却一脸惊恐 好像有什么机会 只表示从踏进这所学院起 所有的一切就都在他的监视范围里 而他会逐步影响你的精神和情绪 说完后便转身离开 连我的挽留都置之不离 可就在我一脸失望时 却突然发现他在座位上给我留了一张纸条 我这个逼斗战神重现江湖 而看小黄叔的帅气姿势也引起了漂亮妹子的关注 原来就在刚刚 红桌的一番话让我彻底相信了他 可就当我想进一步了解时 他却有所忌惮转身离开 但还是给我留下了一张纸条 同学 我知道你是新来的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其他人 当然 这是在我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之前 老师在黑板上用红色粉笔写的字我能看见 其他同学确实看不见 但不要因此相信老师 老师并不可信 我感觉他马上就要控制我的整个大脑 我无法压制他 如果哪天你发现我的眼神变得和其他同学一样 请你立刻打掉我 因为我不想暴露你的秘密 纸条内容到此结束 我看着纸条更加确定 同桌没有被完全污染 所以他说的老师不可信 很可能是正确的 另外我必须得弄清楚 这个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控制大脑的 以防万一 午休时间 我一边看着小黄叔一边走进厕所 你还别说 这本小黄叔确实不错 但根据规则六的提示 进厕所前 请确保厕所里没有其他同学 如果你在厕所发现其他同学 并且他们表情阴森地盯着你 请立即逃离厕所 但我看着几个诡异的同学却熟视无睹 依然慢悠悠地走进了厕所 畅快地叙叙起来 可就在这时 我感到身后有几个人向我这边走来 难道他们不知道打断别人叙叙是很不礼貌的吗 我提上裤子 转身就给了他们一个大逼斗 而我的这个大逼斗也打得他们一脸猛逼 就连眼里的红光都不冒了 心想这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随后便大声质问我为什么随便打 我笑着表示 我并没有随便打 而是看准后才打的 这刁钻的回复也让同学瞬间无语 气得哆哆嗦嗦 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可能觉得自己确实有些憋屈 便直接摊牌不装了 瞬间献出原形逼问我是不是新同学 我看着他竟然还不服 瞬间又是两个大逼斗上去 他怕是不知道我逼斗战神的名号是怎么来的 就这样 打完后我便在众人慌张的眼神中悠然离开 竟再也没有一个人赶上来阻拦 而我一路拿着小黄叔阅读的帅气姿势 也引起了一个漂亮妹子的注目 她一路追着我表示要和我一起打球 看到她这么诚心邀请 我便根本不打算遵守规则九的提示 难道热爱学习就不能运动一下 随即便把小黄叔一和就表示走起 来到篮球场后 妹子跟我热情介绍起篮球这项运动 我心想这还需要介绍吗 我一脸疑惑 可就在这时 她却让我先别动 说是要先给我表演一段 接着我就看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 大意了大意了 我竟没有注意到她这经典的背带裤 就在我一脸无语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时 我胸前的水母吊坠却突然发起了荧光 难道这个篮球舞会影响我的精神状态 而不仅是水母吊坠 小黄叔竟也在此时发出了微光 难道她也有消除精神影响的作用 随后我便重新打开小黄叔看了起来 果然她可以起到轻微的作用 相当于是一个低配的水母吊坠 怪不得同桌上课一直在看 原来是为了抵抗她的影响 妹子一段进舞过后 满脸期待的看向我 却发现我不但没有关注她 反而一直拿着书看个不停 这让她很没有面子 随即便彻底暴走 练习时长两年半 却没有得到我的认可 这个妹子竟瞬间暴走 原来就在刚刚 妹子在给我大秀了一段篮球舞后 却发现我的目光并没有在她身上 这让她有种深深的挫败感 张牙舞爪的就向我扑来 大叫着要把我擀掉 可我根本不怕 随即便让她考虑清楚 因为如果擀掉我 她也会被老师关进小黑屋 妹子听到小黑屋后瞬间愣住 连诡异的气息都吓得收了回去 看来我确实是赌对了 这些被污染的学生并不能自相残杀 这个她在掌控着一切规则 而怪谈介绍中提到的小黑屋 不只是惩罚选中者的地方 更是其他学生噩梦般的存在 而与此同时 憋了一天的大翔丸再也憋不住 只能急匆匆地来到厕所 焦急的表情让我想起了 妈妈纸条中的没穿裤子 但她还是害怕里面有人会导致她违反规则 只能在门口急得大叫 也当真是怂得不行 幸亏里面没有回应 她才敢偷偷地进去 可她刚进去就有几个同学跟了上去 随后便见到那几个同学大声逼问 她是不是新同学 此时的大翔丸害怕得不行 双手抱头大喊着自己不是 她如果是新同学的话 今天上午就不会举报同桌了 谁知她说完后 那几个人更加愤怒 举报同学 原来就是你这个老六举报的她 害我们又损失了一名同学 正愁不知道去哪找你呢 没想到你这个老六还不打自招了 随后便一边骂着一边开始痛点大翔丸 原来大翔丸遇到的这几个同学和我遇到的不同 他们是没有被完全感染的好人 而大翔丸这种举报同桌的老六 也确实配得上这一顿毒打 下午三点第二堂课正式开始 老师刚进教室便再次用红色粉笔写下了一段话 新来的 或许你已经发现 除了你还有其他人能看到这些字 但我奉劝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我可以保护你 在这所学院也只有我能帮助你 我因为早已得到同桌的提示 所以根本不会相信上面的话 可就当我转头看向同桌时 却发现他眼神呆滞 看来很快就要被彻底污染 变得和周围同学一样 但我依然不能根据他的提醒打掉他 因为那样只会暴露得更快 而除了我之外 其他选中者也陆续注意到了自己同桌的异常 但面对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话 却依然没有人愿意相信 就算有人相信他们也不敢付诸行动 而有一个特例 那就是小窝国大翔丸 本身就是普通碧疾天赋的他 既失去了同桌的提示 又在刚才被同学一顿胖揍后彻底崩溃 认为老师是他值得信赖的救命稻草 所以大叫着就要向老师求救 而这一幕也让正在看直播的小窝国高层气的跳脚 大骂大翔丸蠢活 但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用掉唯一的一次提示机会 让他不要相信老师 大翔丸也终于在得到提示后 没敢轻举妄动 不然现在指定已经凉了 就这样一下午过去了 中间没有任何选中者被淘汰 下课铃也终于响起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纷纷走出教室 可令我意外的一幕发生了 讲台上的老师像看不到一样 依然在自顾自地讲课 但我也想不明白 便打算先回宿舍休息 可刚要出门便被一名同学拦住 告诉我今天是我的职日 要晚点才能离开 可规则时明明提示 放学后需要立即回到宿舍 如果有同学通知你职日 请不要离婚 突然出现的怪鸟影响了我的神志 黑将军完成初次进化 原来就在刚刚 刚要下课打算回宿舍休息的 我就被一个同学拦住 要是今天是我的职日 要晚一点才能离开 根据规则时的提示 放学后需要立即回到宿舍 如果期间有同学通知职日 不能理会 但我看到这名同学的眼神里 还残存着一丝理智 应该是想提醒我什么 再加上叛逆规则 才能使我得到天赋庇护 所以我还是选择 相信同学的提醒留了下来 但此时一个突兀的声音 却突然传来 那名老师竟不知道 在何时早已停止了讲课 紧紧地盯着我 并一脸诡异地说道 职日生 待会儿我会亲自检查卫生 希望你能让我满意 我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 竟忘了直接给他两个大逼斗 而此时的夏克林再次想起 这时老师才收拾好课本走得出去 但夏克林为什么会想两次呢 这名老师又为什么会在 第二次铃声响了之后才离开 我一头雾水 想不明白的我便打算 先在教室里找找同学留下的东西 找了好久 终于在一本小黄书里找到了线索 原来是补充规则 同学 这些规则是特意写给你的 请你仔细阅读 或许会对你有些帮助 规则十一 职日生需要打扫教室的卫生 注意 打扫完请直接离开 老师并不会来检查 规则十二 打扫教室卫生时 请锁好教室的门窗 如果发生诡异事件 或遇到老师检查卫生 请不要开门 如果你无法抵挡 立即不顾一切逃离教室 规则十三 小黄书能够压制他的影响 但也会引起他的注意 请不要把小黄书带离教室 规则十四 学校的校工是可以信任的 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时 请你立即前往校工休息室 寻求帮助 规则十五 小黑屋虽然很危险 但里面也隐藏着 离开衡水学院的方法 规则十六 他无处不在 绝大部分同学 已经成为他的爪牙 请你不要相信 那些眼神彻底涣散的同学 规则十七 老师是值得相信的 他会帮助和保护你 最后纸条上还有一句提示 某些规则可能会受 他的影响发生变化 请不要完全相信所有规则 我看着纸条不禁思索起来 从种种表现来看 老师显然是不能信的 所以规则十七肯定不对 那也就是说 这张纸条上面的规则 大概率已经受到他的影响 发生了变化 但不管纸条上规则是对是错 这个首次提到的校工 我认为大概率就是通关的关键 可就在我专心的思考时 碧枝怪鸟 却突然撞破玻璃冲了进来 我刚转头看去 就被他瞬间影响了神智 幸亏我一直随身佩戴着水母吊坠 不然肯定已经中招 这让我非常恼目 差点在鹰沟里翻船 随即我便命令黑将军 把这只哇哇乱叫的怪鸟嘎掉 黑将军也不含糊 口中触手吐出 瞬间就把怪鸟缠住绑了下来 我也没想到这怪鸟竟如此弱 发现没什么特别之处后 便让黑将军当了口粮 可黑将军刚把怪鸟吞下 变腾的满地打鼓 此时我也有些慌张 难道这怪鸟有毒 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事 黑将军竟再次站了起来 但嘴里却发出了怪鸟的叫喊声 我猛然一惊 难道黑将军被怪鸟夺舍了 直到我看到黑将军 平凡地摇尾巴后 我才意识到好像不是夺舍 是黑将军把他的能力融合了 而这惊人的一幕 也在外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黑将军的变化 颠覆了各国高层对诡异的认知 表示一定要把这个情况 作为绝密档案记录下来 与此同时 其他国家选择留下来 值日的选中者们 也陆续遇到了怪鸟的攻击 但他们就没有这么幸运 虽然根据规则十二的要求 关闭了窗户 可这薄薄的玻璃 怎么可能挡得住怪鸟的冲击 老是原形毕露 但它却只是一枚棋子 原来就在刚刚 被怪鸟袭击的 我因为水母吊坠 和黑将军的保护安然无恙 黑将军也因吞噬了怪鸟 得到了净化 可其他选中者却没有这么幸运 他们并没有任何保护 此时的非求国选中者 马库斯就正面临着怪鸟的袭击 虽然他早已按照规则提示 把门窗关好 但怪鸟急速的攻击 还是让玻璃发生裂痕 即将破碎 马库斯现在受到精神 核心里的双重打击 就在他双手抱头 即将崩溃的时候 敲门声却突然响起 原来是老师来检查卫生 而窗外的怪鸟 此时也随即消失 马库斯充满了疑惑 难道真如规则十七所说 老师是值得相信的 他是来帮助和保护选中者的 马库斯此时也没有其他好办法 便打算上前开门 可刚走到门口 就透过玻璃看到老师脸上 那诡异的笑容 这也让他吓了一跳 猛然记起了其他两条规则 规则十一 执日生需要打扫教室的卫生 注意 打扫完请直接离开 老师并不会来检查 规则十二 打扫教室卫生时 请锁好教室的门窗 如果发生诡异事件 或遇到老师检查卫生 请不要开门 如果你无法抵挡 立即不顾一切逃离教室 他意识到这个老师 很可能并不是来救他 而是和怪鸟联合起来 骗他开门的 果然 没过多久见马库斯停止开门后 怪鸟竟再次出现 而门外的老师 也从最初的敲门 变成了现在的砸门 前后两边都有诡异 也让马库斯陷入了绝望 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在他即将崩溃的时候 他终于灵光一闪 记起了规则十四的提示 学校的校工是可以信任的 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时 请你立即前往校工 休息室寻求帮助 所以他把校工 当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 可就当他刚打开教室后门 要去找校工帮忙时 伟一竟瞬间扑来 而他也随之淘汰 原来这一切都是马库斯 在他的影响下产生的幻觉 玻璃根本没有裂痕 怪鸟和老师的出现 都只是为了吓唬他逃出教室 不只是他 此时的足球国选重者佩德罗 也因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而被瞬间淘汰 明明是根据规则判断出的最优解 可谁知道这却是一个个陷阱 在引诱着步入深渊 不得不说怪谈世界的规则 越来越具有迷惑性 与此同时 同样选择留下来值日的克洛德和安德烈 也陆续遇到了这种情况 但因为他们国家的高层 紧急使用了唯一一次的提示机会 所以躲在教室一动不动的 他们逃过一劫 再看我这边 我的处理方式却和他们截然不同 就算没有了怪鸟的威胁 我还是大大方方的给老师开了门 刚进门的老师还想说几句客套话 可却被我直接打断 因为我早就知道 他已经判断出了我是新同学 第一次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 其他同学都会选择离开 而他却继续讲课 新同学并不知道情况 所以大概率会在这时露出破绽 这样他也就可以反向找出此人 第二次下课铃其实是给他的警告 因为怪谈世界也有他自己的规则 并不会完全封死选重者所有的生存机会 所以那个时候他必须离开教室 只能在编个检查卫生的借口返回 老师听我分析的这么透彻后 也彻底不装了 直接就开始变身 身体扭成了麻花不说 还瞬间跳到了屋顶 这套骚操作看得我都一脸猛逼 这关节扭曲成这样能不疼吗 看到我还是一副嘲笑的表情 这个诡异彻底怒 张牙舞爪的就向我扑来 可他当黑将军是吃干饭的吗 我成功打败老师逃离教室 但恒水学院却不止这一个他 原来就在刚刚 老师见我已分析出一切 也不再伪装 张牙舞爪的就向我扑来 但我有黑将军的陪伴根本不拒 只见进化后的黑将军 先是用出了怪鸟的精神攻击 巨大的冲击瞬间 使诡异老师的精神彻底扭曲 捂着耳朵贪软倒地 接着黑将军上前便一脚踩到他的脸上 用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土触手 没想到这只怪鸟都被黑将军吞了还会复活 费记我便掏出最近没怎么出场的人偶 兴奋的人偶飞过去后 原本以为可以大战三百个回合姐姐们 谁知一巴掌就把怪鸟拍散 原来这只怪鸟只是诡异老师创造出来的幻觉 并没有尸体 不多久解决完一切的黑将军心满意足 再次隐身 而我也打算返回宿舍好好休息一下 但临走我还是要小小的叛逆一把 所以便不顾规则十三的提示 将小黄叔带离了教室 而随着我踏出教室门 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他曾是学院树上的一只乌鸦 直到他的家被摧毁 孩子被摔成肉泥 那一刻他的内心爆发仇恨的种子 在他的影响下 他被愤怒吞噬 开始对学院展开报复 选中者恭喜你成功逃离教室 目前评价三星 提示 恒水学院不止一个他 逃出学院后会再进行综合评分 我看着提示有些意外 没想到恒水学院竟和前面的所有怪谈世界都不相同 宿舍和教师竟是分开评分的 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我回到宿舍后就要开始新的怪谈 与此同时 克洛德和安德烈因为一直躲在教室 怪鸟和老师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只能愤然离开 他们也逃过了一劫 随后他们便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前去寻找孝公帮忙 并在孝公那里获得了他珍藏多年的小皇叔 也具备了压制精神影响的能力 而其他国家的高层看到后 也迅速提醒自家的选中者 但他们却并没有看到孝公 更无法拿到关键道具小皇叔 原来只有留下做职日的选中者才能见到孝公 而他们这些没留下来的会被拒之门外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我已经顺利回到了宿舍 而在门口果然悬挂着新的规则 规则一 在进入六人宿舍后 请保持绝对的安静 如果有宿友找你聊天 请不要接他们的任何话语 规则二 包括你在那宿舍里只有六个人 如果你发现宿舍人数不对 请立即跑出宿舍 五分钟后再回宿舍 如果人数依旧没有变化 请重复此操作 规则三 如果你发现宿友们在焦头接耳 谈论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请用被子盖过脑袋不要理会 规则四 宿友会在桌子上睡着 如果发现这一现象 千万不要吵醒他 规则五 窗户外没有怪鸟 请不要打开宿舍窗户的窗帘 规则六 宿舍食堂和学院食堂是分开的 如果你肚子饿 可以让宿友带你去宿舍食堂 规则七 晚上如果发现宿友梦游 小黑屋是不存在的 不要试图通过任何方法去寻找 规则十 天黑时宿舍外面是无比危险的 请一直待在宿舍里 直到天亮 规则十一 在宿舍遭遇任何危险 请立即前往校工休息室 规则到此结束 看完后的我有些疑惑 因为这里的规则九 和前面的规则十五明显矛盾 很难判断出到底哪条是对的 但从规则反复的强调来看 小黑屋绝对是一个关键的所在 而它又在哪里 带着疑问我推门而入 只见宿舍里 已经有几个提前回来的同学 我在其中也发现了同桌 可此时的他早已眼神涣散 彻底被污染 而他看到我以后也是一脸陌生 仿佛第一次见我一样 笑着走过来跟我打招呼 可一脸的坏笑 却透露着他的不怀好意 因为规则一明确提示 进入宿舍后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我上前就给了同桌两个大逼抖 只因他有事没事就吵我坏笑 原来就在刚刚 逃离教室来到宿舍的 我却发现同桌早已被完全侵蚀 看到我的到来后 他便一脸坏笑地朝我这边走来 根据宿舍规则一的提示 我当即便认为他不是好人 所以上前就给了他两个大逼抖 合打完后才发现他只是嘴抽筋 虽说这几个大逼抖 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谁让他不早说 你自己害我收不住刀 我又有什么错 看着同桌一脸猛逼 我也有些不好意思 便大声朝着同学们说道 请大家不要在意刚才的细节 我们大家要和谐相处 与此同时 八铁国选众者阿里也来到了孝宫休息室 可他也并没有留下职日 就在众人以为他会像其他选众者一样被拒之门外视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阿里双手合十用出了自己的S级天赋 他的天赋名为规则漏洞 可以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将自己部分遗漏的规则补全 并且可以像正常一样通关和获得奖励 虽然天赋发动的概率只有一半 但这次还是成功地敲开了孝宫的房门 顺利获得了精神神器小黄叔 再回到我这边 宿舍里相安无事地来到了晚上 可躺在床上的我突然发现 其他人近距在一起窃窃私语起来 大半夜的不睡觉 他们要搞什么妖蛾子 虽然根据规则三的提示 如果你发现摄友们在焦头接耳 谈论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请用被子盖过脑袋不要理会 但我要是能遵守规则 那我都对不起这本漫画面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 就上前又给了他们几个大逼头 本来以为要面对一场恶战的 我却发现摄友们 根本不记得刚才的事情 像是被我刚刚打醒 我这才意识到 刚才他们应该是被他操纵了 而他可能就是通过这种方法 从学生们的嘴里 得到想要的信息 随后大家就像什么事情 没发生一样 各自回到床铺休息 可几个小时后 我又被一阵响声吵了起来 这还能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了 刚要回头大骂 却发现是其中一个摄友 在大口咀嚼着什么东西 看着我向他看去后 随即便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还要邀请我一起 吃吃吃 就知道吃 朝我睡觉不说 还把我同桌给吃了 梦游就能随便吃我同桌吗 我上前就要再给他几个大逼头 但规则救了他 因为规则七题是晚上 如果发现摄友梦游 请立即将他叫醒 看着一床的鸟毛 我意识到有些不对 而此时同桌竟从门外走了回来 我这才意识到 他只是外出梦游了 但为了以防万一 这到底又是什么情况呢 小窝国因排放和污水得到报应 选中者大翔丸即可淘汰 原来就在刚刚 深夜发现摄友啃食骨头的大翔丸 既不敢按照规则七的提示 去叫醒室友 也不敢自己独自睡去 可偏偏此时窗外又来了一只怪鸟 紧紧地盯着他 不多久就变成了他的模样 冲他扑了过来 大翔丸看到这一幕后彻底崩溃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其实都是他的幻觉 明明把窗帘拉上挡住 怪鸟的精神干扰就好了 可他偏偏要一直盯着怪鸟看 这作死的操作哪有不备感的 随着怪鸟的扑揽 系统提示音也瞬间响起 小窝国选中者被诡异吞噬 怪弹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外部世界小窝国高层 看到这一幕后也彻底炸裂 因为他们已经连续承受了 四次规则怪弹的清醒 眼看着就要灰飞烟灭 可这也是他们自作孽不可活 和污水处理达标了 你们怎么不直接喝呢 就他们这种不顾后代 直接向海里排放的做法 就算没有怪弹降临 感觉也蹦跶不了多久了 随后小窝国便紧急 向他们的米国爸爸求援 可他们爸爸利用完 他们后早已经对他们置之不如 恒水学院怪弹世界中 截止到目前为止 宿舍里还能保持清晰认知的 选中者只还剩下四人 分别是我 克洛德 安德烈 阿里 就这样熬过了一晚上的我 第二天起床便发现了不对劲 宿舍里竟停空多出了一个人 按照规则二的提示 包括你在那宿舍里只有六个人 如果你发现宿舍人数不对 请立即跑出宿舍 五分钟后再回来 如果人数依旧没有变化 请重复此操作 但我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而是直接找到了那个多出来的人 看他还想狡辩 上前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抖 他彻底愣住 完全没想到我一言不合就动手 随即就打算变身和我拼命 可我现在身经百战 他根本不是对手 被我瞬间压制了不说 更是被我一脚踢出了门外 刚解决完这个哥们 又有一个人主动凑了上来 表示学院宿舍有独立的食堂 要帮忙把我带过去 我一看他那假笑的样子 就不像什么好人 而且宿舍里的这几个 早已眼神涣散 明显都已经被他控制 但为了叛逆教室规则十六 和宿舍规则六这两条规则 我还是打算跟着他走出去 只要最后自己前往食堂就好了 可那哥们看我走到半路不走后 竟转过头想和我动手 我当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 召唤出黑将军瞬间就把他吞噬 这样我就没有了其他顾虑 就这样我在叛逆了两条规则后 让黑将军继续隐身 一起前往食堂 因为先前我已经去过学院里的食堂 如果宿舍里确实还有一个食堂 还如此隐蔽的话 说不定就是小黑屋的所在 但我推门进来后却发现 这里一切都很正常 并没有诡异的事情发生 可就在这时 四处张望的我竟又在餐桌上 发现了一本小黄书 而这本小黄书的内容 明显与其他的不同 更像是某位同学留下的笔记 同学 当你在这里发现小黄书时 请不要惊讶 他无法发现小黄书的存在 这是我能将小黄书 成功留在这里的原因 这里不是食堂 请不要相信在这里看到的一切 除了小黄书 他无法离开这里 他无法指示小黄书 如果你想见到他 夜晚或许会是更好的选择 不过我并不建议你这样做 因为那样显得很蠢 我到底在说些什么 你不见到他明明就无法离开 我已经彻底留在了这里 那些食堂里错落的身影 或许有一个就是我 祝你好运 以上笔记来自某位热心的同学 等偶大战无头怪 他终于露出真实面目 原来就在刚刚 看完小黄书的 我意识到这个 他应该不在宿舍 因为根据小黄书笔记的提示 他应该是在晚上出现 但昨天整整一晚 我却并没有在宿舍见到他 那么既然排除了宿舍 他很可能就是在这个 所谓的神秘食堂 而就在我盯着小黄书里的 笔记思考时 其他部分选中者 也在他们设有的带领下 走进了这个所谓的石堂 他们在排队打饭时 才猛然觉察到不对 可为时已晚 刚要离开 便见到前面的几个人 脑袋猛然转了180度 回头死死地盯着他们 而他们的身后 也早已站满了一遍后的学生 挡住了他的去路 随后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这些人的头颈 纷纷脱离身体 集体飘了过来 围住了选中者 这恐怖的场景 让选中者们瞬间崩溃 看着和西瓜一样 满地散落的脑袋 他们连逃跑都不敢下脚 随后便被诡异的同学 一拥而上 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以列国 以博国 飞兵国 三个国家选中者 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的我也正在面临着 这恐怖的荧幕 但这对我这个第五次 进入规则怪谈的人来说 实在是有点上不了台面 想用这种手段吓唬 多少有点瞧不起人 随后我便拿出人偶扔了出去 人偶像是找到了好玩具 兴奋地来回打转 一会就把所有的脑瓜 给全部打爆 而随着脑袋的打爆 血液竟全部会成了一起 流向了某个方向 而这时的黑暗处 也传来了心跳声 食堂怎么会有 这么大的心跳声 难道是他 随即我便让人偶 和黑将军前去探查 可不多久 他们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因为那里什么都没有 我也没有什么好想法 便打算按照笔记的提示 晚上再来一探究竟 可我不知道的是 身后的血液 已经在缓缓凝聚 而刚刚回到宿舍的 我便看到摄友在睡觉 根据规则4的提示 摄友会在桌子上睡觉 如果发现这一现象 千万不要吵醒他 让我怎么可能遵守 上去就是一套五连鞭 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家伙被我打醒后 只是随口骂了我一句 静转头从窗户跳了下去 我一脸猛逼 现在这年轻人 起床气都这么大吗 我认真思考了片刻 感觉刚才是他 在控制那名摄友 而我的打醒 导致他认为摄友摆脱了控制 所以残忍地杀害了他 我思来想去 这可能就是真相 所以面对着 逐渐变得诡异的其他摄友 我打算先下手围墙 直接解决掉他们一劳永逸 而克洛德 安德烈和阿里三个人 也依靠孝公给的小皇叔 唤醒了同桌的一丝神智 在同桌的帮助下逃了出来 但逃出宿舍后 情况也并不乐观 因为规则时早有提示 天黑时宿舍的外面 比宿舍还威胁 他们又会怎么办呢 怪谈恒水学院迎来最终决战 黑将军得到 山神之界辅助彻底进化 原来就在刚刚 克洛德 安德烈和阿里三人 在依靠孝公给的小皇叔 唤醒了同桌的一丝神智后 在他的帮助下 逃脱了室友的追杀 但逃出宿舍后 情况也并不乐观 因为规则时早有提示 天黑时宿舍外无比危险 被逼无奈 安德烈终于用出了 隐藏许久的双SG天赋无限推演 无限推演可以在脑海里 推演出多种不同选择 带来的结果 从而从众多选择中 找到最正确的一种 虽然天赋的使用上线 是和使用者的精神法治有关 但现在的安德烈 并没有被他过多的影响神智 所以准确地推演出 他就是通关关键 而三楼食堂 就是他的藏身之处 孝公的小皇叔 就是对付他的手段 随后便打算 前往三楼食堂一探究竟 而此时的克洛德和阿里 在逃离宿舍后 也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都决定前往三楼 寻找些有用的线索 再回到我这边 解决完摄友后 我同样根据白天的计划 来到了三楼食堂 准备和他正面硬刚一搏 可一进门就发现 原来干净整洁的食堂 此时已经变得乌烟瘴气 不止到处都是鲜血 空气里还充斥着 一股腐烂刺鼻的恶丑 随后便看到鲜血开始凝聚 不多久竟变成了我的样子 我看到这一幕后 当即就怒了 有人模仿我的脸 有人模仿我的面 不对不对串台了 模仿我就算了 还笑得这么尖 我笑起来有这么尖吗 对于这种挪黑我形象的存在 我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马上就命令人偶上前赶了他 人偶也不含糊 上前一个小飞腿 就把他踢成了两半 原以为就这么轻松愉快的解决 谁曾想两个半身 快速凝聚竟变成了两个我 这还变成欢乐斗地主吗 我可忍不了 便命令黑将军上去吞了他 你不是能分裂吗 吞了你我看你怎么分裂 可令我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就在黑将军吐出触手 把那俩假冒伪劣吞噬后 他仅凭空谎化出无数个我 这密密麻麻的人影 看着我都有些眼晕 虽然我很帅 但你也不能这么崇拜我呀 搞这么多我要怎么办 我意识到这么下去 很有可能被他耗死 就在这时 一事突然响起 可以使用山神之剑 我看到后一脸惊喜 原来这是龙国高层 紧急利用了 唯一一次的提示机会 不得不说龙国高层 就是比小窝国靠 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 给予选中者帮助 山神本身就具有 抵抗认知扭曲的能力 我便立即把山神之剑 扔向了黑将军 黑将军在一阵金光闪过后 也彻底进化 不仅长出了两个獠牙 还多出了无数只手臂 多少有点丑 但现在也管不了这么多 解决他才是关键 而此时的黑将军 也已经不需要我的指挥 自己就开始寻找目标 是要和把他变丑的家伙拼命 随着触手的不断试探 最终黑将军把目标 锁定在了一个角落的镜子上 而镜子发现已经暴露 镜直接现出原形 突然浮现出 无数个被污染的学生身影 纷纷伸手抓向我 但他们怎么可能 进得了我的身 我来到衡水学院后 从来就没有遵守过 任何一条规则 当我的天赋是吃干饭的 只能说我并不是 看不起在座的各位 只是想说在座的各位 都是些乐色 随着我的天赋发威 镜子也瞬间崩裂 里面的冤魂 也发出了阵阵悲鸣四散逃走 看着地上破碎的镜子 我便立即命令 黑将军把里面藏着的东西 给我找出来 随着黑将军进化后的触手插入 镜子里传来了愤怒的大喊声 明天见 我六星通关恒水学院 下一个怪谈名为游乐园 原来就在刚刚 伴随着黑将军触手的插入 镜子中传来了恐怖的大喊 大意万终于更新了 随后便看到镜子破碎 黑将军把一颗跳动的心脏给拽了出来 但我却一脸疑惑 因为都已经成功抓住了他 系统的通关提示却并没有响起 我意识到或许我还遗漏了什么 仔细回忆所有的规则后 我便打算前往校工休息室 因为根据规则十四提示 学校的校工可以信任 遇到无法解决的麻烦时 请立即前往校工休息室寻求帮助 果然 直到我把心脏递给了校工的那一刻 系统提示才终于响起 我得到了教室三星 速射两星 额外评分一星的六星评价 不仅获得了污染之境的通关奖励 还获得了额外奖励作弊纸飞机 作弊纸飞机虽然是一次性用品 但却可以在怪谈世界里 传递一次一百字以内的信息 这简直就是个神器 用得好的话 完全可以在怪谈世界帮助 另一个选中者通关 确实对得起作弊二子 与此同时 克洛德 安德烈和阿里在我通关后 也陆续通关 但他们三人并没能消灭他 只是依靠校工给的小皇叔 勉强活了下来 撑到了通关时间 所以他们的通关奖励 和我无法相提并论 虽然如此 但成功通关也使他们的国家 免除了规则怪谈的降临 分别为国家带来了 不同的基础属性奖励 看到这一幕后 米国高层的会议室却不高兴 他们根本没想到 这次居然会有四个国家顺利通关 认为其他三个国家 早已经倒向了龙国 龙国已经有了超越米国的趋势 大骂小窝国这些蠢货 连潜伏工作都做不好 一个河污水的排放 不只让好不容易 撮合到一起的泡菜博 再生间隙不说 还成为了全世界的功底 而此时的我也回到了现实世界 并由高层出面 将纸飞机卖给了奥利国 三天后 我再次被传送进入怪谈世界 而此次的怪谈名为游乐园 日本游乐园开放以来 许多游客都带着孩子沐云而来 他们会在这里 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但前提是 你得学会遵守游乐园里的规则 游乐园里常常会有游客失踪 游乐园就像一只匍匐的巨兽 只要走进他领地的人 没人可以再活着出来 提醒 请在两天时间内 带着你的弟弟乔治离开游乐园 在此期间 请保护好乔治 如果乔治被诡异吞噬 那么你也将永远留在这里 而本次挑战外界提示的机会 依然是一次 刚看完怪谈介绍的 我发现身后竟真多出了一个便宜弟弟 一边拉着我的衣服 一边表示要去坐碰碰车 一看就不是个省油的灯 毕竟它是通关的关键 不多久我便找到了工作人员 并从他的手里得到了地图 按照以往的规律 规则一般都会记录在地图背面 这次也不例外 只见地图背面写道 欢迎来到游乐园 为了确保您和您的家人 在游乐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请您和您的家人 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规则一 游乐园的碰碰车是可以玩的 但此项目仅限小孩子 规则二 如果你和你的家人累了 可以在游乐园的用餐区 享用免费的餐食 但注意 千万不要食用汉堡之类的东西 规则三 用餐区的汉堡十分美味 我们非常建议你尝一尝 规则四 摩天轮可以乘坐 但如果你在摩天轮里 不巧遇到一个瞎女人 无论她说什么都请不要理会 规则五 过山车非常刺激 不建议小朋友乘坐 但如果做好安全设施 还是没有问题的 规则六 旋转木马很适合大人和小孩 它能让你和你的家人 度过一段开心的时光 规则七 游乐园里没有小青蛙青气球 如果你看到青蛙玩偶 在卖小青蛙青气球 请立马远离它的视线 规则八 请不要相信保安 不要相信保安留下的一切东西 规则九 游乐园里镜子世界是存在的 但千万不要进入其中 规则十 游乐园里的工作人员不能相信 特别是穿黑色制服的工作人员 我看完规则后眉头紧皱 因为这是第一次出现 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字体 书写的规则 但具体的含义我却不得而知 我意识到这次可能得比以前更加谨慎 毕竟这里还有个便宜弟弟 而且他还没有天赋的庇护 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懊恼规则上 为什么没有保护乔治的字眼 如果有的话 我完全可以用叛逆规则的天赋 把他直接打掉 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他这个脱油瓶 还可以获得天赋的保护 但现在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先回去和他会合 可等我回去后却发现这家伙果然不见了 我一脸无奈只能赶紧寻找 找了好久才发现 他正坐在碰碰车的旁边大哭 这又是什么情况 难道被别人打了 忽然暴打青蛙人偶 只因他一脸坏笑的欺负我读书上 原来就在刚刚 在碰碰车区终于找到乔治的我 一问才知道是人偶把他给打了 我知道人偶肯定是为了避免 乔治遇到危险才这么做 所以便对这个便宜弟弟施展起CPU大 人偶那么可爱怎么会打你 你刚刚肯定是自己摔倒 人偶就是玩具 怎么会打人呢 不得不说小孩子就是好忽悠 在我的一顿输出后 乔治被顺利忽悠去了 不得不感叹 有我这样的哥哥真是他的幸运 不仅能让他成功忘却繁忙 还能找到快乐人生的方法 随后我便拉着他去玩碰碰车 虽然根据规则一的提示 游乐园的碰碰车仅限小孩子玩 但我却非要进去试一试 毕竟开局违背一下规则 可以先增加一点天赋庇护 可就当我进入园区 把乔治安置好时 路过的保安却隐蔽地 塞给了我一张纸条后匆匆离开 这突然获得的纸条也让我有些疑惑 打开一看原来是来自保安对规则的解释 绿色字体是可以相信的 黄色字体只能相信一半 红色字体出自他的手柄 看完后我才意识到 规则上的不同颜色字体是这个意思 根据规则8的提示 保安的话 包括他留下的所有东西都不能相信 但我却感觉保安不像是坏人 毕竟刚才路过时离得这么近 都没有攻击我和乔治 不过他如果真相提示里说得这么厉害 说不定可以篡改纸条规则的颜色 所以我绝对不能简单地 按照颜色区分规则的对付 理清思路的我便和乔治愉快地 玩起了碰碰车 是要用这有限的时间 在他的童年留下浓墨重彩的意义 20分钟后 碰碰车终于停了下来 我剧烈地碰撞让乔治差点吐掉 他在车门上就表示以后 再也不玩碰碰车了 看到他的表情后我一脸欣慰 我的陪伴果然很有效 正当我询问他后面想玩什么 想进一步加深一下对他的影响时 他却说出了一个 让我为难的答案过删车 虽然规则5的提示 过删车非常刺激 不建议小朋友乘坐 但如果做好安全设施 那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它却是黄色的 这就意味着这条规则可能对错参半 那我也不好直接判明 而且过删车这玩意儿我都看着眼语 所以当即拒绝了这小人的提议 表示过删车太危险 不是小孩子做的东西 刚才碰碰车的旁边 有个卖小青蛙轻气球的玩偶 会给他去买气球玩 根据规则7的提示 游乐园里没有小青蛙轻气球 如果你看到青蛙玩偶 在卖小青蛙轻气球 请立马远离他的视线 而这条规则是绿色的 所以我便没有顾虑地打算去违背一下 刚看到青蛙 我便大声警告他游乐园禁止卖轻气球 这突然的大喊让他顿时一愣 而且他根本不清楚我是谁 可还没等他散应过来 我便一把就将气球抢了过来 表示全部没收并要求他下次主营 随后便转身离去 青蛙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已经彻底猛低 没想到平通会出现我这么个猛人 但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青气球卖给人类 所以也并不打算要回来 可我感觉违背这条规则的程度还不太够 所以突然又折返了回去 一边放掉手中的气球 一边询问他还有没有 青蛙留着冷汗一脸无语的表示没有了 气球都让你拿走了 可话还没说完 我便一个剑步冲上去 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拳 你一个青蛙玩偶 居然跟我说没有小青蛙气球卖 这明显是欺负我读书少 与此同时 炮菜国的选中者韩秀仁也遇到了青蛙人偶 他怕违反规则期的提示 一溜烟就跑没影了 但他却忘记了他还有个便宜弟弟 正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博天轮上出现诡异袭击 我那个便宜弟弟是否能顺利活下来 原来就在刚刚 跑路的炮菜国选中者韩秀仁 终于意识到乔治还在原地 所以紧急返回 可此时乔治的手里 却早已经多出了一个青蛙气球 按照规则期的提示 游乐园里没有小青蛙青气球 如果你看到青蛙玩偶 在卖小青蛙青气球 请立马远离他的视线 但奇怪的是 乔治拿了青蛙气球后 身上却并没有任何被污染的痕迹 韩秀仁一脸疑惑 难道规则期是一条错误的规则 不过他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一把夺过了气球 随即便把气球放飞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们转身离开时 已经消失的青蛙人偶 却突然再次出去 一脸坏笑地盯着他们 阴森的表情 看得各位吃瓜群众都有些害怕 纷纷为我担心起来 因为我刚才也拿过那个气球 所以不确定 我是否也已经被青蛙人偶盯上 而此时的我在暴打了青蛙人偶一顿后 早已经带着乔治 来到了游乐园的用餐区 刚到这里 乔治就指着菜单 大喊着要吃汉堡和薯条 按照规则二的提示 千万不要食用汉堡之类的东西 但规则三却又提示 用餐区的汉堡十分美味 非常建议尝一尝 我意识到这两条规则明显是互吃的 不管我叛逆哪一条 都会因为遵守了另外一条规则 导致失去天赋的病 但这也难不倒我 因为在前面的怪谈世界 我就已经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以我便告诉售货员来两份薯条 再来两份汉堡 但只要面包不要肉 这样我就既吃了汉堡 但又算是没有完全吃 卡规则的Bug让天赋继续生效 这一波骚操作 让我自己都有些佩服自己 乔治虽然对没肉的汉堡提出了疑问 但有东西吃就不错 要什么自行车 我随便找了个理由就把它应付过去 在吃饭期间 我却突然听到了一段 让我疑惑的对话 后座的一对母子表示 吃完饭后要去熊熊世界游玩 但游乐园的地图上 却并没有这个地方 而且刚才我也算是带着乔治 在游乐园逛了一圈 也并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的熊熊世界 难道说这个副本跟动物园一样 存在着两个完全独立的场景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吃完了午餐 随后便在乔治的要求下来 到了摩天轮 根据规则四的提示 摩天轮可以乘坐 但如果你在摩天轮里不巧 遇到一个瞎女人 无论她说什么都请不要理会 我偏偏就遇到了她 她还自言自语 说了句古怪的话 多可爱的小孩子啊 要是从摩天轮上掉下来 那真是有些可惜了 而且她在座位上 还留下了一张纸条 虽然规则四说过这个女人不能相信 但我从她刚刚的举动来看 似乎没有恶意 或许她一直等在这里 是为了给选中者们留下提示 就在我打开纸条 准备查看一下内容时 一个工作人员却突然出现 大声询问 我是不是收了那个瞎女人的东西 并表示她是来游乐园捣乱的 如果收了请立刻上交 虽然这个工作人员 穿的不是黑色制服 但我却总感觉她有些不对劲 所以便把纸条藏了起来 骗她说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我随口说了句恐高 原以为工作人员不会相信 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工作人员近眼见的有些星系 并表示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 她会跟随乔治一起乘坐 随后便立即启动了开关 而随着摩天伦的不断升高 与乔治一起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衣服 也逐渐开始变色 与此同时 大部分选中者也面临着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也选择了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坐 就这样在选中者们 一脸惊恐的表情中 工作人员的衣服彻底变成了黑色 但摩天伦已经升得很高 所以选中者们根本无法逃脱 不多久工作人员便彻底撕破了伪装 猛然把他们推下了摩天伦 但随着系统提示的出现 这六个国家也即将面临着怪谈世界的将领 再看我这边 此时也有一个人影从摩天伦上飞了出来 但看体型好像并不是乔治 安德烈使用无限推演找到真正入口 镜中世界难道就是他的藏身之处 原来就在刚刚 摩天伦上突然一个身影掉了下来 不出我的意料 这个人影并不是乔治 正是一变后的工作人员 毕竟乔治是带着人偶上去的 有人偶的保护区区一个工作人员还不是对手 看到工作人员嘎掉后 我便安心打开瞎女人留下的纸条 查看其里面的内容 规则十一 当你看到这张纸条时 你很可能已经被他盯上 请根据工作人员的指示离开游乐园 规则十二 滑滑梯才是正确的出口 游乐园里没有出口 规则十三 熊熊世界是不存在的 但你可以尝试寻找名为熊熊世界的地方 规则十四 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他的领地 不要慌张 镇静些 你的任何情绪都会被他视为挑衅 规则十五 无法逃离 所有人都将成为他泄愤的玩具 看完纸条上的规则 我顿时感觉到有些不对 工作人员根本不可信 就算不是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员 也大概率已经被他污染 但规则十一却是绿色 这只能说明他已经修改了规则的颜色 所以根据颜色来判断规则的对错 是完全不可行的 就在我看着纸条思索时 摩天轮也转完了一圈 只见乔治抱着人偶慌张的向我扑来 大声地向我诉说着摩天轮上发生的情况 看着他满脸害怕的表情 我也是心里偷笑 毕竟还是个小孩子 被这么一下果然听话了很多 所以便一边摸着他的脑袋一边安慰他 表示现在就带他去镜中世界玩 虽然根据绿色规则九的提示 游乐园里镜子世界是存在的 但千万不要进入其中 但现在绿色已经代表不了绝对的正确 我意识到想要找到游乐园的李师姐 就必须每个区域都要查看一下 可我们刚来到镜中世界门口 便发现了一个提示牌 进入镜子迷宫的游客 为了提升您的体验乐趣 在进入镜子迷宫前 建议您先向左转三圈 再向右转三圈 然后进入最中间的那条通道即可 如果您在镜子迷宫里迷路 请您不要着急 如果您想退出镜子迷宫 那请您一定要站在那些正常的镜子面前 那里有电子监控 工作人员看到后会立即将您解救出来 电容却让我心里一震 我是游乐园里最后一名保安 当你看到这张纸条时 或许我已经死了 镜子迷宫曾是他的领地 如果你不小心踏入这里 请不要回头 因为你不知道身后的出口 此刻通向哪里 告示牌上的第一段内容 你可以完全相信 在进入镜子迷宫前 请一定要按照上面的要求做 这可能会保住你的命 不要站在正常的镜子前 如果你不想在里面看到他的话 请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做 我们曾尝试对抗他 但毫无意外 他的强大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 这是我留下的最后一张纸条 再见我时 或许我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 游乐园无法生还 所有人都将永远留在这里 看完纸条后我有些疑惑 这个保安留下的信息并不多 但是处处透露着诡异 一边提示告示牌内容完全可信 一边又说不要站在正常的镜子前面 这明显是相互矛盾的 难道纸条也被他篡败过 思考片刻后 我坚定了这个想法 所以并不打算按照提示牌的要求 进入中间的通道 而是选择了最右边的走了进去 而与此同时 剩余的其他选中者 也陆续来到了镜中世界的门口 面对提示牌和纸条 他们也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泡菜国选中者韩秀仁 选择了相信提示牌 此时的他正在滑稽地转圈 并打算从中间的通道进入 克洛德则在犹豫片刻后 选择带着乔治从最左边的通道进入 只有安德烈在使用无线推演过后 选择了和我一样从最右边的入口进入 而此时的我早已经带着乔治 在里面转了好久 所有的路线好像被镜子分割开来 永远走不到终点 就在我皱着眉头打算搞破坏时 却被乔治的哭声一下打断 他大哭地向我告状 说是人偶又打他 不准他照镜子 我听完后立即意识到 人偶可能发现了镜子的问题 便让乔治带着我去找到那面镜子 可走过去后才发现那是面正常的镜子 表面上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但人偶既然不允许乔治照这个镜子 那说明这个镜子肯定是有些问题的 所以我便来到镜子面前向里面看去 而随着我站定后 里面果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镜像 看着这种小儿科我都有些想笑 区区这种诡异还想吓唬 看我怎么治你 随着我的召唤 黑将军瞬间出现 不仅把镜子彻底击碎 还顺带着把里面的诡异也吞了下去 不得不感叹物理手段是一切花里胡哨的克星 不过我也意识到 果然如保安留下的纸条里所说 一直盯着正常的镜子看 很容易会引来他的窥视 但这也能说明里世界已经离这里不远了 与此同时 泡菜国韩秀仁也带着乔治在镜子世界中来回打转 镜子的干扰让他们彻底迷失了方向 而就在韩秀仁眉头紧锁的思考时 他的便宜弟弟也被一面镜子吸引 默默走了过去 就这样韩秀仁的乔治眼见得开始异化 他又会怎么办呢 泡菜国选中者韩秀仁惨遭淘汰 我找到了通往里世界的大门 原来就在刚刚 就在韩秀仁眉头紧锁的思考时 他的便宜弟弟乔治被其中一面镜子吸引走了过去 而当他注意到后以为是已晚 乔治已经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变 不多久便被诡异彻底污染正正地盯着他 韩秀仁看到后大惊失色 本来就被困在镜子迷宫中出不去的他 现在却又多出了这么一个被诡异污染的弟弟 这让他心态彻底崩溃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 但这短暂的僵持不多久便被一个提示音突然打断 原来是炮菜国高层紧急使用了唯一一次的提示机会 提醒韩秀仁赶紧转身跑路 韩秀仁看到后也猛然惊醒 想都没想便掉头就跑 可他们都忘记了门口提示牌纸条上书写的内容 镜子迷宫是他的领地 如果你不小心踏入这里 请不要回头 因为你不知道身后的出口此刻通向哪里 不得不说炮菜国高层也是病急乱投医 这一番骚操作可是把韩秀仁的路子给彻底堵死 真是憨得一批 而跑路的韩秀仁此时只能围着镜子打转 本来就迷路的他不要说找到出口 现在就连这个房间都出不去 不多久便被乔治堵住 表示要和他玩个捉迷藏的游戏 但规则却是非常的可怕 因为只要被乔治抓到 韩秀仁就会被吃掉 这恐怖的游戏韩秀仁当然不会同意 颤颤巍巍的就往后退 可没退几步就感觉碰到了什么东西 猛然回头 竟发现是那只青蛙人偶 已经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凭空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没等韩秀仁有所反应 青蛙人偶便张开血盆大口将他一口吞起 气筒提示也随之响起 泡菜国选中者韩秀仁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事开始 再回到我这边 就在黑将军打破镜子后 镜子里流出的漆黑血液竟会成了一条新的路 我看到后也是一愣 难道这就是通往镜子迷宫的出口 随后便毫不犹豫地带着乔治狂奔过去 这条路并不长 道路的尽头是一扇红色的门 这些漆黑的血液最终都涌入了其中 难道说这扇门的后面就是他的领地 也就是所谓的理事件 虽然这里处处透露着诡异 怎么看都非常危险 但为了能找到出口 我还是决定开门进去看他 与此同时 奥利国巴特带着他的乔治弟弟 依然还在镜子迷宫中打转 但此时镜子已经开始传出了不断的嬉笑声 诡异的笑声在这密闭的空间分外刺耳 就在他捂着耳朵支撑不住时 一个纸飞机突然飞到了他的面前 原来是奥利国高层使用了作弊纸飞机 让巴特顺利得到了我行动的重要线索 而看完纸飞机提示后的巴特毫不犹豫 瞬间就把旁边一面正常的镜子打碎 伴随着镜子的破碎 果然出现了一条和我相同的道路 而他也紧随我的脚步进入了那扇红色的门 但他刚才打镜子滑破的手 却好像出现了一些问题 在巴特进入红色大门后 安德烈和剩余的几名选中者 也陆续找到了方法 来到了这里 和安德烈对着大门发动无限推演技能后 却根本找不到正确的选择 推演了无数种方法 却还是逃不出 这让他非常绝望 难道这个怪谈世界是无解的 所有选中者都难逃被他同化的命运 黑将军大战熊熊怪 人偶被他污染彻底黑化 原来就在刚刚 我和巴特在进入红色的门后 直播信号被瞬间屏蔽 而此时其他选中者也陆续来到了这里 可安德烈站在门前却显得异常焦急 因为他在使用天赋无限推演后 依然找不到任何通关的方法 此时的他惊慌失措地对着天空大喊 希望外部世界的高层看到后能给他一点提示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的直播信号像是突然受到干扰 声音瞬间消失 只能看到他模糊的影像 与此同时 巴黎国高层会议室里 一个闲眼包突然站了起来 大声表示自己懂口语 安德烈的意思是出口就在门后 因为我和巴特都进入了那扇门 再加上安德烈也这么说 所以他们一致认为门后就是出口 并紧急通知了自己国家的选中者 可他们也不想一想 安德烈如果确定出口就在门后的话 他为什么不进去呢 而且刚刚在对着直播大喊的时候 安德烈双眼泛红明显像是另一个人 所以刚才安德烈的画面 不只是被干扰那么简单 而是被他控制 是他借贾的直播画面 引诱其他选中者进入这上 而就在龙国民众分析出 结果纷纷为我担心时 我的直播画面终于恢复了 此时我已经来到这个所谓的熊熊世界 根据规则十四的要求 如果你不小心进入他的领地 请不要慌张震惊些 你的任何情绪都会被他视为挑衅 但我总感觉这里的玩偶熊像是真人一样 都在紧紧地盯着我 这诡异的环境让我心里有些打仗 所以便拿出污染之际 帮我免除幻境影响 查看一下这里的真实情况 可不看还好 一看真把我吓了一跳 原来玩偶熊里真的是一个个的活人 而且是之前提示过我的人 我意识到他果然是在一直监视着我们 照目前这个情形来看 游乐园的他确实是目前为止最为恐怖的存在 就在我想着怎么把这些人救出来时 乔治的一声大喊却猛然把我拉回了现实 只见前方出现了新的规则 熊熊世界守则 这里是他的领地 这里是无限循环的世界 不管是谁进入这里 请自觉遵守这份守则 虽然这可能就不了你的命 但至少可以让你多活一些时间 守则一 进入熊熊世界后 请自觉坐上观光车 因为这能为你活下去争取一些时间 守则二 学会收敛你所有情绪 你的情绪并不能为你带来任何好处 相反这很可能会引发他的强烈不满 守则三 他一直会在黑暗中注视着你 他喜欢看你惊慌失措的模样 请一定要强装镇定 守则四 不要试图找到他 这只会让你后悔做出这个选择 守则五 无法逃离 无法生还 那些玩偶就是你的结局 守则六 其实守则都是骗人的 毕竟怎么可能有人能活着逃出去呢 这是什么狗屁守则 既然守则这么嚣张 这略带猥琐的表情 连旁边的黑将军都忍受不了 毕脸嫌弃地闭上眼 我这不顾守则的挑衅行为 也让他彻底暴摸 在他的控制下 玩偶熊们变得更加诡异 双眼开始露出红光 而其中的一个巨型玩偶熊逐渐站起身 毕脸欢笑地向我走来 面对着比我大两倍的玩偶 我却不为所动 因为我要开始喊人了 随后便命令黑将军上去 给他两个大逼斗 黑将军也不含糊 瞬间吐出触手 就把玩偶熊彻底打懵 但面对反应过来的玩偶熊 黑将军却不是对手 不多久便败下阵来 我没想到融合怪鸟后的 黑将军依然打不过他 便打算紧急使用山神之剑 可旁边的乔治却突然拉着我的衣服 说是玩偶熊是过来找他的 他要去跟他对话 玩偶熊这么危险 我自然不会让他过去 毕竟只有保护好他 我才能顺利通关 所以我想都没想 就打断了他的话 并被黑将军用上了山神之剑 而拥有了山神之剑的加成后 黑将军也变得更加勇猛 和玩偶熊再次激烈地战成了一团 可一直抱在乔治怀里的人偶 却突然变得有些不对劲 猛然向我扑来 我成功通关游乐园 但过高的通关率 却触发了特殊怪谈 怪谈名为六口之家 原来就在刚刚 面对黑将军和玩偶熊的大战 人偶竟突然从乔治的怀里 自己漂浮起来 就当我认为他是受到污染 彻底黑化时 他却直接越过我向玩偶熊飞去 随后便看到人偶竟张开了 一直封闭着的嘴 大口地吸收起玩偶熊周边的漆黑 就像黑将军吞噬怪鸟一样 随着人偶的不断吸收 玩偶熊竟逐渐恢复成了白色 而此时的系统提示也突然响起 他原本是一只单纯善良的玩偶熊 只可惜负面情绪造就了如今的他 他没错 或许错的是这个世界 是那些对他随意发泄情绪的人 选中者 恭喜你完美通关游乐园 这是一种全新另类的通关方式 给予你额外的评分 通关评价六星 额外评分会获得额外奖励 通关奖励小白熊 负面情绪污染源 诡异抗性加二 小白熊介绍 一只外表看起来憨态可居的玩偶熊 不过你可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 因为他随时都可能黑化 额外奖励 负面情绪污染源介绍 一次性用体 使诡异彻底疯狂三分钟 这突然的通关 确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但我还是一脸欣喜地 研究起通关奖励 这额外获得的 负面情绪污染源 应该就是之前 小白熊身上的那种 诡异漆黑 被他污染的东西 就会沦为负面情绪的傀儡 虽然效果只有三分钟 但这玩意儿 却能够直接对付诡异 也是神器一般的存在 而此时的乔治 也开始出现变化 原来他也是一只小熊 一直伪装成人类 只是为了引导选中者 能来救小白熊 随后便看到 恢复成小熊的乔治 和小白熊一起手牵手 向我道别后慢慢消散 这一幕看得我也有些感动 有时候这些诡异 也是被迫变成这样 不知道这该死的怪谈 什么时候能彻底消失 与此同时 巴黎国选中者克洛德 带着乔治走进熊熊乐园后 便一直遵守规则 坐在观光车上没有下去 可他却没想到观光车 只是一遍又一遍地 围着熊熊世界旋转 这无限的循环折磨 终于让克洛德忍无可忍 意识到无法通关的 他坦然走向了观光车 选择自己主动结束这一切 就这样和我一起配合 通关大洛山的 他也被瞬间吞噬 多少有些可惜 除了他之外 巴铁国的阿里 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这怪谈的通关难度 真是印证了 守则六上面的内容 不多时系统便传出提示 巴黎国 巴铁国即将被怪谈世界降临 但除我之外 还有一人也成功通关 那就是灰熊国的安德烈 他在经过更高强度的推演下 终于发现了乔治 才是通关的关键 所以便在刚进入熊熊世界后 就把乔治推了出去 而伴随着周围的黑气 被乔治吸收 玩偶熊也恢复成了白色 但乔治却因为吸收了 他身上的漆黑 代替他永远地留了下来 虽然乔治看上去很可怜 但让乔治代替选中者 留在游乐园 应该是普通选中者 唯一的通关方式 此时安德烈也终于 收到了通关提示 并获得了特殊个人奖励 小青蛙青气球 而伴随着我们的成功通关 龙国和灰熊国 也分别获得了 不同的全体基础奖励 就这样在现实世界 享受了三天后 我便再次被传进怪谈世界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进入的并不是普通副本 因为我的通关率过高 这次竟被怪谈针对 触发了特殊怪谈世界 本次怪谈世界名为六口之家 有的家是幸福的港湾 是一切幸福感的来源 而有的家却是充满了危险和诡异 或许火力并不能消除 内心一切的恐惧 但真诚却可以 这是六口之家 而你作为家里的一份子 你有权承担家庭责任 和关心家人 或许你的家人很可怕 但只要你耐心礼貌地 跟他们沟通 相信你会找到 与他们融洽相处的方式 提醒 请在五天时间内 不管使用任何方法 活到最后 这书警示 你家人有奶奶 爸爸 妈妈 弟弟 妹妹 家人很危险 他们中会有三个 想要杀死你 请注意辨别 看完怪谈介绍后的 我一脸无语 家里一共五个人 就有三个都想把我打掉 我这是多令人讨厌 果然不愧是特殊怪谈 想想都感觉有些刺激 随后我便拿起 桌子上的纸条 认真查看起规则 毕竟这是规则怪谈 不看规则完个的 规则一 除安全时间外 请不要离开自己的房间 规则二 中午十二点至一点 下午五点至六点 为安全时间 这两个时间段 你可以走出房间 想用家人为你准备的食物 规则三 奶奶不可信任 奶奶的脚步声一般很轻 如果听到奶奶靠近 一定不要出声 因为她会根据声音杀死你 规则四 弟弟有时会来敲门 一般会敲三下 在他敲响第三下之前 请一定捂住耳朵 否则你会精神混乱 规则五 妈妈精神有些问题 她会无规律 无条件杀戮 当然 有些时候这并不只是针对你 规则六 爸爸的脚步一般很沉 她是整个家里最疼你的 关键时刻 她会挺身而出保护你 规则七 妹妹是可以信任的 请一定保护好她 如果她死亡 家里其他人都将完全失控 规则八 遭遇无法抵挡的情况时 房间里的衣柜 或许是藏身的好地方 规则九 房间里有手机可以使用 但无论是谁给你发信息 你都不能回复 不然后果很严重 规则就到此为止 但看完后的我却有些头大 从规则描述来看 有三个家人想嘎我不说 竟还有一个需要我的保护 虽然也有一个会保护我的 但怎么看都不怎么靠谱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葩家庭 而这次的怪谈竟还配备了手机 正当我看着规则思考时 手机却突然响了 原来是我那个所谓的妹妹发来的信息 她真的是如规则所说 可以绝对信任的吗 如果不是 那我可只能落手催花化身 展妹狂魔了 开门就给了妹妹两个大逼抖 只因这个妹妹深夜化作诡异 要拿着斧字打网 原来就在刚刚 成功通关后的 我被再次传进新的怪谈世界 而这次的怪谈名为六口之家 可就当我刚看完规则 正思考对策时 门外却突然传来了 一阵激烈的敲门声 原来是那个所谓的妹妹 表示再不开门就要破门而入 根据规则7的提示 妹妹是可以信任的 请一定保护好她 如果她死亡 家里其他人都将完全失控 但我听着外面诡异的笑声 这妹妹明显不是好人 更像是三个想打 我的人中的一员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只能化身展妹狂魔了 随后便立即几个跨步来到房门前 一把就把房门打开 而随着房门的打开 门外的妹妹也瞬间愣住 根本没想到我竟真的敢主动开门 反应过来的她脸上 立即勾起诡异病态的笑容 可我身经百战 怎么会被她这个小诡异吓到 当前就先给了她两个大逼斗 这两个大逼斗看来 对她身心的伤害都很大 因为她现在正气的浑身颤抖 根本说不出一句话 随后便看到她猛然跃起 张牙舞爪向我回来 可我也早有准备 面对你这个小不点 我让你两只手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要放人偶了 随着人偶的出现 妹妹再也没有了刚才的猖狂 没过多久便被人偶揍的生活不能自理 连嘴都不敢再歪了 找了空隙便匆忙跑步 与此同时 小沃果选中者中导见人 也收到了来自妹妹的信息 此时的她正拿着手机流着口水 脑子里幻想着一些不怎么健康的画面 没多久就被巨大的砸门声吓了一跳 而在看手机上的心信息时 却发现妹妹的画风已经彻底变了 一脸诡异地表示要破门而入 听着门外的砸门声 此时中导见人再也没有了刚才的那点歪心思 胆战心惊地思考怎么活命 在她即将崩溃的时候 终于想起了规则八的提示 遭遇无法抵挡的情况时 房间里的衣柜或许是藏身的好地方 所以她紧急躲到了衣柜里 后房门再也支撑不住 被妹妹一斧子劈开 妹妹大声地调笑着中导见人 表示要看黑丝就得拿出一点勇气 一直躲着可看不到 但面对这恐怖的场景 中导见人哪还能有这种心思 没下的尿裤子就不错 这奇葩的画面也让小窝国的高层气地跳脚 大骂中导见人惊虫上马 让他们也跟着在全世界出城 就在他们以为开局就要被淘汰 准备再次迎接怪谈降临时 情况却出现了一点转机 只见怪谈世界里门外突然传来了弟弟的声音 表示爸爸有事要妹妹过去一趟 妹妹听后果然不敢违背 提着斧子就快步走了出去 中导见人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一般会敲三下 在他敲响第三下之前 请一定捂住耳朵 否则你会精神混乱 如果规则四是对的 弟弟现在敲门的话 他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被黑将军吞噬的爸爸竟再次复活 难道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副本 原来就在昨天 我并没有更新 只因为我看到小窝国这个中导见人 就感觉很倒胃口 幸好现在他已经淘汰了 所以两集一起跟一下 小剑人在看到妹妹走后刚要暗自庆幸 可却突然被想起的规则四给吓得不行 幸亏弟弟并没有按照规则敲门 这才让他的狗命得以保留 所以逃过一劫的 他便认为规则四是错误 弟弟和爸爸都是好人 可真有这么简单吗 而且刚才被妹妹拒开的门 已经自动还原 这又意味着什么 与此同时 胖子完妹妹的我正躺在床上 思考着规则的对错 通过刚才的情况 我认为规则七明显是错误的 规则九应该是正确的 而这个副本的通关时间是五天 又要求选中者不能在五天内死亡 这可能也就意味着 选中者只能等到时间结束才能通关 可如果真是这样 那后面肯定还会有新的规则出现 就在我思考时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打开一看是弟弟发来的信息 表示爸爸他精神有问题 可规则五不是说精神有问题的是妈妈 难道规则五也是错的 而就在这时 我今又收到了爸爸的信息 说是弟弟的精神才有问题 这两条信息真是搞得我彻底猛逼 这是什么奇葩家庭 我完全不知道 到底应该相信谁说的话 不只是我 其他选中者也收到了这两条信息 非求果选中者瑞宝看到后 直接变成了黑人问号面 可刚回复的他便突然想起规则九的提示 所以紧急将消息撤回 但已经为时已晚 刚因为自己的机制操作 暗自庆幸的他还没等松一口气 便听到爸爸疯狂的砸门声 根据规则六的提示 爸爸是保护你的人 可听门口这动静明显不像 瑞宝看来也是被这突然的砸门给吓傻了 大喊着绝不会开 你说你不开就不开吧 还非要大声喊出来 瑞彻底激怒了门外的爸爸 而此时的系统提示也立即响起 非求果选中者瑞宝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这恐怖的一幕 看得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有些脊背发凉 可还没等他们消化过来 全球上空又接连响起了好几道淘汰的提示音 原来爸爸才是那个精神错乱的人 就是他在深夜随机找上了选中者 并展开了无规则无条件的疯狂杀戮 只有按照规则八的提示 躲在衣柜里的人才能逃过一劫 当然这是除我之外 我的选择就非常多了 但是我选择了最装批的一只 就在爸爸要破门而入的时候 我提前一步命令黑将军把门给拆开 这一波骚操作看得这个所谓的爸爸都为之一了 恼羞成怒的他就要收拾我 可我上前就给了他两个大逼斗 毕竟我一百斤的身体里就有九十九斤房骨 面对他这种小卡拉米根本不拒 既然他已经自己送上门来 那我也不会客气 一顿胖揍解气之后 便命令黑将军上前解决掉他 而伴随着黑将军触手的吐出 原先这个张牙舞爪的爸爸瞬间失去了反抗能力 被黑将军彻底吞噬 与此同时 刚松一口气的中导见人 还是没有逃过这奇怪的敲门声 躲在被窝瑟瑟发抖 以为是刚才的弟弟又忽然改变了想法 可门外却传来了妹妹的声音 而这个声音分外温柔 和第一次进来的妹妹完全不同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都是他产生的幻觉 在第三次敲门声的影响下 他早已经变得精神错乱 而伴随着敲门声的越来越大 他再也支撑不住 路途一口老血后被直接送走 而不只是他 还有其他几个国家选中者 也遭到了敲门声的侵袭随之淘汰 而我也没能幸免 门外也传来了这奇怪的敲门声 刚睡着就被吵醒得我非常生气 心想门都被妹妹拒了哪来的敲门声 可就当我起床一看时 门禁早已自动恢复 本来面对这个敲门声我并不想搭理 可不间断的声音吵得我心烦 看来不开门 这个奇怪的敲门声根本不会停止 所以我便走上去打算看看是谁胆子这么大 但当我打开门后却发现并没有人 难道敲门声是自己发出来的 还是说有人认为我已经打掉了 自己自信的走了 中午十二点 根据规则二的提示 其他选中者都已经离开房间 陆续前往客厅开始用餐 可我因为要叛逆规则 所以直到两点等其他人已经吃完饭 访回房间后 我才慢悠悠出来觅食 而我看着房间的结构 发现一楼只有我一个卧室 其他人都住在二楼 难道二楼有什么秘密吗 虽然我可以上去看看 但感觉现在却并没有必要 毕竟要在这里待个五天才能通关 还是不要先打草惊蛇 路上我再次收到信息 这次是奶奶发的 表示已经提前给我留好饭菜 看着满桌子的食物 我也是有些惊讶 难道奶奶是好人 就这样我在客厅悠闲地吃了顿大餐 可在此期间家里的其他人 却都没有出现在我的视野 仿佛刻意躲避着 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吃完饭后便返回房间 拿起手机给他们一一发送起消息 而我的主动出击 完全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他们几个的回复基本都是非常疑惑 有可能还在心里大骂我傻子 可就在这时 我紧闭的房门却被突然推开 那个所谓的爸爸再次出现 他现在不是应该在黑将军的肚子里吗 怎么会又出现了 难道家里有两个爸爸 可我突然意识到有些不对 刚才损坏的房门自动复原 现在又是爸爸满血复活 难道这个副本里 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循环再生 奶奶露出真实面目 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难道就要在此处被淘汰 原来就在刚刚 再次出现的爸爸 见到我一脸悠闲地躺在床上 后气不打一出来 抽出皮带就想上来揍我 完全忘记了刚才被我的一顿毒打 面对他的嚣张态度 我当然不会惯着他 既然他这么勇猛 那我只能再给他一些教训 随后我便立即掏出人偶 随着人偶的一个飞踢 这个老哥也被一脚钉在墙上 把都拔不出来 而就当我打算看看 他是怎么死而复生的时候 他竟然凭空消失了 不止如此 就连刚才破碎的墙壁 都已经恢复如初 这时我也完全确定了 刚才的猜测 这里的一切果然是 可以循环重生的 与此同时 安德烈也遭到了 这个所谓爸爸的破门而入 但幸好他早已经利用 天赋推演出这个结果 所以早早地就躲进柜子 避开了爸爸的追杀 可就在他暗自庆幸时 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除了爸爸以外 妹妹和敲门声也同时出现 这就意味着安德烈 安德烈要同时面对 这三个巨大的危机 被逼无奈 他只能紧急使用 上次副本获得的 通关奖励小青蛙青气球 而随着小青蛙青气球的使用 安德烈的周身散发出 阵阵绿光形成了一道屏障 可以短时间内 屏蔽诡异的感知 避开诡异的注意 也幸亏他当机立断 因为就在他刚使用完后 妹妹就已经猛然凑进 潮衣柜里看了过去 就这样在小青蛙青气球的帮助下 安德烈成功逃过一劫 居然是他 晚上七点 又到了吃饭的时间 虽然餐厅里并没有开灯 但我还是依稀看到了 餐桌上丰盛的晚餐 不经食欲大增 可就在我打算 打开灯美美的饱餐一顿时 一个纸条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拿起一看是提示不要开灯 我当即就表示了解 但依然随手就继续把灯打开 不开灯吃饭 万一我吃到鼻子里 枪死谁来负责 再说吃饭就得明亮一点 黑灯瞎火的怎么吃 打开灯看清楚 晚餐是火锅后 我的心情更加愉悦 没想到上次随便 给奶奶发的信息 他竟然真的照做 难道奶奶就是那个 一直保护我的人 但我又感觉应该 不会这么简单 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的 我也不再纠结 悠闲吃完晚餐后 便回到卧室 美美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清晨 打着哈欠的我第一时间 拿起手机看看 有没有新的消息 打开一看果然有新的提示 消息是弟弟发的 可当我看是他已经撤回 还表示只是按错了 我看到他的回复后 彻底怒了 我还是觉得我拿不动刀了 可就在我打算冲出去 找他算账时 我突然发现桌子上 好像出现了新的规则 规则十 杀死妹妹 你就可以直接通关 规则十一 杀死弟弟 你依然可以直接通关 规则十二 相信妈妈 妈妈是会一直保护你的人 规则十三 相信奶奶 奶奶是需要你保护的人 我看完规则后一脸疑惑 难道杀死弟弟 或者妹妹后 就可以直接通关 但我刚才已经印证了 这个副本会无限还原 而且硬性要求通关时间是五天 所以这规则大概率是错的 可怪谈也不会平白无故 给出这么容易判断对错的规则 一定有什么别的含义 就这样我仔细思考了一会儿后 突然灵光一闪 或许这几条规则是在暗示选中者 弟弟或妹妹其中一人 是不能被复活的 我越想越觉得是这样 这两人之间肯定有一个是通关的关键 与此同时 在我获得新线索后 其他选中者也陆续发现了 这些新的规则 虽然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 这些规则杀死弟弟或者妹妹 结局也可想而知 选择杀妹妹的选中者 无一例外都遭到了妹妹的反杀 妹妹像是早有准备 等着他们送上门来 而选择杀死弟弟的选中者 虽然成功了 但却紧接着就被弟弟尸体里 散发出的诡异吞噬 这一幕看得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 都暗自心惊 幸幸我没有选择相信这些规则 不然就算我有各种神器傍身 现在也怕是要凉了 但就算一直待在房间 没有相信规则的选中者 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泡菜国选中者金才俊 就是其中之一 刚看完规则的他 还没等做出判断 就收到了妈妈发来的提示信息 信息并不完整 好像在发着的时候 被什么东西给强制打断 金才俊看到信息后 彻底慌乱起来 规则13不是说可以相信奶奶吗 现在这条信息又是什么情况 绞尽脑汁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的 他便打算使用自己的天赋 鹦鹉学舌试一试 可这个奇葩天赋 除了能激怒门外的奶奶 根本没有其他的作用 本来奶奶还是好生好气的 表示是来送饭 可被金才俊这么一搞 奶奶再也压制不住火气 彻底不装了 就这样 还没等金才俊反应过来 门外便再次传来了 那特殊规律的敲门声 此时意识到不对的金才俊 就算捂着耳朵也早已无济于事 不多久便在敲门声的轻视下 蹊跷流血贪软倒地 而门也被随之打开 回头一看 正是奶奶阴森的身影 站在门口骂着她蠢货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的我还躺在床上 给奶奶发着信息 预定着今天想吃的食物 奶奶虽然没有回复 可不多久便来到了我的门外 表示我要吃的 她都给我做好代管 让我开门拿一下 我听后有些惊讶 刚发完奶奶就准备好了 这手术真是堪比单身18年的我 但有好吃的我肯定不会犹豫 立马起身就要去把门打开 我刚走到门口 敲门声却猛然响起 这是要干什么 我已经过去开门了呀 但这奇怪的敲门声并没有停止 随着第三声的到来 我被彻底击倒在地 难道我就要这样被淘汰 奶奶被人陷害 她并不是敲门的凶手 原来就在刚刚 面对门外诡异的敲门声 我瞬间倒地 而这时的奶奶也一边骂着蠢货 一边走了进来 可她刚进来后 我便重新缓缓地站起身 大笑着调侃她是在骂谁 这蠢货怕不是对你自己最好的诠释吧 奶奶看到我毫发无伤地站起身后 又惊又怒 大喊着根本不可能有人 在她的持续敲门声中活下来 可我是谁 这本漫画的主角 要是我量了你们都得失业 原来我早在几分钟前 便得到了龙国高层的提示 告知了我奶奶便是敲门者 并且已经暴露 但我却意识到不会这么简单 因为奶奶之前都是在扮演好人的角色 就算她是坏人 也不会这么轻易地暴露 不然她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她完全可以躲在暗处不出现 为什么杀人以后还要露个脸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她是别人假扮的 故意暴露出来 就是为了嫁祸给奶奶 而所有人都已经出现过 唯独妈妈还没有露脸 那能完成这个角色扮演的 怕是只有她 面对我这么有理有据的分析 妈妈瞬间愣住 她也没想到会如此轻易地被我看破 但她认为我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 所以就算看破了对她来说 也不算什么大事 随后她便开始咧嘴大笑直接摊牌 随着身体的不断扭曲 不多久这个所谓的妈妈 便彻底一划露出真实面目 而我面对她的变身不仅不怕 反而是有些兴奋 因为我跟她说这么多 只是为了装活批 不管她是妈妈还是奶奶 对我来说都没什么太大区别 你要来嘎我 那我就先揍得你生活不能自理 随后我便把小白熊拿了出来 表示先让她过过瘾 但因为有无限复活的规则 所以下手要轻点 不能把她直接打死 而面对小白熊的毒打 这个诡异根本不是对手 没多久便贪坐在地上大声求劳 我见目的已经达到 便把小白熊收了回来 她看到我没有要杀她的意思后 再也不敢多停留一秒 连滚带爬的就跑了出去 通过这件事我也基本能初步确定 奶奶和弟弟应该是好人 而爸爸妈妈妹妹是要杀我的人 但即便是面对奶奶和弟弟 也不能掉以轻心 规则怪谈世界凶险异常 所以还是要再仔细确认一下 第三天早早起床拿起手机的 我却发现今天竟没有一个人给我发消息 我意识到他们好像都已经变得保守起来 那我也是时候上二楼瞧一瞧了 走上二楼第一个房间便是妹妹的卧室 看着门上贴着的照片 我发现没被诡异侵蚀过的妹妹 还是非常可爱的 而我在她的房间发现了一张纸条 上面的内容让我有些惊讶 是妹妹生日那天 爸爸妈妈开车去带她兜风 难道是兜风出现了状况 我环顾四周见找不到有用的线索后 便打算去其他房间看看 第二间的双人床 让我确定了这是爸爸妈妈的卧室 看着书架上摆放着这么多的书 没想到现在这个满脸横肉的爸爸 竟在一边之前还是个文化人 而此时有一本书 却突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老子天生叛逆 这本书名为什么看着这么熟悉 打开书一看 里面掉落出半张照片 这又会是什么线索吗 根本六口之家的全家福 此刻为什么只剩半张 难道是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原来就在刚刚 看到今天分外安静的我悄悄来到了二楼 分别在妹妹的卧室找到了纸条 在父母的卧室找到了照片 可现在的线索还不足以印证我的想法 所以我便打算继续前往弟弟的房间查看一下 毕竟他是我认为的通关关键 而就在我打开他房间门的一瞬间 弟弟现在的状态也让我为之一了 因为他现在正被五花大绑地绑在椅子上 而且嘴里还塞满了毛巾 根本无法说出完整的话 见到我的到来后更是不住地挣扎 看表情就知道是要我救他 但我却不为所动 我知道你很急 但你先别急 我问你几个问题 你只需点头或摇头 等我确认好你的身份后肯定把你放开 就这样在我问了几个问题后 我也终于弄清楚了美人所扮演的角色 竟和我心里想得完全一致 弟弟就是那个一直在暗中保护我的 而奶奶则是需要保护的人 但他也可能会伤害我和弟弟 比如弟弟身上的绳子就是奶奶绑子 了解了一切后 我便把弟弟放了出来 并把人偶交给他 有了人偶的保护 他的安全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随后我便独自出去打算寻找剩余的答案 可刚出门便在桌子上发现了新的规则 规则一 奶奶是最疼爱你的人 无论什么时候都请相信奶奶 规则二 不要尝试踏足二楼 那不是属于你该出现的地方 规则三 弟弟的话不可信 规则四 不要探究他是什么 你无法抵抗他 规则五 存活五天就是你的最终目标 除此之外 你不需要再抱有其他多余的幻想 规则六 二楼房间绝对禁止进入 不要对那些房间产生好奇心 规则七 请尝试用真诚和你的家人融洽相处 规则就到此结束 我看着新的规则陷入沉思 因为刚才我已经去过二楼 所以规则二和规则六明显是错误 这很有可能是诡异 意味着不让我们发现二楼的线索 故意写 而且这个规则开始就强调 可以完全相信奶奶 很显然是和奶奶一伙 在联系弟弟说的话 这个诡异很有可能已经控制了奶奶 奶奶其实是好人 但是会在她的控制下做出坏事 这样我的思路就完全理清了 但这个副本还有两天时间 我便打算继续低调 以免打草惊蛇节外生枝 与此同时 李国选中者格雷森也意外获得了新的规则 他也意识到二楼肯定会有通关的关键线索 所以便打算在今晚使用天赋上去寻找 而他的天赋名为守夜人 在怪谈世界里 每晚12点至12点10分 他可以操控自己的影子 去往任何地方带回想要的东西 在天赋发动期间 他也会受到天赋的保护 当晚12点 他就操控自己的影子前往了二楼 并且也寻找到了那半张全家福 可刚要把他带回来 就被突然出现的爸爸妈妈发现 结果也可想而知 影子被瞬间吞噬 格雷森的天赋护盾也被彻底击碎 就这样来到了第四天 而今天是不寻常的一天 并为爸爸妈妈和妹妹组团暴走 大部分选中者都支撑不住纷纷淘汰 只有灰熊国安德烈利用小青蛙亲戚球 吸引仇恨后 成功潜入二楼奶奶的卧室 拿到了剩下的半张全家福照片 第五天 所有还存活的选中者仅剩我们四人 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 他们几人都在为通关做准备 但我却拿起手机 噼里啪啦的像是在发着什么信息 全家福的照片上镜还有我的存在 六口之家副本所有线索逐渐清晰 原来就在刚刚 副本时间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天 就当其他几个选中者 都在做最后的通关准备时 我却在拿着手机噼里啪啦聊天 因为弟弟竟然发消息告诉我 他已经把奶奶房间的 另外半张全家福偷了出来 并清楚地说明 这就是通关的关键 只是希望我对付他的时候 不要伤害到奶奶 这突然的惊喜让我非常意外 当即便表示没问题 毕竟规则一直强调真诚才是必杀技 我猜测只有保证奶奶活下来 才是最完美的通关方式 本着能拿五星 绝不拿四星的准则 我肯定要保证奶奶的安全 我一边嘱咐着弟弟别乱跑 一边立马起身上楼找他拿照片 不多久我们便在他的房间顺利会合 可当他递给我剩余的半张照片时 却让我有些惊讶 因为这另外的半张照片上 竟还有我的存在 可为什么这张全家福会被撕成两半 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弟弟看我已经忘记了所有事 便向我耐心解释起以前发生的一切 原来几年前 这个家庭还是其乐融融 奶奶和蔼可亲 爸爸妈妈热爱生活 弟弟有哥哥和姐姐的照顾 过得比同龄人都要幸福 可这一切都在姐姐生日的那天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爸爸驾车带着妈妈和姐姐出去兜风出现意外 三人都冲进了河里不幸遇难 所以现在三人诡异起来 就像是泡了很久的尸体一样恐怖 而奶奶在得知他们三人出车祸消息后 承受不住打击精神开始错乱 而哥哥也一举不振 整天一句话也不说 虽然没过多久 奶奶的精神恢复了正常 可他还是老念叨着爸爸他们 直到他们在一个晚上突然回来 只是那时他们的样子已经变得非常可怕 就是在他们回来后 奶奶便把全家福撕成了两半 虽然弟弟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却觉察出奶奶似乎是想要留住他们 我听完弟弟的回忆后 才知道他这段时间过得多么艰辛 所以便摸着他的脑袋 安慰地表示剩余的事情交给我 随后我便再次出门 而我这次一定会让奶奶平安回来 与此同时 赞比国的拉甲 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直接上了二楼 连全家福都没找到的 他就敢这么硬来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勇气 结果也可想而知 刚打开奶奶的房门 下一秒便看到他只剩一个脑袋 被瞬间丢了出来 再看格雷森 他也没有找到全部的全家福 但是他带着弟弟一起去找奶奶 希望通过规则的提示 用真诚的话语让奶奶放下执念 可现在的奶奶 根本没有摆脱他的控制 瞬间就变成诡异向他们扑了 面对奶奶袭击格雷森 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他以为难逃一死的时候 弟弟却突然来到他的面前 挡下了奶奶的致命一击 奶奶看到后也突然震住 随后在挣扎的颤抖中 恢复了一点意识 指着镜子中的自己大骂起来 表示是你让我失去理智 还我的孙子 可此时更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镜中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奶奶 怪笑着说道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呀 其他选中者都已成功通关 我却把爸爸和妹妹 引到了奶奶的房间 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刚刚 面对已经失控的奶奶 格雷森吓得不敢动弹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应该逃跑 但想到逃跑肯定会通关失败 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劝阻奶奶 可格雷森声音刚刚响起 奶奶仿佛找到了愤怒的宣泄口 转身就对他露出了一个诡异笑容 表示可以把他也嘎了 这样全家人还是可以在一起 随后便双眼泛红瞬间扑向了格雷森 格雷森被吓得紧闭双眼 可就当他以为要凉凉的时候 一道通关提示却在此刻响了起来 选中者 恭喜你通关六口之驾 通关评价两星 特殊副本通关奖励诡异之源 看着逐渐消散的奶奶 格雷森也是欣喜若狂 完全没想到自己不仅没被杀 反而还成功通关了 真是峰回路转 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看到后也一脸猛逼 纷纷分析格雷森大概率是触发了通关的必要条件 而在最后一天弟弟的死亡可能就是条件之一 而就在格雷森惊险险通关时 灰雄国安德烈也带着弟弟找到了奶奶 跟格雷森一样 奶奶对安德烈说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话后 便争鸣着朝他扑了拐 弟弟还是一如既往地挡在了安德烈前面 但却被安德烈及时阻止 而是拿出了他已经拼好的全家福照片 并继续劝解奶奶放下执念 表示虽然知道他是很努力地想维持这个家的原状 但人死不能复舍 弟弟也在旁边说道 他已经失去了爸爸妈妈和姐姐 不想再失去奶奶了 希望奶奶就当是为了孙子 放下吧 全家福的照片和两个孙子真诚的话语终于唤醒了奶奶 奶奶拿着照片失声痛哭起来 最终彻底恢复了神志 欣慰地看向安德烈和弟弟 表示有他们两个兄弟在 这个家就散不了 但是他要走了 没法再照顾这个家了 希望两兄弟能好好地照顾自己 奶奶摸了摸弟弟的头后便开始道别 随后便看到他一掌打向自己 而他的身体也逐渐开始消散 原来他是奶奶的执念 他因奶奶而生 而奶奶也因他而活 现在奶奶唯一的执念消散了 所以奶奶也会随之消失 伴随着奶奶的彻底消失 安德烈也成功通关了六口之家 并且因为他保住了弟弟的性命 副本完成度更高 所以他的通关评价为四星 除了获得了特殊副本的基础奖励诡异支援外 还额外获得了两次免选机会 伴随着他们的通关 现在六口之家副本中只还剩我自己 而此时的我却正在带领着爸爸他们遛完 一边跑还一边大喊 快来快来 如果你们能追上我 我就让你们嘿嘿嘿 这滑稽的画面完全没有安德烈 他们那种令人感动的气氛 在溜了两圈后 我便在奶奶一脸猛逼的表情中 把爸爸他们引到了奶奶的卧室 这奇葩的操作让大家完全摸不着头脑 我见时机成熟 随手扔出了负面情绪污染源后 便赶忙跑出卧室并把门锁死 打算让他们几个在里面彻底疯狂几分钟 虽然弟弟一脸担心询问我奶奶会不会有危险 但我却不为所动并让他放心 就这样我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后 屋内才终于安静下来 看来也是时候该我出场了 随后我便让弟弟在门外等着 召唤出小白熊和黑将军后 便独自进入了卧室内 五星通关六口之家副本 并和安德烈进行了第一次现实会面 原来就在刚刚 我将爸爸他们引到奶奶卧室后 便紧急扔出了负面情绪感染源 并锁死了房门 等了半个小时房间没有了任何动静 我才打开房门进入 和我预想的一样 此时爸爸他们都已经被奶奶嘎掉 而被他嘎掉的家人是无法再次复活的 虽然这么做有些残忍 但为了让奶奶能继续活下去 必须让他再次直面失去亲人的痛苦 随后我便继续劝解奶奶放下执念 我们都失去了最亲爱的家人 但活着的家人才是真正需要真实的 请您放下这段执念 这个家需要您 我和弟弟也都需要您 可我话还没说完 他已经再次占据了奶奶的身体 地板就将我掐住举了起来 但我却毫无反应 因为这个小小的执念根本伤害不了我 我的天赋又不是吃干饭的 可我却并不明说 而是告诉他真诚才是必杀技 他听后果然上当 以为是奶奶的躯体限制了他的行动 所以终于从奶奶的身体里钻了出来 大声叫嚣道 我现在已经脱离了这个死老太婆的躯体 没有他的牵制 我看看你怎么凭借真诚对付 可这次轮到他惊讶了 因为他话还没说完 我就上前给了他两个大逼斗 你都已经脱离奶奶的身体 还敢这么嚣张 真把我当成其他毫无能力的选中者了 你怕不知道我是危阵怪谈世界的逼斗战士 打完他后我理都不理 在他震惊的眼神中 直接绕过去把奶奶扶了起来 他看到奶奶后又瞬间冒出了一个坏心思 想要攻击奶奶从而让我通关失败 可还没等他近身 梅将军变一个火焰打了过去 他也被应声钉到了墙上 这时他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嚣张 颤巍巍的求饶 表示我不能杀他 因为他和奶奶是一体的 没有了他这个信念的支撑 奶奶很难再活下去 但他却忘记这是他主动脱离奶奶的身体 没有他的干扰奶奶只会越来越好 我刚才被他掐住脖子不还手 就是故意引诱他主动脱离出来 随后便看到奶奶也彻底放下了执念 开始和他告别 而在奶奶的释然话语中 他也只能被迫消散 一切终于结束 我搀扶着奶奶朝门外走去 在房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久违的和煦阳光也终于照进了原本充满阴霾的家里 弟弟也大哭着跑了过来紧紧地抱住了奶奶 奶奶手里的那张全家符 也在这一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由原来的六口之家变成了三口之家 紧接着通关提示也随之响起 受伤十家是你的避风港 迷茫十家是你的指名灯 或许你不曾重视过家里的每一个人 但家却因为每一个人的存在而温暖而治愈 真诚永远是家庭里的一剂良药 请记住家不可替代 也无法被替代 选中者 恭喜你完美通关六口之家 你找到了家的真谛 并让家人重新得到了救赎 通关评价五星 提示 特殊副本评价上线五星 通关奖励二选一 真诚必杀技或诡异之源和免选机会三次 真诚必杀技称号介绍 当你用真诚感化诡异时 诡异有几率会被你感动并且向你真诚唱会 诡异之源介绍 或许是它的特殊存放形式的一种 如果你不想永远留在怪谈世界的话 请谨慎使用 三次免选机会介绍 可以在下次怪谈世界挑选选中者时使用 一次免选机会可以规避被怪谈选中一次 看到提示后 我毫不犹豫就选择了真诚必杀技 接着全球提示也随之响起 因为我们三人的通关 龙国 灰熊国 米国都免除了此次规则怪谈的将领 而此次怪谈结束之后 安德烈也与灰熊国高层一起来到龙国访问 在两国领导人会晤成功的同时 我和安德烈也进行了第一次线下会面 虽然他获得了通关奖励诡异之源 但我还是劝解他在没有做好最坏的打算前不要适应 首个双人副本开启 而本次挑战的怪谈名为星红之月 原来就在刚刚 我和安德烈第一次在现实世界进行了会面 并告诉他诡异之源非常危险 不到万不得已不可使用 三天后 在安德烈享受龙国愉快的旅程时 我再次踏上了下一次的怪谈挑战 中秋月圆之夜 人们总喜欢边吃月饼边抬头欣赏那抹圆月 如果你也正打算这么做 那我劝你最好不要 请控制住你强烈的好奇心 不管听见什么看见什么 都请一定要记住 今晚的月亮不能直视 本次为双人通关挑战 本次挑战外界提示机会为一次 提醒 请在一天时间内 确保自己没有直视过月亮 不管采取任何措施 请避免跟月亮进行对视 请活下去 而这次与我搭档的是非球国选中者安哥拉 这哥们儿不仅第一次进入怪谈 还只抽到了一个地级天赋 所以看到我后抱着我就不松手 我刚要给他一个大逼斗 手机却响了起来 广大市民朋友请注意 本次中秋赏月计划取消 请不要直视天上的月亮 赏月计划取消 我们正在清理 请不要开门 您的朋友和亲人 很可能不再是您的朋友或者亲人 他的感染速度太快了 不要相信 撤离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 第三条记录着规则的信息也随之而来 为确保您的安全 请您务必仔细阅读以下规则 规则一 如果您是一个人在家 请确保您已经用黑色的布遮住了月亮 请一定这样做 否则我无法确保您的安全 规则二 不管是谁给你发短信邀请你赏月 都请在第一时间无视或拒绝 规则三 假如听到门外有诡异的撕咬声 请不要好奇打开门出去查看 不管听到任何求救声 都请不要理会 规则四 今晚没有月亮 请不要相信任何人给你形容的美好的月亮 规则五 你的朋友和家人不会给你发我爱你之类的话 如果他们用这样的话诱导你出门 请一定要拒绝 规则六 请一定不要让人察觉家里有人 如果你听到有人敲门或者挠门 请捂住嘴巴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规则七 如果大门不够坚固不小心被攻破 你则需要立即准备好墨镜 家里或许已经不再安全 规则八 家里是绝对安全的 规则九 出门后请戴好墨镜 一定不要指示天上 遇到前来接应的朋友不要选择相信他 看着手机里的整整九条龟子 我眉头紧皱 看来窗外确实发生了一些无比诡异的事情 随后我便让安哥拉那哥们去找眼镜 安哥拉也是听话 不多久便在抽屉里找到了墨镜 其实我有天赋和水母吊坠的保护 这墨镜除了装批并没有什么用 但我就是喜欢装批 随后我便告诉安哥拉吻了 这把我们嘎嘎乱杀 我负责乱杀 你负责嘎嘎 接着我一把就将窗帘拉开 上来就违反了第一条规则 可在我注视着天上那轮诡异月亮思考时 几条突如其来的短信却再次打断了我 规则里提到拒绝赏月的就好几条 我意识到这些朋友可能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既然是你们先坑我的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随后我便自己编了一段顺口溜发了过去 此时安哥拉也小心翼翼的拿着手机询问我怎么回复 我拿过手机就开始了一顿输出 表示有本事就别发信息直接上门 看着这条已经发送成功的消息 安哥拉只觉得眼貌惊心 但我却让他放心 一切由我 与此同时 李国格雷森和泡菜国金有钱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 但面对朋友的信息 这个泡菜国金有钱就好像傻子一样 根本不顾规则的提示 直接就开始了短信回复 这一幕看的格雷森也是一脸愤怒 一把就将他的手机夺了拐 大骂金有钱想死不要连累别人 金有钱可能是平时嚣张惯了还想反抗 却根本不是格雷森的对手 一拳就被打倒在地 此时的金有钱也明白了现在的处境 马上换了一副嘴脸认识 格雷森见他还算识相后 便命令他去找墨镜 而不多久他们也收到了来自各类亲人的短信 刚才是朋友 这会儿又是亲人 格雷森清楚这是诱骗他们回复 索性直接把手机调成了振动模式 可就在此时门外却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闷低吼 不得不说金有钱脑子里确实是缺根弦 扯着嗓子就要出去看看 这么大的声音 是生怕外面的东西听不到吗 这也让格雷森极为恼火 一脚就把他踹到了地上 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只见门把手正在不断地抖动 明显是外面有什么东西在开门 而在他们遭遇诡异开门时 我和安格拉也听到了门外的动静 看着我毫无波动的表情 安格拉还以为我是吓傻了 非要拉着我要我跟他一起向神祈祷 我直接透过墨镜给了他一个白眼 难道这祸不知道我们龙国 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吗 随后我不过安格拉的提示起身 就向门口走去 安格拉刚想阻拦一下 就被我一个眼神吓了回去 而随着我把门打开 一颗诡异争鸣的脑袋 突然就从门外伸了进来 这一幕也让安格拉惊慌失措 吓得他瞬间从沙发上跌落倒地 我明白是时候展现一波真正的技术 所以回身一个大逼斗 就朝那个脑袋打了过去 本来以为会是一场大战 可令我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在我惊疑的注视下 这个诡异居然惭愧地捂着脸哭了起来 这又是什么情况 星红之月计划清除失败 时间竟开始回溯重置 原来就在刚刚 我开门后直接就给了诡异两个大逼斗 原本想的肯定是一场大战 可却看到这个诡异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起来 原来是我刚获得的真诚必杀技发挥了作用 有几率能感动诡异 并使他向我真诚唱 就连我都没想到这个技能威力会如此之大 然后我便又上前给了他几个大逼斗 是要给他加深些印象让他更加真诚 而看着他蹲在地上抱头痛哭的 其他诡异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这个家伙是抽什么疯 随即便绕过他一起向我哭来 我刚违反规则获得了天赋毕举 所以对于这些小卡拉米肯定是不惧 正打算撸起袖子和他们大干一场 可刚蹲在地上正哭着的那哥们却突然不哭了 站起身来就挡在了我的面前 接着便看到他大喊着千万别小看友情的羁绊 随后便冲进了一群无语的诡异中和他们站作一团 虽然这个哥们喊得有些中二 但不得不说他还是个好诡异 既然不用我出手 那也正好给我省点力 我随手就把门重新关了起来 看着一旁一脸震惊的安格拉 我只能对他说这是机操物流 而安格拉也彻底意识到了我的厉害 匍匐在地上就跟我道歉 表示不应该对我的能力产生怀疑 以后会全心全意跟着我回 就在这时手机也再次收到通知短信 上面写到星红之月计划清除失败 时间正在回溯重置 月亮很快会恢复正常 而随着一阵天旋地转突然袭来 等我回过神后 发现身边的时间仿佛真的已经重置 我和安格拉重新坐回了沙发上 可刚才我们明明离的沙发很远 而且我拿起手机看去 时间确实已经回到了12点01 但我记得副本开局的时间是12点 也就是说时间并没有完全重置 比之前晚的这一分钟又意味着什么呢 可就在这时频繁的手机信息提示 却打断了我的思考 看着这各种各样的信息 我眉头紧锁 我意识到屋外肯定发生了什么 而此时的补充规则信息也随之发了过来 规则10 门外一般不会有人敲门 如果听到有人敲门 请不要通过猫眼观察门外的情况 规则11 如果门外有人自称是您的朋友 不要理会 他不是您的朋友 规则12 绝对不可以出门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请一直待在屋里 规则13 月亮是可怕的 请避免跟月亮接触 哪怕是月灰都是致命的 规则14 如果家里不再安全 请立即前往离家最近的避难所 避难所的位置就在我的心里 新增的五条规则跟之前的有着明显的冲突 但就在我思考是否是因为时间重置的原因是 敲门声却突然响了起来 随后我便再次起身走向了门口 可为了叛逆规则 本来可以直接开门的 我偏要从猫眼往外面瞧一瞧 但透过猫眼看到的却是一片漆黑 猫眼的异常也让我没有急着开门 而是扯着嗓子问外面是谁 听到门外说是给我发短信的钢弹后 便立即开了门 原来你就是说我六就在月亮上跳钢管舞那哥吗 我热情地搂着钢弹的肩膀 当即就要让钢弹带着我去看钢管舞 此时的钢弹都懵了 这怎么和正常剧情有些不一样啊 可当他缓过神时却发现我早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我仅仅删了诡异几个大逼斗 他却给我跳起了钢管舞 只因我的大逼斗自带真诚必杀技 原来就在钢弹 给钢弹开门后我便搂着他的肩膀 要他带我去看我六就跳钢管舞 可他却一脸猛逼 完全没想到我会真的把他发的短信当真 看着我这么无视他 他破了大房张牙舞爪就向我扑来 而我却根本不怕 居然用我六就的事情骗我浪费老子的感情 看我今天不让你钢弹变炒蛋 我朝着扑来的钢弹就开始猛揍 不愧是人如其名 钢弹也是真的钢 我手都已经打红了 他却还不唱 难道只能用大逼斗才能感化他 果然 就在我扇了他几个大逼斗后 他竟真的抱着我的大腿就开始道歉 大喊六就并没有跳钢管舞 他都是骗我的 我看他哭得这么惨 就表示只要他给我跳一顿 那我就原谅他 奇葩的要求让他为之震惊 没想到我还有这种特殊癖好 片刻后他便开始了那摇曳的舞蹈 这超乎寻常的一幕 让旁边的安哥拉冷汗直流 他根本不清楚现在是什么情况 而且这根凭空出现的钢管又是从哪里来 而就在我和安哥拉悠闲的看着钢管舞时 日不落的汉特和足球国的米格尔 却正在为规则的对错争执不休 他们听到外面的一响后 一个想去外面打探下情况 一个却认为如规则所说屋内才是最安全 可就在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 他们的钢弹即将闪亮登场 而这个汉特竟也敢跟我一样从猫眼往外看 有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差点吓娘 原来此时正有一颗流着鲜血的眼球 也在对着门内看 旁边的米格尔看到汉特的反应后 也是紧张异常 但他也不敢发出声响 赶忙拿出手机打字询问汉特看到什么 汉特立即回复 表示外面好像是诡异 我们不要发出任何声音 那东西应该和以前一样很快就会离开 但这段话不多久 便被突如其来的一个信息推翻 因为钢弹已经开始毫无顾忌地发短信威胁他们 汉特只能紧急和米格尔同步信息 表示门外的诡异非常危险 而且感觉大门并不能挡住他 就在他们还在想着怎么应付钢弹时 外部世界发来的提示却突然响起 他们赶忙转头看去 原来此时的诡异早已经顺着楼层爬了上来 眼看就要破窗而入 而他们也步步地想为什么诡异能爬到三楼 只能紧急寻找武器开始拼命 随后便看到在厨房找到两把菜刀的汉特他们 对着诡异就是一顿劈砍 但此时钢弹听到屋内的声响后也开始撞起了 面对未知的钢弹他们也不敢忽视 汉特只能先去用沙发顶住大门 而他在这关键时候也紧急使用了天赋武器大使 从沙发下面找到了一根棒球棍 随着大门被撞碎 汉特当头就是一棒 是要把钢弹的小脑袋刮给开瓢 可谁知这突如其来的一击却被钢弹轻松堵 僵持了没几个回合汉特就被钢弹勉然扑倒 看着就要滴进自己嘴里的口水 汉特激进崩溃 这是多久没刷牙了 他没别的办法 只能大喊着让米格尔快来帮忙 而再看此时米格尔已经拿着小菜刀砍翻一众诡异 听到汉特的求救后 才猛然意识到有个钢弹还没解决 随后便见到气势如虹的米格尔猛然抄起棒球棍 跃着钢弹的小脑袋刮就是一个暴击 钢弹也应声倒地 连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没想到 汉特他们竟能配合得如此默契 与此同时 欣赏完优美钢管武后的我拖着钢弹就来到了窗口 随后便把他送到了千里之外 钢弹就这样伴随着自己的叫喊声女士长辞 而我听到他嘎嘣脆的落地声后刚要转身回去 就发现有些诡异朋友进不走正门从窗户爬了上 这些家伙长得就不像好人 既然你们为所发育搞偷袭 那可就怨不得我了 随后我便去阳台拿来一根衣服撑子 对着窗外就开始了愉快地打地鼠游戏 就这样刚戳了没几下 这些家伙便开始大叫着纷纷往下跳 根本没有一点敬业精神 扫兴的我只能拿出手机开始骚扰其他朋友 表示自己家里出现了诡异请求支援 只有一个名叫大聪明的人立即给了我回复 表示会马上赶来救我 这也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看着如此正常的信息内容 难道他不是诡异而是一个正常人 而就在此时 副本提示信息再次传来 红月清楚失败 第三次时间即将回溯重置 而伴随着时钟的回准 我们再次回到了副本开局的状态 但这次的时间变成了12.02 可这每次都多出来的一分钟又意味着什么呢 安德拉被这频繁的重置搞得非常懵 疑惑地向我询问 可因为屋内的线索太少 我也不能清楚地确定现在是什么情况 便打算走出去看看 而此时急促的敲门声却再次响起 根据规则十一的提示 如果门外有人自称是您的朋友不要理会 他不是您的朋友 但天生叛逆的我偏要理一下 上前就将门直接打开 而门外的来人正是大聪明 看起来非常正常 此时戴着墨镜的他一脸焦急 让我戴上墨镜后立刻跟他走 红月降临 天狗十月 殡仪馆竟成为了本次怪谈中唯一的避难所 原来就在刚刚 大聪明给我回复短信后不久就赶了过来 刚开门便神色紧急地让我戴上墨镜跟他离开 但旁边的安德拉却一直提醒我 表示有好几条规则都说不要出门 这人来历不明肯定是要害我们 我本来就要出去寻找些线索 所以并不打算理会他的劝说 安德拉看我毫不犹豫地出门后 根本不敢一个人在家 只能惊慌失措地跟着我跑了出来 而此时在红月的影响下 街上的众人早已经失去了意识 一部分人疯狂啃食着周围的同类 一部分人则虔诚地跪倒在地上 他们齐刷刷地对着月亮进行着朝拜 这诡异的一幕让本就胆小的安哥拉冷汗直流 他有些不自觉地紧贴在我身后 并询问这到底是要去哪 兵仪馆 听完大聪明的回答 安哥拉的脚当时就软了 表示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 没必要直接火化 他这个怂样让我都有些无语 好在大聪明立马解释 兵仪馆是避难的场所 去兵仪馆只是为了救我们 这才让他放下心来 刚来到兵仪馆后 大聪明便给我递过来一张纸条 原来兵仪馆也有自己的规则 我们来到此地后 身份就会自动变成员工 所以需要遵守兵仪馆的员工守则 守则一 作为兵仪馆员工 你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将尸体推进焚尸炉里焚烧 在此过程中 你不需要有太多疑问 守则二 遇到尸体无法被焚烧 尸体开口说话 尸体躯体扭动等异常情况 请立即报告给保卫科 严禁单独处理 守则三 研究室有天文望远镜 非工作需要请不要私自使用它 守则四 请不要对着某个方向进行朝拜 也不要议论某种诡异现象 因为这可能会使诡异现象降临现实 守则五 殡仪馆馆馆长的办公室禁止进入 如果因工作需要一定要进入 请确保里面有其他人存在 守则六 在工作的过程中 请全程确保自己戴着特制眼镜 如果身体明显感觉异常 请立即前往进化科 守则七 你的工作绝对保密 不要告知朋友或亲人你的工作内容 这可能会使你付出一定的代价 守则八 所有殡仪馆的员工 你们已经失去了过中秋节的机会 你们的付出将会被人永远铭记 殡仪馆的员工守则只有八条 刚看完所有守则 大聪明的声音就从前方传来 他出现了 快离开 而我们抬头看去时 只见此时的月亮愈发星红 而不多久漆黑的阴影仿佛吞噬了月亮 这难道就是天狗十月 并且安哥拉只是盯了一会儿 他的肢体居然开始诡异扭曲 看到这里我直接给他后脑勺来了一下 物理打断了施法 可就在这时 我的精神却突然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 再次看向月亮 发现月亮已经重新变回了正常的样子 难道天狗十月会造成时间重置 但这次的时间重置后 我们并没有返回到原点 我意识到这殡仪馆很可能就是 实施时间重置的地方 所以这里不会受到影响 而就在我正跟安哥拉分析时 一个酷似大聪明的工作人员 推着一具尸体走了进来 并要求我俩推去焚烧 但为了获取天赋保护 我肯定不能按照规则一说的那样去做 所以索性直接把烧尸体的活人 给了躲在远处的安哥拉 表示我得站在旁边把关 万一等会尸体跑了 我还要去追回来 被我一顿忽悠 安哥拉彻底懵了 只能认真开始工作 而我在旁边看着有些无聊 便拿起手机给钢弹发起信息 想确认一下他有没有凉透 看着很久都没回复的钢弹 我也不禁看了口气 看来钢弹真是凉了 身为丧尸竟然这么不惊衰 可就在这时 安哥拉无比惊恐的声音突然响起 尸体动了 星红之月副本钢弹再次复活 而我却指挥小白熊和人偶将它做成了烧烤 原来就在刚刚 进入殡仪馆熟悉完现有规则的 并不打算遵守员工守则一的提示 而是把烧尸体的活全都扔给了安哥拉 可就在这时尸体却突然动 根据守则二的提示 遇到这种情况得立刻报告给保卫科 严禁单独处理 但我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这点小事还需要惊动别人吗 不就是一个小小的诈事 看我的 可就在我走上前要给他几个大逼斗时 尸体猛然坐起 他竟然是刚刚被我扔到楼下的钢弹 我扶着他就开始安慰 你怎么那么想不开 那可是三楼 怎么能随便跳呢 你看你手都摔断了 钢弹看到是我后更加激动 甚至是有些热泪盈眶 大声喊道怎么又是你 我听他这意思好像并不想见到我 那我只能给他分析起厉害关系 表示我现在是殡仪馆员工 烧尸体非常在行 看在咱们是朋友的关系上 这次可以给他免费 钢弹听完就开始大叫着挣扎 但我一把就将他按住 表示我最近新发明了一种旋转式自然烧烤法 作为朋友一定要先让他试一下 钢弹把丧尸当到这种程度也是有些无语 但他也没办法 谁让他打不过我 就连旁边的安哥拉看到这一幕后都冷汗直流 有些分不清谁更恐怖 接着便看到我把钢弹五花大绑捆到床上后 竟真的拿出烧烤料撒了起来 我都不知道这条料是哪里来的 但漫画确实是这么化 与此同时 美国格雷森和泡菜国的金有钱 也在大聪明的帮助下来到了殡仪馆 可大聪明的凭空消失 却让金有钱觉得这里处处透露着诡异 便认为这是一个陷阱打算跑路 但当即就被格雷森制止 因为他已经用自己的天赋守夜人查看 探查出殡仪馆馆是正常的 只要月亮正常 选中者就可以安全通关 而此时金有钱却不知道抽什么风 竟直接学着外面的人念起了那段奇怪的祷告 吞噬的腐肉 崇拜的灵魂 黑夜之中我将信仰于你 这一幕也把格雷森直接看懵了 反应过来后立即就给了金有钱一个大逼斗 表示在家时就差点被他坑死 现在金又干这些蠢事 可虽然祷告已经被打断 但却以为是已晚 在格雷森和金有钱惊恐的注视下 面前的这些尸体慢慢开始苏醒 不多久竟真的动了起来 格雷森当机立断 丢下这个祸害金就直接扭头跑路 而金有钱因脑子太过愚蠢 反应慢了那么半拍 就被再次复活的丧尸瞬间逮住 结果也可想而知 被一众丧尸围攻的他根本不是对手 没多久便被吞噬 而此时的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泡菜国选中者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我正命令着小白熊和人偶 进行着我的烧烤大业 这奇葩的一幕 看得刚进来的殡仪馆员工 都异常震惊 完全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竟能想出这种奇葩操作 我本来有好的笑容 在他们的眼里却异常恐怖 大喊着有脏东西 混进了殡仪馆转身就跑 而我看着他们又送来的尸体 也有些疑惑 这些丧尸明显已经死透了 为什么还要送到这里焚烧 难道他们还能复活 会不会和街上那些人念的祷告有关 既然有疑问 就得去寻找答案 所以我便毫无顾忌地念起了那段话 而随着我念完 面前的丧尸果然再次活了过来 这也把安哥拉吓得不行 慌张地询问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却让他放心 召唤出黑将军保护他后 便像是想通了什么事情 独自跑了出去 悟红之月吞噬越来越严重 重治时间的方式已经慢慢失去作用 原来就在刚刚 我念完那段奇怪的祷告后 面前所有的尸体竟真的开始复活 我留下黑将军保护 安哥拉便立刻前往研究室 打算用天文望远镜 亲自观察一下这个奇怪的月亮 但按照规则三的提示 所有人不允许私自使用天文望远镜 安哥拉刚想按照规则的提示劝阻我 结果话说到一半 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大逼斗 看来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认可了我的能力 研究室就在殡仪馆的二楼 我很快就来到了此处 而刚来到这里 我便发现了摆在桌子上的观察记录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 时间已经被回调了很多次 而且我发现吞噬 星红 信仰这三个词频繁出现 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产生大量丧尸的真正原因 而这个殡仪馆大概率可能是一个神秘组织 一直在用时间重置的手段阻止 至少是在暂时拖延月亮的一场 此时我借着天文望远镜向月亮看去 却发现月亮又再次变成了红色 而且被吞噬的那部分似乎是活物 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可能只有馆长他们清楚 所以我便大步前往了馆长的办公室 而我刚走没多久 便发现月亮竟又开始产生星红吞噬 时间间隔越来越短 看来时间重置的手段马上就要拖延不下去 我也立马加快步伐 面对路上碰到的安保丧尸 我直接就命令人偶和小白熊上去给他打晕 而他俩也不负重望 没几下就把堵入的丧尸清理干净 我也顺利地来到了殡仪馆的馆长办公室 看到我的到来 里面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的惊讶 但馆长却平静地对我说道 我观察你很久了 你一定很好奇我们的具体工作 但想知道就必须加入我们 可加入我们需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 最后问我具不具备这种勇气 我本来不想加入 被他这么一说却突然想要试试 我就想看看这怪谈世界 还有什么危险能要我的小命 馆长再三确认了我的选择后 便转头带着我向屋内走去 我没想到屋内镜和外面的殡仪馆截然不同 这里才是研究室该有的样子 馆长也向我解释起一切 原来这里每年中秋 月亮也都会和现实世界一样 以圆月的形式出现 但这次的中秋节月亮 却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有一种凭空出现生物影响了月亮 这种生物被称为吞噬 而馆长所说的这种生物 应该就是刚才我在天文望远镜里看到的那些东西 而且正是因为吞噬影响了月亮 才引起了人们的丧尸化 想要阻止丧尸的产生 就必须消灭那些吞噬 随后馆长便指着一个航天模拟舱 说起了解决方案 表示舱里会模拟月亮上的一切 只要在里面能消灭那种生物 它们就有能力将模拟舱里发生的一切 转移到月亮上 我听到这么简单就立马打算进去试试 可馆长却让我想好 因为他们尝试过多次都以失败告终 而且如果在模拟舱里死去就代表真正的死亡 我听到后不仅没害怕 反而更加兴奋 好久没玩这么刺激的游戏了 便迫不及待地带着小白熊他们进入了模拟舱 而馆长也有些感动 表示不管结果如何都感谢我做出的一切 随后便按下了开启的按钮 什么狗着的人都已通关 但我却依然还在被吞噬围攻 原来就在刚刚 随着殡仪馆馆长开关的按下 我被瞬间传送到了模拟月球的表面 逼真的场景除了没有失去重力外完全和真实月亮一样 而我刚来到此处没多久 就突然发现一种新红的沙尘暴向我席卷来 等沙尘暴逐渐靠近后 我才发现这其实并非是沙尘暴 而是密密麻麻的一种奇怪生物 原来这群长得像狗头人的奇怪生物就是吞噬 不得不说它们长得有些磕疹 但现在我也顾不了那么多 抛出小白熊就开始迎战 与此同时 其他选中者也通过判断寻找到了馆长办公室 但和我不同的是 馆长就算是主动邀请这些选中者进入模拟舱 大部分的人也认为这个操作极度危险选择拒绝 在随时可能牺牲自我的抉择前 宁愿继续苟着也不愿意进行尝试 只有格雷森并不打算坐以待毙 答应了馆长的请求毅然选择了进入模拟舱 通过馆长的提示 格雷森清楚了只有找到吞噬的源头 才能真正让月亮恢复正常 可就当他询问源头是什么时 却看到馆长一脸尴尬地表示他们也不清楚 只能让他凭借自己的直觉去找 这也让格雷森无了个大语 他明显就是上了馊贼船 可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 刚抗议着要跑出来 便被馆长按下开关直接开始了传送 而伴随着机器的启动 格雷森再次睁眼时已经来到了模拟月球表面 馆长的这番骚操作也让他非常郁闷 本来以为馆长他们已经制定了周全的计划 结果谁知道是让他自己人肉搜索 可还没等他发完牢骚 那群狗子已经扑面而来 格雷森可没有能力反击 吓得只能撒腿就跑 可他怎么能跑得过这些狗头人 不多久便被追上 接着就是惨不忍睹地被扑倒 真是出师为杰身先死 可就在外部世界的吃瓜群众 纷纷为格雷森感到惋惜时 却发现系统的淘汰提示并没有和往常一样响起 难道他还并没有淘汰 再回到殡仪馆 只见在馆长的带领下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拿起了武器 看样子格雷森的失败也让他们的希望破灭 而且现在的时间重置已经逐渐失去了作用 他们只能孤注一掷地进行最后一站 随后便在无数网友的注视下 馆长带着所有兵仪馆的员工进入了模拟舱 很快他们就跟那些吞噬站在了一起 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 兵仪馆的员工不多久便败下阵来被吞噬包围 自知兵仪馆已经无法抵挡 馆长果断按下了毁灭按钮 随着一个巨大蘑菇云的出现过后 整个模拟月球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时间不知过了多久 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格雷森猛然坐了起来 此时的他一脸猛逼 自己刚才不是已经死了 怎么又活过来了 稍微恢复了点意识的格雷森赶忙拿起手机查看 却发现现在的时间竟然比刚进入怪谈的时间还要走 看着亲友们发来的短信 格雷森也慢慢理清了思路 猜测可能是现在的时间已经彻底重置 所有人都活了过来 而且月亮的危机也已经顺利解除 就在此时 系统的通关提示也随之响起 格雷森不仅顺利通关 因为主动前往模拟月球的自我牺牲精神 通关评价也提升了两星 但由于今友钱已经打掉 他是独自通关 所以他最终的通关评价为三星 而与此同时 其他人竟也顺利苟到了通关 谁都没想到这个首次出现的双人副本通关率竟如此之高 可现在的我却并不知道他们都已经通关 还在和这些吞噬站坐一团 眼看着小白熊有些支撑不住 刚打算让人偶一起上去 就听到了手机铃声响起 原来是馆长紧急打来的电话提示 表示只有找到源头才能解决这些吞噬 不然他们会无穷无尽的出现 但当我问出源头怎么找时 馆长却给出了和格雷森一样的答案 平直觉 我一脸无语 真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但我不可能和他说的一样傻傻的平直觉去找 便转头问向旁边的人偶 不出所料 人偶果然可以感应到这些吞噬产生的源头 所以我便立即把小白熊喊了出来 在人偶的带领下一溜烟的朝源头跑去 很快在人偶和小白熊的开路下 我们便来到了一处更加诡异的地方 这个地方四处充斥着诡异的新红色 而我的面前此时还助力着一棵诡异的大树 我定睛一看吞噬果然是这棵大树捏出来的 而且速度快的让我震惊 当真是个无情的制造机器 可就当我想上前打断它时 它却突然释放出黑色的烟雾笼罩了我 胸前的水母吊坠并没有反应 所以我感觉眼前的这些并不是精神影响 也不是诡异污染 反而更像是一种幻境 想要靠近这棵树只能先破除这个幻境 所以我直接拿出污染之镜将周围的诡异驱散 但就当我解决一切障碍 命令小白熊和人偶打算最终决战时 那棵树却开始自己腐烂起来 不仅如此 连周围的吞噬也开始扣自己的眼球 可还没等我有所反应 这些掉落的眼球竟逐渐开始融合 最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眼睛在死死的盯中 而那些吞噬也再次屈膝跪拜起来 吞噬的腐肉 崇拜的灵魂 黑夜之中我将信仰于你 我看着这诡异的一幕有些惊讶 难道这才是吞噬的真实面目 成功通关星红之月并获得六星评价 而下一次的怪谈世界名为精神病院 原来就在刚刚 我终于找到了吞噬的源头 但还没等我有所动作 他们竟自己开始了变异 最终融合成一个巨大的眼球 张牙舞爪的向我扑来 此时我也不管它是什么形态 直接扔出小白熊就要干它 可谁知小白熊根本不是对手 刚冲到跟前就被这个眼球一爪子抓住 上一次面对这么强大的诡异 还是在上一次 我当即就拿出山神之介 给人偶增加了属性的加成 而第一次获得山神之介的人偶 也开始了变身 两根小短腿竟开始变长 最后竟从一个小豆丁彻底长大 但就算是面对山神加成的人偶 那颗恐怖的眼球 竟还是游刃有鱼 根本不落下风 我意识到肯定是这些血人的朝拜 给眼球在源源不断的提供能量 而与此同时 在殡仪馆一直观察着 事件动向的馆长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分析到那些血人是 街上朝拜之人的映射 只有让街上的朝拜消失 才能削弱他的力量 随后便命令工作人员 不管使用任何代价 也要再次重制时间 让时间回溯到信仰行为产生之前 而随着工作人员玩命的操作 时间终于再次开始了重制 随着信仰之力的消失 那群跪拜祈祷的吞噬 果然开始腐烂倒下 我意识到是殡仪馆的人发力了 所以并命令小白熊和人偶 给出了最后一击 而伴随着眼球被彻底击溃 我也再次被传送到了 副本开始的地方 手机上来自殡仪馆的短信 也让我放下心来 月亮的危机总算是彻底解除了 当我拉开窗帘 看向外面洁白的圆月时 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我六星通关了星红之月 而这次的通关奖励为 星红之眼和默默无闻的员工勋章 星红之眼介绍 只能对诡异使用 星红之眼与诡异融合后 可以让诡异拥有制造信仰的能力 员工勋章介绍 你将获得一次短暂回溯时间的能力 回溯时间将回到五秒之前 此勋章只能保留一个副本 不得不说这两个奖励 完全对得起六星的评价 随后我便拿出星红之眼 让人偶他们自己分配 可能是人偶和黑将军 已经得到过进化 所以自觉地把这个机会 让给了小白熊 而随着小白熊一口将眼球吞下 他也获得了能力的增强 至此我的这三个保镖 都已经完成了二次升级 而此次通关的七个国家 也免除了规则怪谈的将领 回到现实世界的 我已经没有了以前的兴奋 因为我又要开始准备下一场怪谈 三天后 我便再次被准时传送进了怪谈世界 而本次挑战的怪谈世界 名为精神病院 此次的怪谈 依然为国家双人通关挑战 但与上次不同的是 本次挑战需要自己找到 另一个同国家的队友 而这个同伴的角色是随机的 我看完怪谈介绍 也意识到这次的通关并不简单 寻找队友的过程中 肯定会有什么阻碍 不然遇到一个人就直接问 这也太简单了 可就在我还在思考时 一只手突然从我的身后 拍在了我的肩上 你就是新来的医生吧 医生病院怪谈正式开启 主角团再次迎来新的成员 原来就在刚刚 看完副本介绍的 我正思考着如何寻找队友 便被一只手 突然从后面拍在了肩膀上 回头一看 竟是一个头戴猪头面具的 我也清楚怪谈世界不会这么简单 其中肯定还有什么坑 但此时在没有别的线索的情况下 我只能先配合这个人 仔细观察后再做打算 而这个名叫王德发的同事 在低沉地介绍了自己一下后 便拿出了一份医生守则 并转身带我前往办公室 难道他就是我需要找的队友 但我并没有着急下定论 而是边走边查看起 那份精神病院医生守则 守则一 作为一名精神病院医生 请尽好你的职责 或许过程并不容易 但对待病人还请你卖心血 守则二 上班时间严禁擅自离岗 如果被院长发现 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守则三 请按时吃药 并且按时为病人吃药 这会使你和他们情绪稳定 守则四 病人有时会向你提出一些要求 如果要求过于奇怪 你可以直接无视或者走开 守则五 晚上值班时禁止进入病人的病房 如果听见病人哀嚎 请呼叫护士 不要单独进入病房 守则六 医院的护士绝大部分都是女性 如果你发现男性护士 请保持正经 他们只是医院请的临时工 守则七 临时工是不可信任的 请不要与他们搭话 他们极可能会诱导你 做出错误的抉择 守则八 病人或许会做一些恐吓你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都不要表现出惊慌 因为这会使病人对你做出危险举动 守则九 晚上十二点过后 如果你发现病人或者护士进入厕所 请立即紧锁厕所门 并且逃离他们的视线 守则十 医院电梯绝对不可以用 医院只有三楼 并没有赴一楼 守则十一 如果发现医院出现一间 名为重症病患的病房 请立即逃离 不要打开病房门 不要聆听里面任何声音 看完医生守则后 我发现守则的最后一夜镜 还有两行小子 字体是血红色 不要相信医院的女护士 男护士才是值得信任的 不要吃他们给的药 他们在试图控制你的思维以及行为 可以看出这小子 明显是在仓促的情况下写的 他似乎是想帮助我 但这又是谁写的呢 而这个猪头医生在领我来到办公室后 便表示先让我熟悉一下环境 工作会在另行通知 说完后也转身离去 我召唤出黑将军后 便开始对办公室进行起地毯式搜索 想看看是不是能找到 些医院废弃真相的线索 可找了半天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只有一面小镜子奇怪的放在桌子上 我疑惑的拿起来照了照 本以为镜子里会出现自己的绝世帅眼 可没想到出现的竟然是一个熊猫人 这虽然让我有些惊讶 但我也瞬间意识到 别人看我时也是只能看到面具 所以队友也无法主动来找我 而且这面具这么奇特 完全像是长在脸上的 这次医院副本绝对不简单 看来找队友的事情也只能慢慢来 与此同时 怪谈内龙国的另一名选中者周明 也在为这个面具发愁 他虽然知道我是他的同国队友 但依然无法确认我的身份 只能焦急地看着守则 打算寻找出一些有用的线索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的猪头王德发 已经再次回到了办公室 并拿来了两瓶药 表示蓝色药丸是给我吃的 红色药丸是给病人吃的 我要在九点钟的时候 去一楼给病人喂药 但我却直接反问 他两种药丸是什么作用 如果吃错了会有什么后果 王德发可能并没有想到 我会这么问 便古怪地看着我表示 两种药丸都是精神安抚的作用 如果我想吃红色药丸 他也不会阻止 但是要求我必须在他的面前 先吃下蓝色药丸 我精神好的很 哪里需要什么精神安抚 所以根本不打算吃 但猪头人却在旁边一直劝说 表示进入医院后 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一定要我当着他的面吃下去 既然你这么坚决 那我只能先给你吃一下 试试有没有毒 随后我便捏着他的嘴巴 直接就将蓝色药丸 倒进了他的嘴里 而刚被迫吃完的猪头人 便开始朝我破口大骂 表示他是我的队友 我这是要害死他 我听完诡异地笑了起来 看来这个蓝色药丸吃完就会打 随后我便搂着他的肩膀 安慰他这是糖豆 可就在他刚放下心来时 黑将军却从背后一口将他吞下 我满意地看着黑将军 不愧是和我心意相通的好旺财 可此时熟悉的声音却再次响起 那个猪头人竟又拿着药瓶出现 难道这又是一个无限循环的副本 开局就给了猪头人几个大鼻斗 使音看没打掉一次 就会出来个新的顶替他 原来就在刚刚 我刚让黑将军吞噬了一个猪头人后 竟发现背后又有个 拿着药瓶的猪头人出现 我询问着他是否有个双胞胎弟弟 但是他却一脸茫然根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 戴上公牌后我才发现他叫刘德法 并不是原先的王德法 我意识到出现的猪头人 并不是和六口之家一样无限复活 而是没打掉一个 就会有一个新的出来顶替他 随即我就上前给了他一个大鼻斗 这突然的骚操作也让他彻底猛逼 捂着脸就惊恐的开始大喊 所以我见没什么效果 就又上前扇了他一顿 打到他跪在地上向我大声求饶我才停止 不过看到这一幕我也有些疑惑 他的表现明显是害怕而不是畅 也就是说我具有真诚必杀技属性的大鼻斗 并没有对他起到作用 难道他不是诡异而是人 但是他会复活 肯定不是我的队友 所以这间医院除了诡异和选中者外 还有其他人 我理清思路后便威胁他让他留在办公室 这家伙嘎又嘎不完 没必要跟他浪费时间 还是把他先困住再说 毕竟寻找队友和精神病院的真相 才是最关键的 随后我便先按照守则三的提示 去一楼给病人喂用 我的小脑袋刮打来 可我一点不慌 拿出药瓶就命令他吃药 他也是真的听话 听到吃药后果然立刻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但放下去的扫帚 却准确打中了旁边人的二弟 差点把他打废 而当他吵着要吃药时 我却又说今天没有药 看到我明显在耍他后 这个病人也彻底爆发 大喊着要把我脑袋给拧下来 如果按照守则四的提示 我不应该理会对方 应该直接走开 但我偏不这样做 而是召唤出黑将军直接让他吞噬 一言不发地迈着奇怪的步伐离开 打开一看却是几行提醒我的小子 我记得医生守则下面也有人偷偷写了提示 这也让我意识到除了我和队友外 医院还有人在帮助我们 但那又是谁呢 难道是刚才的那个病人 可如果是病人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 那这个怪谈也太简单了 根本不需要三天才能通关 可能半天就能搞定 而且我刚来寻找队友的线索 就有病人跳出来帮忙 这也太过巧合 总感觉这个怪谈的诡异似乎能洞悉人心 随后我便把纸条扔给黑将军让他吞掉 继续前往了第二间病房 可刚打开门后 令我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我的面前竟出现了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熊猫人 不仅模仿我的脸 还在模仿我的狗子 连假的黑将军都一模一样的出现在我面前 这我能忍 想要冒充我 那我就看看你有什么真本事 所以我便直接命令黑将军把他们撕碎 黑将军也不含糊 上去就把小泰迪一口咬住 而那个冒充我的熊猫人看到这一幕后 也趁机开溜 面对这个主犯我肯定不能让他跑掉 所以便召唤出小白熊 让他把那冒充我的人绑回来 而此时黑将军的战斗也进入了尾声 冒充的这只小泰迪根本不是对手 已经被黑将军彻底撕碎 但小白熊却回来报告说 那个冒充之人凭空消失了 我意识到这诡异越来越危险 不只会冒充我 还会冒充黑将军 队友如果突然遇到黑将军 肯定不会怀疑 毕竟黑将军在多次怪谈中 已经被人们所熟知 我必须得尽快找到队友 才能避免这个危机的发生 我国选中者被精神病人戏耍 瞬间淡随 我用刘德发公牌隐藏身份逃过一劫 原来就在刚刚 小白熊并没有追上那个冒充我的人 我只能继续前往其他地方寻找线索 可刚出门便在走廊 遇到一个带着院长公牌的猴子头 我看着他赠光瓦亮的大脑壳子 忍不住手痒 转过身对着他的后脑勺 就是一个大鼻斗 还没等他发火 我便揽着他的肩膀说道 秃头墙我找了你这么久 原来你在这里 怎么样 包皮手术做的成功吗 可我刚说完便被猴子一把推开 指着公牌就大喊自己是院长 根本不是什么秃头墙 而我只能装作非常尴尬的和他道歉 表示自己认错人了 看到我这么真诚的道歉 这个猴子院长也不好再说什么 眼见没有其他人看见后便转身开始了继续巡查 可刚走没几步 我追上去对着他的后脑勺又是一个大鼻斗 猴子院长回头一看又数了 毕师道我是在耍他 彻底绷不住了 立刻就想还手 可他怎么可能有我快 我大鼻斗都打了好几个怪坛了 所以直接抢先一步扇了上去 然后便在他火帽三丈的大骂声中紧急开溜 猴子院长愤怒的就开始追悟 毕直追到医院一楼大厅才发现了一个与我相似的熊猫头 可这个熊猫头并不是我 而是那个冒充我的人 但这个院长却不知道 拿出手术刀就冲了过去 大叫着今天就要把我解剖 而此时的我早已来到了办公室 为了隐藏身份强制换了刘德发的公牌 与此同时 小窝国选中者肛门墙也在守则提示下来到病房未有 可还没等进门 就被突然窜出的神经病人来了一招猴子透透 而他在没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瞬间中招 那酸爽的感觉直接让他跪倒在地 不过想到外部世界的人都在看直播 还是强称地抬起头命令这个病人回房间 可谁知这个病人根本不听 直接一脚跨过了他的身体 玩起了骑大马的游戏 这一幕也把外部世界的小窝国高层气得够强 大喊着为什么每次怪谈抽中的都是这些奇葩 要立即开始提升全民对诡异的认知 避免再次出现这种弱智行为 而遇到猴子偷逃的不只是小窝国的肛门墙 非求国的安哥拉也遇到了相同的招式 但他却是跟着我混过 不仅轻松躲过还顺势给了那个病人一个大鼻斗 本来安哥拉以为被打后的病人会真诚畅悟 可他却不知道他的大鼻斗并没有真诚避杀剂的属性 接着就看到一群病人摩拳擦掌都围了上来 大叫着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安哥拉看着这么多人只能认诅 可本来以为要遭受一顿毒打了他 却被接下来的一幕彻底震惊 只见病人们纷纷脱下裤子 五颜六色的短裤暴露在了安哥拉的视线中 原来给他点颜色看看是这个意思 此时安哥拉也回过神来 拿出药丸就开始分发喂药 而这些病人吃完后竟眼见的开始呆着起来 这反应也让安哥拉心生寒意 既然吃了红色药丸是这种情况 那蓝色药丸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 可就在他担心的思考时 却突然感到精神一阵恍惚 清醒过来后他看着周围已经熟睡的病人 意识到红色药丸是有安抚精神的作用 可他明显感觉自己好像忘记了刚才在思考什么 与此同时 另一间病房内 变成病人的格雷森也在医生的强迫下吃了红色药丸 但在医生走后他转身就开始了催吐 可和他同一个病房的其他病人也看到了这一幕 随后便纷纷向他走了过来 将军看着这一地的骨头一脸猛逼 而这个精神病人大喊的解剖又是什么 原来就在刚刚 被迫吃下红色药丸的格雷森在医生离开后便开始了紧急催吐 但这一幕却被同病房的精神病人看到 其中有一个更是怪笑着向他走了过来 格雷森意识到身份不能暴露 便先下手为强 在众人的注视下一脚就把那人踢翻在地 装疯卖傻的大喊起来 还敢嘲笑老子 你才不是精神病 你全家都不是精神病 而看到这一幕的其他人却并没有感到害怕 而是纷纷为格雷森的话语鼓起了掌 全都为自己精神病的身份感到自豪 此时的格雷森也不敢反驳 只能留着冷汗连声附和 而那个被揣的家伙也缓缓站起了身 以为格雷森真是精神病 所以也放松了警惕 当着格雷森的面就嘲笑格雷森真是病的不轻 不像他根本不是精神病 而是隐藏在这里的内鬼 格雷森听后也是一愣 但是他也意识到这家伙说的可能是真的 因为医院不可能只凭借药丸就能控制所有病人 这个家伙很可能就是医生派来监视病人的老六 而就在半夜大家都在熟睡时 格雷森却注意到刚刚那个老六偷偷溜了出去 随后不多久便传来了敲门声 原来是一个攻击头 医生突然过来检查病房 要求格雷森立马跟他出去接受询问 此时格雷森也有些紧张 判断是刚才那个老六向医生告发了他 虽然他非常不情愿 但也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按照他来到这里拿到的病人守则来看 不管医生提出任何的要求 一定要立马给予回忆 否则就会见识到医生真正恐怖之处 所以他也不敢违背守则 只能装疯卖傻地跟了出去 可攻击头却并没有立即问话 而是把他拉到了医院的一个隐蔽角落 表示他已经知道格雷森的身份 他叫卢卡斯 也是米国的 是格雷森本次的队友 格雷森虽然和他握起了手 但却并没有完全相信他 而是装作不经意间 询问起自己的身份是如何暴露 可得到的回答却让他心里一喊 他的身份果然是被刚才的那个老六泄露出去的 但这个攻击头却说这个精神病第一个找到的是他 这完全是不合常理的 如果那个老六真的是内鬼 他去打小报告断然不会去找一个陌生的医生 格雷森越想越不对劲 立即抽回手继续开始了装疯卖傻的表演 不得不说格雷森的表演天赋出众 在攻击头气愤的眼神中大喊大叫着向病房走去 而顺利回到病房后 格雷森才松了一口气 不管攻击头是否相信 他终于是暂时逃过了一劫 再回到我这边 此时的我正看着被院长打了的熊猫头一脸得意 不得不说我这招借刀杀人实在是妙 不仅让院长帮我清除了这个冒充我的人 还让我的身份能继续隐藏 随后我便再次开始了我的查房大业 可刚走没几步就从门内突然窜出一个神经病拦住了我的去路 根据守则八的提示 病人或许会做一些吓唬你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都不要表现出惊慌 因为这会使病人对你做出危险举动 就这种程度对我来说确实是小儿科 我不仅没惊慌 还反手就给了他一个大逼抖 而这家伙也是悲催 避击就被我的真诚避杀剂打中 痛哭着就朝我忏悔起来 我看他哭得实在有些累 便召唤出黑将军想让他永远地休息一下 可他却惊恐地大喊着不要解剖我 接着便自己裂开了 看到这一幕我非常震惊 心想现在这诡异心里都这么脆弱的吗 不仅是我 连黑将军看着现在的一地骨头都彻底蒙了 根本不清楚这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原先怪谈中的诡异 没有一个是自己把自己打掉的 这个病人难道是因为刚才的那句 不要解剖暴露了什么 被背后的神秘诡异直接灭口 而且我看到这间病房里的其他人 都是一副什么都没看到的样子 看来这个所谓的解剖确实是重要的现实 与此同时 周明正遵照着医生的提示 前往病房为病人注射镇静剂 可刚进入病房 有个病人却突然来到周明面前说着什么 并偷偷塞给了他一张纸条 周明看到后也是一惊 赶忙随便找了个理由出门查看 而字条上的医生二字也让他激动万分 原来刚才那个病人有提到 有个医生说他们以后都不用再吃药 而且说的时候还刻意加重了医生两个字 不让病人吃药这么叛逆的事情 他认为只有我能做得出来 所以机会难得 他吞下纸条就往前面几个病房跑去 果然他在找了几间病房后便碰到了我 看着我身后的黑将军 必知是我为偶像的周明再也忍不住 眼貌红心的就朝我表忠心 但接下来我的举动却让他产生了疑心 在他的印象里我虽然见兮兮的 但却是十分谨慎 完全不可能会因为几句话就确认他的身份 周明也非常聪明 看了看我脚下的黑将军 保险起见便摸着脑袋开始聊起日常 随后更是蹲下来开始呼唤黑将军 而伴随着他的呼唤 黑将军竟真的欢快地跑了过来 这也让周明完全确定了他的判断 一脚就把面前的这只小泰迪给踢了出去 随后便指着冒充我的熊猫头大骂起来 黑将军可不是狗 他不会摇尾巴讨好任何人 你竟然敢冒充大王 但熊猫头对于被周明识破却毫不在意 因为他也已经完全确认了周明的身份 随后一只手竟从他的胸膛缓缓伸出 周明眼见逃脱不了 大喊着就开始拼命 可第一次参加怪谈的他却完全不是诡异的对手 瞬间就被熊猫头胸前的第三只手死死地掐住提了起来 而就在这时 真正的黑将军出现 无数道触手瞬间将熊猫头击退 并成功救下了周明 此时我也闪亮登场 我刘德发最看不惯的就是仗着有三只手欺负人家两只手 而熊猫头听着我的大喊也是一脸无语 心想这家伙刚才不是还在别的地方查房 部落伯选中者汉特被诡异锁骗命丧黄犬 我换上周明胸牌准备迎战院长 原来就在刚刚 面对冒充我的熊猫头 我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瞬间召唤出黑将军就将他彻底击退 并顺利救下周明 原来我早就猜出来 那个假冒我的熊猫头被院长打掉后 还会再次出现 毕竟当时的王德发被黑将军吞噬后 接着就冒出了一个刘德发 所以我一直关注着这里的动向 故意设了这个局 这样就不仅能将这个新冒充我的熊猫头引出来 还能顺便让他来帮我确认队友身份 而对面的熊猫头听到我的解释后 瞬间恼羞成怒 重新伸出第三只手 大喊着就要把我们两个一起打掉 但我可不是周明 就他这个小卡了 你连黑将军都打不过 竟还敢如此口出狂言 不出一回合就被黑将军彻底压制住 而我也趁机上前给了他两个大逼斗 在真诚必杀机的影响下 这个熊猫头立即跪在地上 开始真诚地忏悔起来 大声说着不该亲手把他们送上手术台 他们的躯体也不该由别人支配 我意识到他说的这些情况 很可能和医院的真相有关 便叮嘱周明保护好自身安全 这里的一切交给我来处理 眼见熊猫头没什么其他作用后 我便再次命令黑将军出手 将这家伙一口吞下 而见到我能如此轻松地解决诡异后 周明更是仰慕得不行 一番马屁犹如江水般滔滔不绝地 就朝我拍了过来 可我却马上打断了他 虽然我也很喜欢听 但现在情况紧急 因为周明已经在刚才 违反了规则善离之时 我感觉他很快就会有麻烦 所以便立即和他互换了胸牌 让他重新隐藏身份案中搜索医院线索 并表示如果有需要 我会主动联系他 再次提醒他 一定不要再擅自违反规则 因为现在的他根本对付不了诡异 但说完后我还是不怎么放心 便把小白熊召唤出来 让他暂时跟着保护周明 而我的这番举动 也让周明感动一场 高阶诡异能给他当保镖 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与此同时 日不落国汉特这次扮演的角色也是护士 而他也与同国家的医生 队友相互确认了身份 可医生却以精神病 已经听到了他俩的谈话为了 提议与汉特一起将这些病人解决 虽然汉特因为守则的原因有些犹豫 但经不住这个舌头医生的一再劝述 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决定 随后便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汉特傻乎乎的听从安排独自前往病房 并将所有的病人都一一擀掉 可就当他解决完要出门询问下一步要干嘛时 那个医生却摘下头套露出了诡异的真实面目 原来汉特的队友早已经被诡异用相同的方法嘎掉 只要以队友的身份欺骗另一个人上当主动违反规则 这些诡异就可以立即出手 将选中者彻底吞噬 而此时才意识到上当的汉特早已无力抵抗 瞬间就被钻出的第三只手给刺中了胸膛 而伴随着系统提示音的响起 不到半天的时间 此时的怪谈世界内已经有两个大国被接连淘汰 再回到我这边 猴子院长正在餐厅内四处寻找着违反规则的周明 终于在他转了一圈后找到了带着周明胸牌的我 可我不是一直是熊猫头吗 怎么突然又变成了鹰匠 到暗中跟随院长发现巨大秘密 西兰博选中者被药丸迷惑自相残杀 原来就在刚刚解决完冒充我的熊猫头后 我便和周明互换了胸牌 果然如我所料 不多久院长便四处寻找起周明 而且在医院的食堂中找到了带有周明胸牌的人 但这个人却并不是我 原来我早就随机抓了个人 逼着他再次换了胸牌 虽然这个人在院长面前疯狂地解释 但这院长却是一根筋 根本不相信 拖着这人就要带他去见什么宝贝 虽然周明的危机暂时解除了 但我却被院长所说的宝贝引起了好奇心 所以便打算重新制造个机会 让人偶跟着去探查一下 晚上七点 医院办公室内又到了定时检查的时间 魏淑芬护士匆匆赶来要求我 一起去给病人做检查 根据守则二的提示 上班时间严谨擅自离岗 如果被院长发现 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但我却直接拒绝了书分的要求 不仅如此 听到他要去报告院长 使我更是让他赶紧滚蛋 威胁他要是在打扰我休息 有他好果子吃 可这家伙却不当回事 还在默默唧唧地提院长 虽然我一场愤怒 上前就给了他两个大逼斗 而被打后的书分 也没想到我竟真的敢打他 哭着就跑去找院长告状 大喊着要院长开除我这个无良医生 而我看着这一切也暗中惺喜 因为这正合我意 几分钟后 来到院长办公室的书分 就开始告起了我的状 猴子院长听到我这么嚣张后 更是气不打力出来 立即就带着书分来找我 可此时我的办公室却并没有人 本来就一场愤怒的院长 像是被瞬间点燃 大声质问书分 为什么善离止守的我不在办公室 并表示要立即去病房查看 如果我现在在病房 那书分就死定了 而结果也正是如此 他们在103号病房前找到了我 看着我仔细地检查着病人 猴子院长感到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愤怒地大声质问书分什么情况 书分也一脸无语 因为他也不清楚我是什么情况 明明我刚才说不会查房 他还因为劝说被我给打了 可为什么现在又来了 真是服了我这个老六 而我看到他们的到来后 更是给他们加了一把火 表示刚才找了他半天 现在事情非常多 让他快来帮忙 猴子听后彻底怒了 以为魏书分是在耍他 拖着书分就向外面走去 大喊着要让他付出代价 我见此情景赶忙把人偶召唤出来 并命令他跟上去暗中观察一下 看谈这个猴子院长 到底把这些犯错的人带去哪里 安排好一切 我仔细回想对院长的行为 却发现他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 按说医院支掌不可能就这副德行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秘密 而就在此时 一道痛苦的叫喊声从门外传来 我出门一看 发现是从106房间传出来的 根据首则5的提示 晚上值班时禁止进入病人的病房 如果听到病人哀嚎请呼叫护士 不要单独进入病房 但为了获得天赋庇护 我就必须违反这条规则 所以我便独自来到了这个病房 而看到我的到来 一个病人突然扑了过来 询问我还有没有红色药丸 并趁机递给了我一张纸条 我意识到这人应该没有被药丸干扰 便让他赶紧睡觉 接着就在他的注视下转身离开 我确认周围没人后便打开纸条查看起来 而这纸条上的字迹 竟和医生守则下面的提示一模一样 就在此时 人偶也打探完消息回来了 看着他那兴奋的样子 明显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便赶忙拿出了随身带的病历本 让他写在上面 而伴随着人偶的书写 又一条重要的线索阅染纸上 这所医院里竟还有间密室 而且必须乘坐那部电梯才能到达 密室里的怪物吃掉了犯错的护士 但因为密室一片漆黑 所以人偶也没看清怪物的样子 并且通过最后怪物说的话来看 这个蠢货院长果然只是一个替代品 我意识到只有找到真正的院长 才能解开这所医院的谜团 与此同时 被一脚踢爆的肛门墙 也按照守则开始了晚上的查访 而他也同样听到了106号病房传来的哀号声 但他却选择了遵守守则 随后便见他把护士找了过来 并让护士先进去查看 看来这里的精神病人 已经彻底给肛门墙留下了阴影 等护士确认安全后 他才警惕地走了进去 而刚才还卧床不起的病人看到他来后 却迅速朝他扑来 这也让肛门墙吓了一跳 赶忙命令护士拦住这个病人 就连病人说要给他纸条都置入网纹 不得不说肛门墙又错过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本来这个病人是冒着被发现的风险给他送情报 可谁知这家伙却和以前大祥玩出卖同桌一个德行 而伴随着旁边护士给那个病人喂了一把红色药丸后 病人也彻底陷入了沉睡 与此同时 西兰国的奥利福也正陪着一名医生值班 可当医生拿出蓝色药丸要求他吃下时 奥利福却想要拒绝 就算医生解释只是保持镇静的药后 奥利福还是犹豫不决 并不想吃 但这也彻底激怒了医生 在奥利福惊恐的眼神中 医生拿出药丸直接塞到了他的嘴里 而吃完后的他再次恢复了安静 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随后他们便开始了查房 看着二号床上瑟瑟发抖的病人 医生命令奥利福给病人打上镇静剂后 推到手术台 表示要给他进行解剖手术 而此时的奥利福早已成了一个提线木 完全不知道反抗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个病人根本不是神经病 而是他的同国队友 奥劲敌卢卡斯终于登场 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身杀掉医生 原来就在刚刚 西兰国奥利福在被医生强迫吃下蓝色药丸后 再次陷入了瓶颈 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个提线木 抓着眼前的病人就要给他打镇静剂 可这病人挣扎的大喊声却让他猛然惊醒 原来这就是他的队友 回过神的奥利福立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可两个人的身份同时暴露 也代表着他们没有了任何的底牌 只见身后的医生怪笑着猛然窜住 并在奥利福惊恐的眼神中 轻松掐住队友的脖子给提了起来 彻底清醒后的奥利福刚想上去阻拦 可以为时已晚 医生手一用力队友便命丧黄泉 而看到这一幕 准备好拼命的奥利福立马就要给队友报仇 但医生的胸膛却突然裂开 再次出现了那诡异的第三只手 而这第三只手仿佛能制造幻境 在抓住奥利福后 不断对他释放着精神干扰 不多久刚才还要拼命的奥利福 就再次安静下来 嘴里还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是奥利福 我是听话的奥利福护士 而此时的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 西兰国选中者被诡异吞噬 怪谈世界即将降临 倒计时开始 与此同时 正躺在病床上的格雷森 也突然听到了医生命令护士 给他打针的声音 而这个护士的名字却非常熟悉 卢卡斯 这不正是他的那个队友的名字 格雷森意识到这个护士 肯定就是他的队友 而看着卢卡斯呆滞的眼神 明显是受到了精神的干扰 难道是被蓝色药丸彻底控制 可就算是这样 当卢卡斯靠近时 格雷森还是低声提示着他 希望他能快点清醒过来 一起对抗医生 可卢卡斯却像完全听不到他的话一样 一直在重复地说着医生的命令 看着他这个呆滞的样子 格雷森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打算想办法先解决掉医生 随后便见他一把推开 卢卡斯大叫着向医生跑去 表示这个护士要杀他 希望医生能救救他 可这小把戏却根本骗不到医生 还没等格雷森跑到跟前 医生的背后却突然又伸出了两只手 在等着他自投螺网 而结果也可想而知 格雷森不是一盒之敌 直接被按在墙上丝毫动弹不躲 看着格雷森还是不屈服的样子 医生也感觉非常愤怒 便打算让格雷森尝一下 被队友出卖的滋味 随后便扭头命令 卢卡斯继续刚才的打针 格雷森看着依然呆滞的 卢卡斯也彻底绝望 便打算使用出 六口之家副本中得到的 诡异之源做最后一波 可就在此时让他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卢卡斯的针头并没有刺向他 而是猛然刺入了医生的脖子里 此时的医生也彻底猛了 不知道已经吃完蓝色药丸的 卢卡斯为什么会突然清醒 而再看此时的卢卡斯早已恢复了正常 因为那些蓝色药丸 他根本就没有吃过 原来他是个魔术师 最擅长的就是障眼法 而至于为什么眼神也会伪装的那么像 这完全归功于他开局抽中的天赋 随后卢卡斯也不再废话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术刀 逼刀就把医生给顺利解决掉 而就当格雷森一脸诧异的询问 卢卡斯如何做到时 卢卡斯却一脸不屑 有些癫狂的表示不会像他一样 被区区一个龙国就骑在头上 他每天都在期待着被选中 现在终于得偿所愿 以后怪谈世界就是他的主场 被重症病房突然伸出的血手缠住 难道这次又要面临一场生死大战 原来就在刚刚 除了小窝国肛门墙举报病人没有获得线索外 包括我在内的其余选中者 都从106房间哀嚎的病人那里获得了纸条的提示 所以按照提示 我便打算前往医院的二楼储物间一探究竟 虽然守则时早有提示 医院电梯绝对不可以用 医院只有三楼并没有负一楼 但为了违背守则获得天赋庇护 我还是依然选择了乘坐电梯 可刚出电梯我就看着周围感到非常疑惑 只见医院的墙壁上布满了抓痕 这些还可以理解 应该是被院长抓进来的那些人留下的 但旁边的这些血手印又是什么情况 而且看着手印的形状明显是小孩子 这又会是谁留下的呢 可就当我思索着想要前去其他楼层查看一下时 却被凭空出现的一个声音猛然打断 你可以帮我找到一条红色围巾吗 那条围巾就遗失在医院里 是妈妈留给我的东西 如果你能帮我找到 我就答应在你上三楼室保护你 我看着这个诡异的孩子倒不是很怕 毕竟见了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诡异 他这个样子并不算吓人 但他这个小胳膊小腿的怎么可能保护的 看着我一脸不幸的表情 这小朋友却很是倔强 而我也不再多言 反正也是顺便的事情 便表示帮他找找看 可他却怕我只是应付 没有别的办法 我只能和他拉多达成约定 而随着小男孩心满意足的离开 我发现墙上的血手印竟又多出了几个 看来这些血手印都是小男孩留下的 他虽然看起来像是诡异 但明显又不适合院长他们一胡 我意识到他或许才是破解医院真相的关键 但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打算先去二楼的储物间查看一下 而一路来到二楼后中间并没有发生诡异的事情 就连储物间的门锁都已经坏掉 顺利的有些反常 而我在杂乱的储物间内竟还发现了一个保险柜 这种地方怎么会有保险柜 为了安全起见我便再次召唤出黑将军 命令他小心地把保险柜打开 可接下来却有些让我出乎意料 里面并没有危险的东西 而是一面镜子和一把已经生锈的手术道 我看着这些东西也非常疑惑 这破烂玩意怎么会需要保险柜锁 但为了防止有其他用 我还是顺手装到了兜里 可当我们刚走出储物间后 却发现旁边镜凭空浮现出一个重症病患的房间 而这扇门刚才明显是不存在的 按照医生守则十一的要求 如果发现医院出现一件名为重症病患的病房 请立即逃离 不要打开病房门 不要聆听里面的任何声音 但我却不管这么多 我偏要听 由于一秒钟都是对天赋的不尊重 可这次我却玩脱了 刚趴上去门镜突然自己打开 而我也被里面伸出的血手给缠了进去 与此同时 格雷森和卢卡斯也成功从储物间 找到了镜子和生锈的手术刀 但就当卢卡斯要离开时 却被格雷森突然喊住 表示昨晚他用守夜人的天赋查看 储物间隔壁极有可能出现一间诡异的房间 一旦被拉入里面很难再逃出来 但卢卡斯却毫不在意扭头就走 这嚣张的样子好似得到了我的真传 而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刚走没几步的他果然如格雷森所说 被门内伸出的血手给缠了进去 格雷森看到这一幕也是冷汗直流 但为了营救队友 他还是掏出刚刚得到的那把手术刀 打算输死一搏 不得不说格雷森是条汉子 为了米国他竟然愿意放弃自己 保全更厉害的卢卡斯 可就当他冲进去时 却发现房间已经是尸体满地 他呆呆地望着里面的一切根本不敢相信 再看此时的卢卡斯正双眼 心红地解剖着尸体 看到格雷森到来后 他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但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吗 难道刚才双眼的异常就是他的天赋所致 还没等格雷森缓过神 卢卡斯便走上前命令格雷森 让他说出利用守夜人天赋得到的所有信息 而格雷森也彻底认同了卢卡斯的能力 表示一定会全力配合 而另一边非求国安格拉和队友拉丁 从储物间出来后 也看到了凭空出现的重症病房 但这俩逗逼却并没有按照规则立即逃跑 而是站在门口 有模有样地分析起 我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做 而还没商量出结果 就同样被门内的血手给拽了进去 看着缓缓靠近的诡异 他俩急得满头大汗 而安格拉毕竟是跟着我混过一个副本 首先冷静下来 表示待会儿他会学着我上前给那些诡异打逼斗 让拉丁趁机打开病房门 随后他们便一起趁机逃离这个房间 可往往事与愿违 就在安格拉上前把诡异打了以后 拉丁却并没有成功把门打开 此时的门早已被彻底封死 而安格拉的大逼斗也没有起到和我一样的作用 看着还在不断靠近的诡异 感觉马上就要BBQ 可就在这时 大门却被轰然推开 随着血手印的出现 安格拉和拉丁被瞬间抓住扔了出去 直到大门再次关闭 他俩才终于回过神 伴随着小男孩的声音响起 安格拉和拉丁才意识到他们是被这个小男孩所救 纷纷庆幸刚才和小男孩达成了约定 否则现在肯定是已经凉了 与此同时 因为出卖了106房间的病人 当门墙并没有得到提示乘坐电梯来到二楼 随着系统音的响起 小窝国也再次迎来了怪谈世界的将领 再回到我这边 被拽进门内的我却说出了一句让众诡异动茫然的话 你们还真是客气啊 非要请我们进来吃饭